因为公司发财数被对家用开水烫死 导致公司团建时集体遇到痛难 只剩下我一个人流落荒荒 忽然 一阵滋滋电流脉的声音 将我从恐慌中惊醒 大某航空DS8子发 这里是东部机场 收到请回复 收到请回复 我猛地回过神 对着广播电台的方向大声叫道 收到 我叫张明 身份编号 保险公司有没有赔偿 100万还是1000万 电台对面愣了一下 似乎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千呼万唤 居然真的传来了回复 飞机的状态如何 幸存者数量多少 岛屿的面积多大 周边有人类设施吗 我脸青春白地左顾右盘 变了口唾沫 我们在太平洋飞了很久 GPS信号消失 找到了这一座岛屿 最后没游了只能紧急降落 最终飞机断成了三段 幸存者 我看了一眼摔得花花绿绿的机舱内部 吸了吸已经开始发臭的空气道 应该只剩下我一个人 你还没告诉我能得到多少赔偿 电台中的声音严肃了起来 以一种非常正式的语气说道 张先生 按照我方接收到的卫星信号 你当前的位置是南北 西京度 理论上是一片海洋 不存在任何大型岛屿 现在必须需要告知你一件事 就在今天 全球各地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地震总计数千次 其中7级以上地震52次 8级以上地震6次 9级地震一次 我国也遭受到一些中小型的地震袭击 因为海啸的贫乏 航班 轮船已经全面终止 我咽了口扩目 心中咯噔一下 隐隐感觉不妙 在灾难停息前 我们这边很难派遣足够的人手来援救你 所以您可能要在这座岛屿生活一阵子 目前 保险公司对于国内的航空意外保险最高 可理赔300万元 航空公司对于飞机失事遇难者的最高赔偿金额为40万元 像你这样还没死 赔个一两百万没有问题 我们会尽快赔偿给您的亲人 所以活人赔得比死人少 不能坐以待毙 我硬着头皮钻进机舱中 在不堪入目的环境下 寻找幸存者 最后只找到来自地狱的矿泉水一箱和几瓶饮量 最后把货舱里面的行李箱搬到地势高的地方 再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回到了电台附近 感觉自己的手脚正在发麻 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 我咽了一口唾沫 我可以拆掉这个电台吗 再这样下去这里会被潮水给淹没 电台对面的工作人员叹了一口气 没有足够的工具 你很难拆卸这个电台 而且当前的蓄电池也坚持不了多久 张明先生 我们的星球正在发生巨变 现在全世界都很乱 死了不少人 你把音量调到最大 先上岸吧 海啸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对了 如果你有收音机的话 可以尝试着在FM98.1频道收听卫星广播 你在那些乘客的行李箱中导导看 有没有收音机 我像一个瘪了气的气球 发出最后的声音 告诉我爸妈 告诉他们我 还活着 我爸妈的电话号码是 家庭住址 你们肯定能查到 没问题 航空保险一定会赔给你爸爸 突然间 我感受到脑海中闪过一道亮光 个奇怪的面板出现在脑海当中 体魄 21分之15 感知 20分之19 精神 20分之9 寿命 88分之24 总属性 149 我内心深处一阵悸动 难道这是我的金手指 我好像 能够 活下来 红异事件 地球 高空之上的云层 居然勾勒出一副默默呼呼的景象 清风薄雾下 仿佛有人 有船在云层中穿行 暗红色的天空就像被分割成多块的投影屏幕 同时出现了多个奇怪的场景 北冰洋冰山探险队 大西洋远洋游轮 太平洋中荒岛求生者 豪华游轮天团 还有被困的渔船 零零散散地夹起来 总共有16处大大小小的景象 我和同样迷失在灾难中的队伍一起投平在地球的天空中 眼间的人发现 在太空中的幸存者有十分之一都觉醒了超能力 大量的网民兴奋地发出了计较 讨论着其中的原因 灵气复苏 荒岛中 我因为发现了自己的异常 内心激动 这属性的最大值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我的寿命是88 我果断扣了30年的寿命加到体魄上 又把10点加到精神上 最后把10点加到感知上 分配完后我感觉身体有使不完的力气 心情变好了 看东西和听声音都比以前清晰多了 属性变成 体魄 51分之40 感知 30分之29 精神 30分之26 寿命 38分之24 总属性 149 然后 强烈的饥饿涌上心头 太饿了 仿佛饿了三天三夜般 我头晕目眩 觉得自己能吃掉一头牛 熬到了夜晚 炫了几包薯片和几个面包 感觉肚子还在叫 我并没有得业三天饿酒顿的挨饿天赋 特别是将体魄提升到51点 又费劲搭建了零食庇护所之后 饥饿正在不断侵蚀我的领志 忽然间 远方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伴随着滋拉一声刺耳的金属撕裂 在月光之下 一个黑色的生命体症疯狂 觅食着机舱中的人类尸体 它的体型庞大 可能有数十米的高度 就像哥斯拉一样 硬生生地掀开了飞机残骸的金属层 嘴里发出欢快的咀嚼 片刻中的功夫 形成了一场盛宴狂欢 这时电台的声音还在响着 被这只怪物一拳拍浪了 播音员的声音彻底消失 我躲在椰子堆里 又惊又怕 欲哭无泪 心中诅咒了那黑鹰祖宗十八代 第二天 天气晴朗的一天 来到荒岛的第一夜 总归是有惊无险地度过 那些怪物吃了机舱中的饰品 便轰隆隆地走向了岛屿的正中心 因为电台被一拳打成大鼓的冲击 精神点果断负二 我埋头整理着自己手头的行李箱 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又惊又喜 又哭又笑 最后得到了一些食物和一些工具 最重要的我发现 有一个收音机和一个帐篷 收拾完后 我把遇难者的衣服埋在一个大坑里 做了一个衣冠种 感谢你们的礼物 我会带着你们的希望活下去 带着这份美好的愿望 我熬到了第三天 今天我决定好好探索一下这个荒宝 沿着沙滩一直向前 又爬过一块高高的眼底 我居高零下 看到了一群螃蟹 食物 我双眼迸射出了亮光 体内的肾上腺素上升 精神直暴涨 紧接着 我发现情况有意 这些螃蟹的个头 是不是太太太 大了点 最小的宝宝螃蟹有谁捅那么大 最大的甚至比得上一台洗衣机了 有几只螃蟹发现了站在高处的偷窥者 居然蜂拥而动 他们就没有在追馆了 应该是惧怕树林里面的那只超级大怪兽 第二次我学经了 我发现一只身材不大的螃蟹 在沙滩上落了单 悄悄地带住食鸡 拿着小水管猛然抱起 向着对方突起的黑眼珠子奋力敲去 给也死 鼻哩 金属水管敲到了某一米 强烈的反正下 我感觉自己的虎口生透 鼻哩 那螃蟹的反应素 大幅超出了我的预期 居然在电光火时的一刹那 用大钳子硬生生地夹住了水管 然后传来啪嗨一声 铝合金制作的小水管 被硬生生地夹断 我一阵头皮发麻 感受着迎面而来的螃蟹钳子 致命的冰冷感袭上心头 千钧一发之际 我猛地一个缩扬入腹 向后退了一小步 只觉得大腿根部一阵冰凉 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 牛仔裤被划开了 传宗接代的宝贝差点掉了出来 你下剑 鼻哩 螃蟹左右开弓 叫得愈发响亮 那螃蟹不依不饶 横着追了过来 狂热大叫 差那么一点就恰到香喷喷的人肉了 他哪里甘心让猎物逃走 我心生一计 快速攀爬到一块巨石上 螃蟹也同样攀了上来 挥舞着巨前 继续加向我的大捅 别下去 我手臂肌肉猛然发力 居高临下地用小水管向前一送 咚了一声 水管捅到螃蟹的股皮上 将它硬生生地捅了下去 这一下连滚带摔 螃蟹从石头上翻滚下来 不再攀爬巨石 那几条大长腿飞一样的舞动着 横着爬走了 嘴里还大叫着哔哩哔哔哩的声音 看得出他很不甘心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望着逃到海里的大螃蟹 平复着狂跳的心脏 我开始忧愁起来 为刚刚的鲁莽举动感到后爬 向下望去 看到刚刚那螃蟹摔下去的地方 居然有一条诱人的螃蟹腿 我的心跳再一次加快 有些不可置信地捡起这条螃蟹腿 硬邦邦的 带着扎手的绒毛 还带着一丝润滑的绵绵 我飞速地将螃蟹腿装进背包当中 就像做贼一样左步右盘 确认没有怪物注意到自己 一溜烟地逃跑 这哪里是螃蟹腿了 而是快乐 喜悦 幸福 以及生命 是将救命恩谢的腿子 清蒸 烧烤 还是水煮 等等 火呢 我还没生火 心情就像过山车的张明 有些猴急地 翻看着阳光下暴晒的枯叶树枝 话说回来 他已经整整三天没吃一顿正经的了 每当想用库存食物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种 做吃山空的罪恶感 天知道 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够到来 但现在 一条螃蟹腿 完全改变了命运 是他狩猎得来的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可以放心大胆尽情食用 于是 都生火还没成功的 口水先流了一大串 还是谁煮螃蟹吧 为了安全起见 一定要煮熟 他搓了搓冒汗的双手 我需要一个更大的锅 手头拥有的容器 只有一个电饭锅中的内胆 塞不下一条螃蟹腿 至于那些旅行箱 大都是塑料的 不能放在火堆蒸住 张明又重新返回到 飞机残骸的位置 搜寻更大的金属容器 飞机的餐车 由不锈钢制造 里边装在了几个金属抽屉 是原本盛放航空餐的地方 在先前的事故当中 餐车严重扭曲变形 所以张明没看上眼 用石头敲一敲 刚好用来当大锅 寻找到容器后 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生活了 张明手中拥有小刀 剪刀 收音机 药物 还有手摇式的手电筒 唯独没有打火机 因为这玩意在飞机上是违禁品 没办法携带 也无法托运 故而 只能采取钻木取火的方式 深吸了一口气 他从未有过钻木取火的经验 不禁有些紧张起来 有很多事情看上去简单 真正实践起来 却是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没有实践过 永远不知道 他有多难 钻木取火的步骤 昨天晚上的广播刚刚播报过 倒也不算复杂 首先要准备好一个容易被点燃的火熔巢 油木屑 餐巾纸等一燃物构成 然后寻找一根木棍 以及一块木板 用小刀在木板上挖一个小洞 里边填充木屑 再用长木棍 在洞中不断地旋转摩擦 产生火炭 最后将火炭放置到火熔巢 引发小火苗 便获得了真正的火种 想法很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 却发现自己像个智障 像钻杆得选择稍微硬一点的木材 钻板选择稍软一点的木材 类似细节问题 只有自己尝试过 才能够亲自发现 就算勉强产生了小木炭 也小得可怜 一阵风吹过 就不小心灭了 张明被这生火的事情 搞得手上磨掉了一层皮 精神值爆将 就连头发都掉了一大把 精神值 一一一一 花了一下午的功夫 才硬生生地生腾起了火焰 看着那明晃晃的火花 简直有一种热泪银矿的感动 太不容易了 他将火苗放进早就准备好的石坑当中 点燃更多的木材 然后便是蒸煮螃蟹腿的时间 这一坐下 螃蟹肉的清香银面来 连忙拿了个抽屉盖上 以免香味散得太开 产生不必要的风险 有什么事情 比这一刻更令人期待的呢 张明静静地坐在火堆旁边 听着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 他的心灵无比宁静 在这一刻 没有烦恼 他无忧无虑 眺望夕阳 闻着波涛 产生了由衷的幸福感 莫名回想起了从前 在过去 人生中最最幸福的时间 似乎是高中时期 等待初恋女友的一段时光 张明是一位成绩马马虎虎 还可以的好学生 但又不是那种 循规蹈矩的学生 高中嘛 每个班级都有几对早恋的 不可避免 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就是到操场上 拉起小女友的手 溜达一圈 一开始只是拉拉手 然后亲个脸 最后偷偷亲个嘴 拉着手 逃脱教导主任的凶猛追击 这种幸福的关系 只是持续了一个学期 然后 就变得不太愉悦了 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是如此 人生若只如初见 十全十美 只存在于幻想当中 不知道为何 突然回忆起过去的那一段时光 张然不由地溃然常态 本来还想顺风说点骚话 赞美人生什么的 此刻又忽然不知道 应该说些什么了 那些曾经的时光 就如同一连串的丢失珍珠 随着它远离人类文明 仿佛再也不回来 你以为 那是普普通通的一天 你以为 那是人生中的常态 但时过境迁 你默然回首 发现那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 而且这一天永远消失 只在回忆当中一闪而过 这里的树木材质特殊 饱含油脂 火是格外的旺盛 理论上 煮上半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为了保险起见 足足煮了一个小时 趁着这段时间 张明又用多余的行李箱 布置了十来个露水收集器 然后 用两件衣服当做毛巾 将滚烫的金属抽屉 小心翼翼地从火堆中端了起来 滚烫的开水上 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 咕噜噜地响动着 而螃蟹腿被煮成了橘黄色 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食欲大开 满怀期待的赞美 吃螃蟹嚼嚼 海市蜃楼播放不了夜间的场景 大型电视连续剧暂时告一段落 但避难所中的广大人民群众 全都美滋滋的 对今天的剧情相当满意 那粗大的螃蟹腿 足够饱餐好几顿了 神秘区里的螃蟹吃起来应该非常劲道吧 不知道和大闸蟹比起来味道如何 云海避难所 王复明接过今天的盒饭 心满意足地打开 热气腾腾 避难所中的大锅饭 味道不怎么样 好歹能够吃饱 他将盒饭中的肉 划了一半到女儿的小碗里边 不一会儿 小朋友吃得满嘴都是油 含糊不清地说道 爸爸我也想吃螃蟹 等爸爸赚到钱就给你买 明天你妈回来了 爸爸得去参加义工 你和你妈待在这里 要乖一点哦 王复明用筷子画拨着自己的晚餐 女儿在过去有些挑食 这不吃那不吃 但短短几天就变换了口味 待在这个鬼地方 零食什么的就别想太多了 饿了什么都好吃 咱这边的小哥寻找到了食物 你猜七号神秘区发生了什么 猜一猜 墙外兑现的卢土宇 鬼鬼祟祟地凑了过来 他一脸得意地摸出一块陈皮糖 递给小朋友 谢谢叔叔 小朋友开心笑着 七号海市渗楼发生的故事过于恐怖 播放到一半 就被人工降雨的飞机给摧毁了 只要改变空气水分 便能够让海市渗楼消失 政府为了社会稳定 不希望让大家看到太诡异的东西 发生了什么 王胖子道 快灭了 啊 真的假的 王复明惊奇不已 小日子就这样完了 真的快灭了 特殊事务处理部门 李先锋看到张明寻找到螃蟹腿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又绷紧着神经 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待在办公室中 聚精会神地盯着一块大屏幕 沉默的空气 唯独够听见自己的心跳 与沉重的呼吸 七号海市渗楼 里边的形势岌岌可危 扶桑人错失机会了 他们要被怪物杀光 李先锋嗓音干哑 有些沉重地说道 他们可能想等待这东西吃饱了之后离开 但没想到 这玩意居然快速繁殖 神秘区中也有鱼类 远洋捕鱼船一时半会间不缺吃的 只是缺少能源 故而 在蓝色水母吞噬鱼肉时 这群船员没有任何行动 他们选择了更加稳妥的方案 躲在船舱中观望 他们想要等待蓝色水母吃够了 自行离开 但没想到 这种水母居然细胞一样 吃饱了之后 一分为二 快速增值 一开始一分为二的时候 他们躲在船舱当中观望 二分为四的时候 他们试图强迫那些国外的劳工 主动出击 但这个本身就不怎么团结的团队 根本不可能豁出生命危险 与怪物战斗 反倒爆发了又一波的内讧 打怪物不行 打自己人 他们还是相当可行的 再后来 蓝色水母四分为八 开始腐蚀甲板 入侵船舱的时候 船员们终于忍受不住了 防止海盗等突发因素 他们配备了大型水枪 还有炸鱼专用的炸药 故而 手段倒也有一些 但真正的战斗场面 却是一边倒 倒不是说人类的武器没有用 而是心态崩了 那水母的触手拥有强烈的毒性 只要被轻轻触碰到 人类将直接瘫痪在原地 而且 他们的运动能力相当优秀 移动速度大约是每秒钟九米 面对汹涌而来的八只水母 死了大概五人 而水母被鱼叉和炸药弄死了三个 按照这种伤亡比例 死掉十五个人 就能全监这些怪物 但其中一部分船员承受不住恐惧 开始逃窜 很快便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窜 到最后 全员逃窜 机会就这样慢慢地流失了 等水母再一次繁殖起来 人类将再也没有机会 海市渗楼 仿若无声的电影残酷地揭示着七号神秘区正面临全灭的结局 这就是逃兵效应 一个人逃 人人都想着逃 但全部逃跑 无人战斗 便是全灭的结局 所以 战场上的逃兵 是直接枪毙的 李先锋心惊肉跳地看着蓝色水母 正在搜寻人类 吃完尸体后 缓慢增值的场面 所有人都硬着头皮 看着大屏幕 有什么东西 是能够这么快增值的吗 细菌吧 蘑菇或许也行 但这个东西 显然是大型生物 如果它入侵人类世界 能抵挡得住吗 我们这边应该没问题 第三世界可能要糟 这一想 更是令人头皮发麻 万一这玩意增值到了上亿 上十亿 那可真是 当水母再一次快速繁殖到二十个的时候 整个团队已然回天乏术 最后的幸存者 是那位隐身能力的拥有者 但激活隐身能力 可能存在体能 精神等方面限制 他躲藏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筋疲力竭地退出了隐身状态 被蓝色水母寻找到 麻痹 吞吃 七号神秘区 第三天 全面 其中的失误 多地有些可笑 但事实已然发生 还没等李先锋 再次回味团灭的过程 突然间 电话叮铃铃响了起来 好的 好的 我明白了 张鸣的状态良好 身心健康 请放心 接听完电话后 李先锋脸色阴晴不定 几乎停滞了呼吸 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感 涌上心头 震撼着他的世界观 房间内的工作人员并不少 但空气仿佛冷得能够结冰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讨论 甚至连敲击键盘的声音都消失了 刚刚 人们得到消息 就在一分钟前 富士山火山 喷发 扶桑国 死伤惨重 七号神秘区刚刚团灭 富士山就立刻喷发 这 这意味着什么 是巧合 还是某一种必然 世界上 真的存在神明吗 还是某一人类不了解的超自然现象 16个神秘区团队 又代表着什么 下一个被团灭的 将会是谁 红彤彤的螃蟹腿 色泽鲜艳 比天边的火烧云 更加明艳动人 即便没有葱蒜等调味料 那诱人的清香 依旧勾引的张明 食指大动 金水横生 张口就是一咬 咔嚓一声 差点崩掉一颗牙 还好我早有准备 张明咧了咧牙 拿起一块石头 和一个铁钉 咚咚咚敲打了起来 被煮熟了的螃蟹腿 韧性有所下降 用力敲了几下 便敲出一个缺口 沿着缺口用力一掰 又是咔嚓一声清脆的先生 一大块白嫩嫩的螃蟹肉 散发着浓郁的热气 就这样暴露在眼前 拳头那么大的蟹肉啊 缠到快要发狂的张明 保留着最后的理智 微微咬了一小口 肥美鲜嫩的螃蟹肉 在舌尖绽放开来 口腔中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为之欢呼雀跃 张明仿佛听到自己的身体 在发出食物食物食物的欢呼声 味道有点像大闸蟹 几乎没有腥味 又很有嚼劲 与大闸蟹不同的是 这块肉太大了 不需要费劲包壳 可以一口气吃个爽 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张明的眼睛差点喷出光柱 但只是咬了一口 张明便强迫自己 停止了吃食 然后将感知属性分配到60点 感知6060 你敏感得像一只猫 随时都有可能炸毛 他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来确定这玩意到底有没有毒 60点的感知 对身体的异样极为敏感 真的出了点事 也能及时察觉到 谨慎一些总归是好的 山珍海味放在眼前 苦苦煎熬的时间真是难熬啊 于是 夜间固定的夜间广播到来了 广播电台准时想起了 熟悉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播音员李先锋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今日新闻 大都是老一套的新闻 地球上的灾难依旧没有停止 还有愈发严重的趋势 外边的世界水深火热 短短一天 对于整个地球而言还是太少了 灾难尚未停止 国际救援也尚未有行动 危险的神秘区 对人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保持谨慎 减小活动范围是安身立命的最佳途径 但对于张明而言 却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他似乎能够在这里自己自足下去了 前提是荒岛中央的怪物 别跑出来恰人 世界到底怎么了 也不知道爸妈怎么样 应该没有受到影响吧 他实在没办法想象 整个世界的剧烈变化 时代的大山已经压到每个人身上了 泰山也好 红毛也罢 他得先活下来 才能去考虑其他的 就这么等待间 高达60的感知能力 感受到来源于体内的细微变化 从胃部传来一道淡淡的暖流 滋润着每一处血脉 在一股暖流 慢慢汇集到了心脏 大脑两处 这神秘的热流 不像是辣椒 酒精带来的刺激感 更像属性转换时产生的一种微妙感 好似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滋滋不倦地吸收着 这一股奇特能量 张明心中猛地一动 想到一个惊奇的可能 难道这就是属性点的来源 螃蟹肉能带来属性点 螃蟹腿有多大 心中的喜悦便有多强烈 过了几分钟 发现状态不错 终于忍耐不住 拿起螃蟹肉 大块躲一起来 大腿肉肉质丝短纤细 胃同干背 而小腿肉丝长细嫩 美如银鱼 每个毛孔都酣畅淋漓 一口接着一口 完全停不下来 那来源于胃部的热流 也逐渐增多 暖洋洋地流淌全身 为了庆祝今天的大丰收 他甚至开了一瓶肥宅快乐水 大口吃蟹肉 大口喝酷乐 顺带着听新闻 心中的满足 都快要溢出来了 下面播报一则重要新闻 来自长江区域的渔民 捕捉到一条10千克重的 超大型辣丁鱼 通常情况下 该品种的鱼类 最多只能成长到500克 如今在不明因素的作用下 体重增长了20倍 该渔民食用该辣丁鱼后 因身体不适而住院 其声称 全身的血管若烈火灼烧 肌肉酸痛 心脏中仿佛有岩浆乱窜 食物中毒 烈火灼烧 张明大快朵鱼的举动 戛然而止 脸色微变 他觉得自己很舒适 那一股体内流淌的热流 让他全身冒汗 却又酣畅淋漓 只听到录音机继续道 专家组解析了 该大型辣丁鱼的残留物质 发现了某些未知的生物酶 以及不明蛋白质 其化学能是正常情况的5倍 至于烈火灼烧的具体原因 可能是某些神秘现象引发 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 世界规则的变化 让人类群体诞生了少量的超能力者 在动物群体中 应当也有变异个例出现 该超大型辣丁鱼 便是稀少的变异个例 动物群体中 产生变异的比例 在千万分之一以下 昆虫变异的概率 在一分之一以下 甚至 连非生物都有可能产生变异 收音机前的各位 倘若发现变异生物 请谨慎食用 以避免食物中毒迹象 只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吗 张明眉头微皱 那摊涂上的大螃蟹 密密麻麻 成千上万 从体积上看 全都是变异的 正常情况下 哪有这么大的螃蟹 天上飞的海鸥 也有一米多的体长 就连椰子树 都高大的离谱 一两百米的高度 也就是 这一座岛屿是特殊的 张明有些惊议不定 突然觉得 这荒岛 可能隐藏着什么大秘密 但我很难打过 那身高十米 肉身撕裂飞机的怪物 就这么想着 体内的热流 终于汇聚到达一个极点 脑海中白光一闪 属性面板发生了变化 体魄 26分之26 胆汁 6060精神 35分之30 寿命29分之24 总属性 150 是的 吃了这几口螃蟹肉后 体魄增加了一点 总属性变成了150点 张明清楚地记得 早上还是149点 他情绪高涨 终于确定 属性点的来源 吃 那漫山遍野的螃蟹 就是他的属性培育基地 甚至在短短的一瞬间 张明脑洞大开地 做好了未来规划 据说 螃蟹能够断枝重生 假如滩图上 有2000只大螃蟹 我每天只吃一个螃蟹腿 不把它们打死 平均下来 一只螃蟹2000天只 失去一条螃蟹腿 应该不至于是致命伤吧 这样一来 就是打韭菜一样 吃完一茶 又生出来新的一茶 不就有源源不断的可持续来源了吗 也不对 万一国家救援队来了 到时候 要不要选择回家呢 这里的螃蟹 会不会被冲攻啊 来救援我就回家 否则不停地吃螃蟹 张明满脑子胡思乱想 患得患失 甚至 他的思路一直向外延伸 蔓延到了苍穹之上 什么动物保护协会的抗议 吃了宾威动物要坐牢 500块钱一面锦旗 人类最初的超能力者 被当作怪物解剖 然后恶狠狠地打了个寒颤 今日的国内外新闻到这里 收音机转换了一个话题 李先锋的语气严肃起来 下面播报一则重要通知 东九区时间17点22分45秒 扶桑国富士山大爆发 带来数万亿美元损失 与千万级人口数额的伤亡 扶桑国在富士山火山喷发中 遭受重创 地质专家认为 火山持续喷发的 有硫磺毒气体 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 该区域将不适合人类生存 扶桑国首相 在记者招待会中 山然泪下 寻求外界帮助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火山大喷发 可能和神秘区中 被困着的死亡有关 这一说法 被归结为气韵说 也即 神秘区中 被困着的死亡 或许会伤及国运 啊 听到这一则新闻 张明有些愕然地咽了一口唾沫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扶桑 突然挂了 被困着的死亡 会伤及国运 那些风情万种的小姐姐呢 不会 不会变成粉红骷髅了吧 她最喜欢的宝藏女孩 谁老师 阴老师 还有那什么什么来着 这些小姐姐还活着吗 我们恳请被困在神秘区的幸存者 在采取任意行动前 慎重思考自己的处境 不要做过于危险的事情 保持积极的心态 您的命运 关系到身后的十四亿人 这不是废话吗 张明喃喃自语 压力上来了 又有谁想莫名其妙死掉 就算我待在这里一动不动 什么都不做 怪物突然跑出来 该死的还是会死啊 这是 我能控制的吗 我不能啊 广播 如果您遇到了某些难题 可以用大片的绿叶 在开阔地点 写上文字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特殊手段 看到这些文字 并为您想想办法 张明坐在一块石头上 吃着螃蟹肉 他现在遇到的难题 就是怎么回家 你们把我接回家 难题就解决了 当一个人不一定能见到 明天太阳的时候 他脑子里想的 只有怎么保住那卑微的狗命 至于其他的东西 只能向后移一移 哪怕地球出现奥特曼 与巴尔坦星人 他也只会 哦 那么一下 然后继续想着 保住自己狗命 收音机播完重要新闻后 又切换了一个新的话题 下面播报荒野求生的新知识 关于椰子的开发与利用 椰子是热带地区的一种 常见的水果 张明津津有味地听着广播 这个知识 倒也挺有用的 青椰子里的汁水 勉强可以喝 风险较小 而老椰子里边的汁水 比较浑浊 喝了容易腹泻 张明手头 虽然有一些抗生素之类的药物 也不想平白冒风险乱吃东西 刚刚掉下来的老椰子 比较新鲜的那一种 可以用来榨取椰子油 整个流程倒也不复杂 只要把椰肉搅碎 放在水里煮 椰油就会分离出来 浮在水面上 然后把油撇出来 便是比较纯净的椰子油 有了油 便可以油炸螃蟹 天天吃煮的 也会腻 可惜啊 少了点调味料 而椰肉中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E 能够有效补充蟹肉 带来的营养不足 避免坏血病等的疾病 光吃肉不吃菜 那是要死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 当我们乐观时 曙光才会破晓 来日方长 我们明天再见 愿各位晚安 在一阵舒缓的音乐中 天上的卫星离开 广播结束了 只剩下张明一个人 对着天上高挂的月亮发呆 地球上有多少个像他这样 被困在神秘区的人类呢 十个 一百个 还是一千个 一万个 这些人过得怎么样 是好是坏 是否饥寒交迫 是否遇到了怪物 像他这样 独自一人被困在荒岛的 应该不多吧 有一个团队的存在 再怎么也比单人生存简单得多 不过 不团结的团队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就像这条螃蟹腿 一个人吃能吃两天 十个人吃 大家都饿着 好饱 张明打了个宝格 身体中流淌的暖流 再一次汇聚成了脑海中的白光 体魄再一次加了一点 总属性变成了一百五十一 一餐晚饭便增加了两点属性值 他心满意足地拍了拍肚子 金个儿就这样吧 不可能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 剩下的半只螃蟹腿 明天还能再吃上一天 还能增加两点属性 漆黑的夜 遥远的海浪 犀利的虫鸣 孤独的岛屿 张明扑灭火焰 钻进帐篷当中 百无聊赖地研究着自己的金手指 一百五十一点总属性 分配来分配去 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属性均衡 才是最强的 如果分配一百点体魄 十点感知会产生手脚不协调 肌肉不听指挥的风险 但就算增强到一千点体魄 我还是打不过挖掘机啊 重型挖掘机 一铲子直接五十吨的美 我猴年马月 才能一拳发出的五十吨的力气 当发现自己修炼一辈子 可能打不过挖掘机的事实之后 他有些猛逼了 原来 修炼的尽头 是成为挖掘机 不应该啊 豁然间 张明心中一动 发现属性面板上 多出了一个神秘的标记 就像一个螃蟹钳子的图标 活灵活现 带着一丝灵动的玄奥感 这是啥 以前有这个东西吗 张明疑神疑鬼 好像 没有吧 连忙闭上眼睛 细细感悟 一股明明的奥义 涌上心头 超能力 力量爆发 未激活 需消耗十点属性激活 效果 瞬间爆发 百分之五十 至百分之五千的力量 简简单单的说明 却让张明呆愣在了原地 满头大汗 这 这傻啊 在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中 地球 乱成了一团 有人惊喜 有人悲伤 也有人忙得焦头烂额 富士山的喷发 带来的影响力 实在太大了 但国际救援的数量反倒不多 各国正要不约而同地选择口头慰问 愿扶桑国能够从灾难当中尽快地走出来 恢复秩序 再创新的辉煌 真正实际行动 却是一点都没有 因为各地地震不断 物流又几乎中断 各国政府自顾不暇 谁要是敢捐助外国有人 绝对会被国民骂得狗血淋头 甚至有可能跑出来几个精神病抢手 甚至 一些国家认为 富士山爆发带来的巨额有毒气体 不断污染周边的大气 有毒尘埃的不断扩散 将影响到周边区域的生活 减少粮食产量 不让扶桑国赔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大下国 特殊事务处理部门 一大波研究人员 正具在小房间中商讨最新的情报 连续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 却毫无怨言 对于真正的科研工作者而言 超自然现象的出现 无异于开天辟地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 一边吃着夜宵 一边津津有味地解读一份超自然调查报告 当前我国出现的超能力者 理论上在一千位左右 但寻找到的只有六百位 大都以肉体能力居多 包括蛋不限于距离 肉体再生 千里眼 顺风耳等等 类似于神秘区中隐身 喷火 放电 肉体悬浮的能力 反倒一个都没有 你的意思是 神秘区中诞生的能力更强一些 李先锋皱着眉头 也在桌子边吃着炒面 有这样的可能 却也不是必然 这位专家解释道 我们调查了第一批次的超能力者 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视力 嗅觉 味觉 大幅超出常人 在他们觉醒超能力前 就有这一特征了 其中大部分人声称 是因为体内的某种奇特热流 让他们觉醒了能力 不过当前的医疗仪器 无法检测出所谓奇异热流 听起来就像气功之类的骗子说法 李先锋笑道 这事到 这位专家继续道 我们把这种元素 简称为灵 这些东西其实很复杂 作用激励成迷 甚至 我们可以更加大胆地认为 万物皆有灵 大多数人 其实都有自己的天赋能力 只不过处于激活 与未激活两种状态 能感应到它 便可以激活能力 感应不到 那便激活不了 据例 肉体再生 千里眼之类的肉体能力 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更加容易激活 而隐身 喷火 悬浮之类的超能力 非常复杂 故而不容易激活 倘若神秘区中 真的更高浓度的神秘元素 灵 浓度越高 激活复杂能力的概率 自然更高 反之亦然 李先锋思索片刻 这些不知道真假的说法 只能由时间与实验去检验 他又问 被困在十六区的张明 他的能力 只是肉体能力吗 老教授回答道 不好说 他比普通人确实强壮一些 但比起真正的距离能力者 又好像弱了一些 在国外 一位拥有距离能力的举重运动员 已经能举起四百千克的杠铃了 这一结果 大概是普通人的八倍 远超世界纪录 反观张明的战斗过程 似乎没有这么强壮的体魄 超能力可以锻炼吗 李先锋又问 有没有上限 暂且 不知 但上限应该是有的 总不可能一拳打穿地球吧 就目前而言 大家都不怎么样 基本不会影响到社会秩序 李先锋又问 多能力者存在吗 多能力者 顾名思义 一个人拥有多个超能力 不知 就算多能力者存在 当前也只能在神秘区激活吧 短期内 我不认为地球上 能够出现多能力者 这位专家俯了俯眼镜 说道 在未来 随着神秘区的规则不断扩散 地球上超能力者的数量 还会大幅增加 甚至我可以预言 非生命体 都有可能出现超自然特性 我将这些非生命体 命名为奇物 云海避难所 刚刚上完厕所的王复明 心情愉快地找到了卢吐宇 一脸鬼鬼祟祟地说道 小卢 我捡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看上去怪怪的 也不是怪物 就是很奇怪的东西 卢吐宇正沉浸在 富士山火山爆发的 震撼新闻当中 这新闻实在是太夸张 太离奇 与七号神秘区的团灭 关联到一起 整个世界的网络都爆了 各种牛鬼神蛇 圣母与恶人之间的骂战 简直令人头皮发麻 他点着手机屏幕 在网络上发表高谈扩论 头也不回地说道 厕所里能捡到什么宝贝 能吃吗 好不好吃 一个瓶子 王复明黑黑黑地 从口袋中 掏出一个棕色的玻璃瓶 卢吐宇借过玻璃瓶一看 一个装货箱蒸汽水的玻璃瓶 里边还有几滴残留的液体 这瓶子不多的是 你不懂 王复明解释道 在捡到他的第一刻 在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这个东西叫做神秘漂流瓶 他的主人是我 把他丢进海里 漂流瓶将会被任意一个 指定的生物寻找到 只有指定的人 以及你自己才能捡到 真的假的 卢吐宇研究了半天 也没研究出一个所以然来 在他眼里 就是一个普通的玻璃瓶罢了 卢吐宇摸了摸下巴 琢磨了一阵 没有研究出什么 把瓶子重新递了过去 富士山都直接爆发了 出现超自然特性的物品 也不是不能想象 要不要上交给国家 王复明问道 你要是想得一面锦旗 再加上五百块钱 你就上交好了 卢吐宇挪了挪嘴 我的建议是 你留着当宝贝 王复明道 要不我们把漂流瓶发送给16号神秘区的那一位小哥 写一封信过去 网上沸沸扬扬的 富士山的爆发和7号神秘区的灭亡关联很大 让他注意一点 千万别挂了呀 王复明一开始还有些不舍的 他捡到的这个瓶子或许非常稀有 值不少钱 但转眼一想 所谓神秘漂流瓶已经认主 在其他人眼里就是个普通瓶子 一直珍藏着 这个瓶子的意义又在哪里 如果真的能寻找到海市蜃楼中的小哥 王复明心血来潮的想要当一回乐子人 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在信中写些什么 这漂流瓶只能保证送到 只不定要很长很长时间 几个月几年都说不定啊 信息是有时效性的 写点什么好呢 卢土宇摸了摸下巴 脸上露出你懂的笑容 写啥都行 问他吃得怎么样 睡得怎么样 我觉得吧 除了信件之外 还得记几张照片过去 解决一下他的生理问题 俗话说得好 九族范宝斯新号新号 我怕他突然发疯 跳海自杀 连累到我们 王复明做出一个恍然大悟的神情 明白 现在最流行的女优 还是苍老师吗 怎么还苍老师啊 人家都退休了 孩子都有了 留点口的好不好 卢土宇略有些无语 现在流行的是谁老师 英老师 也不知道那些妹子 到底怎么样了 哎 偶尔 偶尔看看 我都有老婆女儿了 哪里比得上你们这些单身汉 王复明清了清嗓子 装作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但这个事情 影响会不会不太好 万一 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怎么办 我女儿可是天天盯着天上看 他在幼儿园的年纪 总不能让他看这些 卢土宇黑黑黑的笑道 废话 你就不能在信件中 说得清楚一些吗 让他躲在帐篷里 别在沙滩上打 当天夜里 俩人勾肩搭背 顺带着还喝了点小酒 兴致高涨 在灾难当中 没有了房贷 也不需要鸡娃 赚来的钱立刻花了 与外国人疯狂闻动 这日子 就是莫名其妙的舒坦 将塞的满满当当的漂流瓶 丢进附近的一条河流当中 年轻就是好啊 一晃这么多年 我的启蒙老师已经退休了 新上任的也挺好 又白又嫩 可惜没有下一任了 打印个照片 居然这么贵 六百块一张海报 真贪娘的离谱 搞黄色当然贵了 看那老板的眼神 他说 冒着犯罪的风险 给我们打印 还有点空间 塞点要进去 再塞点阿莫西林 投包也塞点进去 塞不下了 再塞这瓶子 都要沉了 浪涛一卷 漂流瓶绽放出一阵亮光 顿时无影无踪 前往未知的远方 16号神秘区 力量爆发 一个全新的超能力 只要十点属性 就能够得到它 同走无期 百分之五十 至百分之五千的力量增幅 具体得看个人资质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图标 张明兴奋的全身发抖 满脸通红 原来如此啊 我吃了它们的肉 不但能获得属性点 还能获得它们身上的超能力 我老张 实在太强大了 张明心中感慨着 人生的无常 昨天的他 因为饥寒交迫 想要成为一只渺小的士可浪 今天的他意气风发 重新进化成斗战圣佛 一切都是螃蟹腿 带来的改变 其实他什么都不是 他是一只薛定恶的猫 顺风牛逼 逆风傻逼罢了 所谓命运 便是不可捉摸的 指不定明日又出现什么变故 导致他再一次退化成士可浪 又或者未来发生重大转折 让他进化成太迪金 不过话说回来了 吃饱了的他 现在确实有点想念 粉红色IP中 阴歌厌舞了 九族范宝斯 星号星号嘛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嘿嘿 所以 趁着今日是斗战圣佛 属实应该骂一骂 那该死的老天爷 草尼玛的世界 干TM的宇宙 精神之加一 没有考虑多久 张明选择了激活力量爆发 十个属性点的代价 哪怕只有最低50%的力量增幅 也算不上亏 一段操作后 总属性变成了141点 张明深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眼睛 一股明明的顿雾 出现在脑海当中 在这一瞬间 他仿佛变成了一只对天对地 趾高气昂的巨大螃蟹 那伟岸的钳子 是他对抗敌人的神兵力气 为了战胜天敌 螃蟹孜孜不倦地锻炼着自己的麒麟臂 试图加断世间的一切 加断 松开 再次加断 在这一张一合 一松一紧 一呼一息间 张明感悟到了一个 玄奥复杂的热力回路 正在自己体内缓慢地生成 从过程到答案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变化 都显得如此简洁 充斥着一种来源于大自然的美感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答案实在太骨感了 难以用人类贫乏的言语文字来形容 至少当前的张明 没办法描述力量爆发这一能力的原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过神后 他发现自己拥有了这种能力 仿佛多了一种本能 如同正常人会弹跳 会奔跑 会用五指抓东西 会眨眼睛 会呼吸 这些不需要太多的学习 在激活力量爆发的时候 体内会产生一股神秘的热流 对肌肉进行一系列的强化 至于这股热流到底是什么 张明研究了很久 最终选择放弃治疗 用力地打出几拳 在动用力量爆发后 确实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增强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抓东西是人的本能 但人类却用灵活的手指 演化出了各种手艺活 写字 雕刻 木匠 铁匠等等 同样的道理 力量爆发能力可用于身体的各处可控肌肉 手臂 手腕 手指 小腿 大腿 甚至可以是眼皮 有着相当高的可开发潜力 高高的跳了几下 增幅大概是50%左右 且消耗的体能颇大 连续爆发了五次 出现了肌肉酸痛的迹象 果然只有保底收益 50% 不过用得好 完全能弥补试颠属性的损耗 而且属性这个东西 多吃点螃蟹肉不就回来了吗 不亏 干完最后一口可乐 张明心满意足地扑灭了篝火 往通红的木炭上 盖了一层厚厚的草木灰 又盖上一块铁皮 以避免火种被夜间的潮湿给浇灭 钻回到帐篷当中 将感知属性拉到60点 直接睡觉 几乎秒睡 算是来到这里之后 最踏实舒服的一夜 张明迷迷糊糊中做了一个梦 梦见摊涂上的螃蟹 变成了自己的固定韭菜园 每天都要去院子里 收割一条螃蟹腿 久而久之 它越来越强壮 球节的肌肉与骨骼 随着呼吸开合起落 隐藏着可怕的力量 体型更是成长到了十米 四个姚明那么高 向下轻轻一抓 便轻松拿捏住了一只螃蟹 而螃蟹群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生活习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出现严重的内讧 每当张明踏入他们的领地 就会有旁间主动跳出来 卸掉其他螃蟹的一条腿 因为只要卸掉同伴的腿 他们的腿就能得到保存 当然 也有一些螃蟹勇士联合起来 想要发动一次次奇袭 却被螃蟹告密 暴露了身份 丢失了自己的腿子 于是 演绎出了一副 感人至深的世间悲剧 咕噜噜开水沸腾的声音 螃蟹与勇士的内斗 以及张明治邪治恶的笑声 在梦中显得无比真实 到最后 终于有螃蟹勇士挺身而出 恶狠狠地加断了老张的宝贝 啊 张明一脸惊恐地从睡梦中醒来 摸了摸下半身 发现自己传宗接待的工具 仍然存在 才重重松了一口气 摸了摸行李箱上的螃蟹腿 情不自禁地啃了一口 真香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神情一动 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在几十米开外 稀稀苏苏地响动着 他以极快的速度 抓住了身边的金属水管 有个东西 就在自己的帐篷附近 咔嚓 咔嚓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不会是螃蟹找上门来了吧 张明咽了口唾沫 拉开拉链的缝隙 悄悄对外看了一眼 心脏重重一跳 好大 好大的 一只龟呀 一只大海龟 全世界的目光 再一次集中在 十六号海市蜃楼 昨天夜里 富士山火山的爆发 给扶桑国带来了巨额伤亡 也给想象力 丰富的网友们 带来了无穷联想 神秘区中的人类的存活 居然和本土的命运 产生了关联 这便是国运啊 即便扶桑没有灭国 也大幅衰弱了 还得尽快转移人口 上帝是在挑选末日中 最后留存的种族吗 这个猜想实在是太可怕了 因为外界根本无法影响到 神秘区中的人类 哪怕这些人遇到危险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亡 更令人恼怒的是 有些团队还在闹内讧 为了一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 吵得脸红脖子粗 于是 一群暴躁的网民 开始疯狂人肉 准备把这些内讧者的家人找出来 直接杀了 手里有枪 墙外的暴躁老个 真的会暴起杀人 于是 这波热议的浪潮 直接压过了全球灾难 最近新闻 所有被困扯的家属 已经被政府紧急保护 参议院法律委员会 颁布紧急法律 人肉行为将触犯刑法 一些关键词已被紧急封锁 还我言论自由 这是小号 我的账号已经被政府封杀 我宣布永远退出蓝鸟 疯狂的骂战 很快上升到了街头游行的地步 不过这股浪潮 没有影响到大夏国 毕竟十六区只有一个人 想要内讧也没办法 十六个海市蜃楼 现在只剩下十五个了 原先的七号海市蜃楼 人员全部死亡后 再也没有出现 但依旧可以解释为一个巧合 因为富士山本来就已经要爆发了 早一天 晚一天都有可能 说不定真的只是一个巧合 快看 十六号神秘区的那一位 遇到大麻烦了 全球网友对这些奇异的生物 下意识地紧绷神经 很好 他马上就要被那只海龟给吃掉 幸好我已经润出来了 就算东方爆发灾难 也影响不了我 下一波灾难 将发生在大夏国 是地震还是火山 要是真的发生了 我给大家发一波红包 部分群体开始了集体狂欢 幸灾乐祸 挖上一片 牛的兄弟 V我50 证明一下实力 牛的兄弟 V我50 证明一下实力 对线大军们立刻到场 在网络上和阴阳人们热烈交战 彼得 格里尔教授怎么看 过了好一阵子 超心理学专家 彼得 格里尔姗姗来迟 发表新的推文 抱歉 我们对于这些天的事故研究了很久 暂时没有太好的结论 站在科学的角度 富士山火山喷发 单一的例子是没有可靠性的 可以认为是一种巧合 但如果某一神秘区中的团队再次团灭 同时其母国发生灾难 这便不是巧合了 国运说 也就得到了论证 各位 大家要知道 这些海事渗楼 是上帝带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 当16个海事渗楼中的人类 全部死亡之际 便是全球末日天灾到来的那一刻 任何一个团队的死亡都不是好事 世界末日 并不值得期待 但不管彼得 格里尔怎么苦心劝道 末日狂欢的氛围 依然在蔓延 各种暴论不断 不得不承认 人类群体就是这样的 人类群体并非理性 群体的精神状态冲动 亦便 易怒 群体的行动侠 专制与保守 如果用一个确切的名词来形容 那便是 乌合之众 和国外的阴阳怪气不同 全国人民压力山大的盯着天空 有能力翻墙的 正在激情兑现 却也时刻关注着 16号神秘区的动向 万一神秘区中的幸存者 真的关系到冥冥中的气韵呢 特殊事务处理部门 李先锋盯着天空中的场景 满脸通红 就差点大吼出来了 就算你有超能力 就算你打败了螃蟹 也千万别去招惹那大海龟啊 千万别 16号神秘区 岛屿边缘 大海龟脚掌如同蒋液 通体棕色 脖子点缀着斑点花纹 乌黑的眼睛 硕大而又明亮 从长相上看 这只大海龟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 憨厚朴实气质 这世界可真是疯狂 水刚大的螃蟹 卡车那么大的海龟 张鸣躲在帐篷当中 悄悄打亮着对方 海龟对着地上的螃蟹壳 便一顿乱咬 咔嚓咔嚓的咀嚼声 就是从他嘴里传出的 那一张龟脸 居然露出一副 极致享受的狂热表情 即便螃蟹壳当中 一点肉都没有 却吃得停不下来 连带着地上的草皮 都被啃掉了 看着他那一副快乐的模样 就连张鸣自己 都不自觉地分泌唾沫 但这又算什么 这海龟在吃餐厨垃圾 我知道螃蟹很好吃 但那只是可没有肉 醒醒海龟 你赶紧走吧 吃完了你快点走吧 张鸣握紧了金属管 手心微微出汗 卡车那么大的海龟 他根本不敢招惹 只能在不停地 祈祷对方赶紧离开 海龟这种生物 应该不至于吃人 下一瞬间 巨龟感受到了 张鸣隐晦的目光 硕大的脑袋转了过来 两只黑溜溜的眼睛 看向帐篷的方向 他刚刚吃得太爽了 有些忽略了周边环境 空气陷入了凝滞 诡异的沉默 酝酿的愈发浓郁 好似暴风雨前的恐怖宁静 张鸣紧张的步行 躲在帐篷当中 不断调整属性 体魄不断上涨 瞥了一眼剩下的螃蟹腿 万一那海龟冲过来 我就把剩下的螃蟹腿丢出去 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自己快速跑路 暴风前夕的每一秒 都如此漫长 张鸣额头上的汗水 越来越多 脑补着一个个作战方案 下一瞬间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巨龟后退了几步 越来越疑惑 突然间两只眼睛瞪的魂元 做出一个极为慌张惊恐的表情 至于为什么张鸣认为 这个表情是惊恐 因为那海龟实在过于人性化 他严重怀疑 这次进化出了微妙的智慧 巨大的海龟 将自己的脑袋 慢慢缩了回去 他在害怕 他 他咋回事 就在张鸣心中震撼的下一秒 海龟 动了 他缩着头 两条后腿挪动着 一点一点转动龟壳 就像转动一个不太灵活的陀螺 待脑袋转向沙滩方向后 撒开脚丫子 开始夺命狂奔 四条滑桨一样的大腿 左右开弓 朝着海洋狂奔去 咚咚咚咚 那场景显得如此奇特 导致张鸣的眼球都快突出来了 差点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他逃了 他居然逃了 他不用看路的吗 他不怕撞到大树吗 好不优雅呀 海龟一路横冲直撞 在灌木丛中留下一条重重的压痕 就连张鸣刻意不自在的椰子防护大阵 都被撞飞了好几个 谁说鬼跑不过兔子的 过了两秒钟 张鸣才反应过来 从帐篷中跳出 在龟屁股后大声叫唤 喂 你能不能分我一点龟肉啊 你身上有什么样的能力 给我一点吧 哪怕一口肉也好啊 我张鸣想要和你 付好朋友 求你了 别逃这么快啊 十分钟后 张鸣终究没有追击逃跑的属性点 对方逃跑是一回事 自己追上去 能不能打过是另外一回事 千万别低估了这些变异生物的临死反扑能力 但这件事也给张鸣提了个醒 带着气味的食物 必须妥当储存 哪怕食物的残渣也得及时收拾干净 丢得越远越好 最好是丢到海洋当中 这一次是一只胆小贪吃龟 下一次只不定是什么妖魔鬼怪 返回去吃了几口螃蟹肉 真香 美好的一天 再一次开始了 分配了一下属性点 体魄 47分之47感知 33分之33精神 32分之27 寿命29分之24 总属性 141能力 力量爆发 以激活 身处的环境并不算太友好 但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说不上是期待 只是单纯保住狗命罢了 张鸣认真思考着 今天到底应该做什么 是继续去打螃蟹 还是掏鸟蛋 还是寻找另外的变异生命 还是探索岛屿中央地带的终极奥秘 理论上 只要这些变异生命拥有超能力 便能够通过进食的方式 转移到自己身上 只要身怀100个1000个超能力 还不是飞天走地 肉身皆核弹 一拳爆心 我的后期能力可以的 只要我后期起来了 什么怪物都能打得过 然后 毅然选择了 继续打螃蟹 认真脸 因为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 一级的时候打小螃蟹 十级的时候打大螃蟹 100级打超螃蟹 1000级打仙人 螃蟹 10000级打神无敌 螃蟹 作为人类 便逃不过复读机定律 他 必须要打螃蟹 嗨嗨 说正经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 张明现在的战斗技巧 烂倒没办法看 在过去 他的职业是一名程序员 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 从小到大 打得最凶的一架 是幼儿园时期 踢了别人的蛋蛋 那可怜的小朋友 假惺惺地哀嚎了半个小时 然后老师惩罚他 在墙角罚站了半天 最终还要点头哈腰地道歉 从那时候起 他便学会了一个道理 不能打人 要是挨打了 就躺在地上大哭特哭 就算不严重 也要装作很严重 现如今 哪怕经过属性面板的加持 他或许比贝爷还要强壮 但让他老张 用双手掐死一只鳄鱼 万万无法做到 所以 欺负一下手下败将 能够搅和一些螃蟹腿 便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愉快地决定 猛地一拍手 公寓善骑士 必先立齐气 花费半个小时 完善了自己的战斗工具 把一条蓝色的连衣裙 切成了长条 编成绳子 用绳子将螃蟹腿尖尖的一部分 与金属管牢牢捆绑在了一起 这便形成了一把坚固的长矛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所以先把这些衣服全部销毁 其实他觉得 女人的衣服没啥用 一旦穿女装在沙滩上奔跑 说明人已经疯了 精神加一 兴奋地挥舞了几下 新鲜出炉的长矛 用起来颇为顺手 尖锐程度也相当不错 如果用来攻击人体 一扎就是一个血窟窿 然后 张明坐在一块石头上 开始思索更加安全的作战方式 像昨天那样鲁莽形势 安全性不高 效率又低 属实不太行 颅内模拟战斗了一番 总感觉眨眼睛 泼开水等各种方法过于离谱 万一失败了 螃蟹失去的是一条腿 我失去的可是一条命啊 灰白的记忆片段 从脑海中飞速翻过 张明努力回想着 贝爷 得爷 澳洲小哥的生存题材 看视频的时候 只是觉得这群人很有趣 挨饿很厉害 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到 自己会在某一天 用上这些知识呢 渐渐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出现在脑海当中 陷阱 面对面的肉搏 容错率实在太低 在无人照顾的荒野 受伤意味着死亡 但是 我可以制作陷阱啊 我能通过调整 属性的方式 疯狂增长力气 只要推几个大椰子到巨石上 等螃蟹追杀上来 再把大椰子 恶狠狠推下去 利用椰子数百千克的重量 将其压垮 这个计划 容错率很高 也不需要近距离战斗 不愧是我才能想到的天才方案 思考完整个方案后 张明深深吸了几口气 带着长毛 熊啾啾气昂昂地出发了 一个小时后 椰子陷阱 制作完毕 为了保险起见 他特地将三个大椰子 搬上巨石 每一个椰子 都有三四百斤的重量 张明休息了半个小时 恢复了一些体力 小心翼翼地摸到了那一片 螃蟹韭菜园 大群大群的螃蟹在滩图上 快活地吐着气泡 挖着泥巴 老远就听到一片 哔哩哔哔哔哔哔哔的声音 你们的主人在此 张明很想当着螃蟹群的面 豪气万丈地大声叫唤出来 可是 他不敢 他只能趴在草丛当中 猥琐发育 地球事件 16号海市圣楼中的大海龟 居然逃跑了 有惊无险的一幕 让国内的很多关注者 都松了一口气 再接下来 那位被困孤岛的小哥 选择了最为熟悉的路线 打螃蟹 螃蟹虽然体型如同妖怪 但一回生 二回熟 只要准备好陷阱 猎杀的难度应当不大 希望他能够狩猎成功吧 别再让我提心吊胆的了 刚当心脏 都快跳出来了 我妈妈说 要去庙里为他去念经 让佛祖保佑平安 真是令人无语 有一点心理安慰也是好的 心脏受不了 就别盯着天上看了 和国内的一片轻松相比 国外的言论 反倒是失望与失弱居多 人们只想看到血流成河 特别是墙外舆论 一直不怎么友好的情况下 抱着这种心态的人就更多了 关注其他的海市蜃楼吧 16号的那一位 一时半会 应该死不掉了 没想到那海归那么怂 白长这么大的头 可惜啊 只要大下国爆发天灾 就发红包的那一位 人没了 似乎是受到大量举报 账号被直接禁言 不过小黑子们 又发明了新的角度 超能力低级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的力气很大 虽然我不知道 那些椰子到底有多重 总不至于是空心泡沫吧 可能有数百千克 我认为 它可能有力量方面的某种超能力 肉体能力 是比较低级的能力 地球上也出现了 占据人口总量 百万分之一左右的超能力者 也及十亿人当中一千人 全球加起来也不少了 这数千人当中 基本上全都是肉体能力 具体表现为怪力 急跑 感知超长 肢体再生 超级免疫等等 对比起神秘区中出现的漂浮 隐身 操控火焰等能力 肉体能力看上去确实低级了一些 对线大军虽持弹道 那个看上去很高级的 会隐身的扶桑人 已经死在七号神秘区了 能力高级 又有什么用 超能力 只不过是次要的 聪明的头脑 冷静的决策 与挨恶的天赋 更加重要 我看16号就是个胆小鬼 根本就不敢离开熟悉环境 他就是个懦夫 这也能喷 你以为是大型真人秀呢 我可去你马 你行你上啊 超能力的高级与否 变成了兑现的重要话题 一部分人认为 这证明着上帝的偏爱 还有一小部分人觉得 能力好用就行 高不高级 有意义吗 所谓的高级 也只是网民自嗨罢了 根本就没什么评判标准 就在这千呼万唤中 受到千万人关注的彼得 格利尔教授 发表了新的推文 各位朋友 肉体层面的能力 分布相对广泛 但以数量来分辨 超能力的优劣 是不科学的 人类的数量 远远比老虎更多 难道人类比老虎低级吗 判断能力优劣 得看它带来多大的生存价值 16号神秘区的这位先生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选择熟悉的生存方式 是合适的选择 哪怕他接下来每天都吃螃蟹 等待外界的救援 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反而会赞赏他的机制 认清自己的能力 忍受孤独 不视为一种优秀品质 另外 希望大家多关注现实 随着富士山火山的爆发 扶桑国的生存环境堪忧 上一难民有待救援 关注现实 关注脚下 谈及这个话题 喷子就更多了 简直都倒数不过来 因为大家当前的生活都不好过 上网只是来找点乐子 发泄一下内心苦闷 就连这位著名的教授本人 也被喷了 很多人让他多捐点款 别在这里当道德警察 附近有个化工厂泄露了 政府为什么还不处理 救援队呢 想要把我们全都堵死吗 铁路瘫痪了 我还在火车上 法克都已经两天两夜了 我们这一火车的食物已经耗尽 你们都去援救扶桑人 谁来援救一下我 针锋相对 无时无刻不在 墙外的生活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16号神秘区静悄悄 张明趴在草丛中 耐心等待着 他假装自己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 正在进行大量的炉内训练 但复杂的心理活动 出卖了他的想法 一只螃蟹落单了 好机会 看我勾引他 精神值 加一加一 一个散发着甜美气息的小贝壳 丢了出去 不过呆呆傻傻的螃蟹 并没有察觉 只是站在原地 津津有味地啃水草 焦急地等待了五分钟 张明心中一凉 那螃蟹居然跑回去了 精神值 一一一 他又回来了 精神值加一 他又TM跑回去了 精神值 一一一一一 张明总感觉 螃蟹正在故意玩弄自己 精神值跳动的过程 就像过山车似的 来回起伏 让自己心浮气躁 别他们看属性面板了 只要我不看 就当做这个属性 根本不存在 趁着一次机会 他又拿起小贝壳 丢了出去 啪哒 一只体积中等的螃蟹 听到贝壳落水的声音后 移动了一下身体 两只乌黑的眼睛转悠了一圈 他哔哔哔哔吐着泡泡 装作一副若无其事 啥都没发现的样子 趁着同伴不注意 悄悄伸出钳子 将贝壳夹断 咔嚓一声轻响 螃蟹两个黑眼球动来动去 一副喜笑颜开的模样 匆匆忙忙把贝壳肉塞进嘴里 张明大喜 喜欢吃毒食是吧 我就喜欢你吃毒食的样子 他又看到一个小贝壳 从草丛中跳了出来 又伸出钳子 想要将贝壳夹断 但千钧一发之际 贝壳居然向后跳动了一小步 螃蟹又想去夹 贝壳又移动了一步 于是就这样 螃蟹越走越远 钻进草丛当中 紧接着 他乌黑的眼睛瞪直了 好大 好大的一团肥肉 散发着难以拒绝的诱人香气 绝 是 没 喂 他哔哩哔哔哩的声音越来越大 狂热地伸出钳子 试图夹住这块肥肉 碧蓝成澈的天空之下 金碧辉煌的沙滩之上 一人一蟹 一前一后 高速移动 沿路扬起大量的尘埃 人 是普普通通的人 蟹 是妖魔鬼怪的蟹 至于地球上的围观人群 更是心虚各异 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 有为之担心的 也有暗中幸灾乐祸的 啊 他要被夹住了 这家伙马上就要给螃蟹逮住 届时 他将迎来人生中最为悲惨的一刻 我发起了一场全民投票 你认为十六区的这位先生 是否会死在这一次的狩猎当中 Yes No 还真的有一大堆人哗啦啦地涌过去投票 好像所谓的民主投票 真的能决定什么一样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狩猎专家 野外求生大师西蒙森 在东非大草原上狩猎过大象 犀牛 狮子 猎狗等猎物 今天由我给大家带来海市蜃楼的观看直播 最重要的问题 十六区的哥们会被逮住吗 这位名叫西蒙森的主播 成为了流量风口上的猪 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栏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观众超过十万 还有不断暴涨的趋势 他脸色红润的说道 我认为不会 你们看 螃蟹是横着爬行的 当他们从高速爬行中发动突然袭击 必须调整自己的方向 才能让自己巨大的钳子夹住东西 这一点时间差足以让十六区的这位哥们逃离 甚至我觉得 他其实相当的游刃有余 他在通过身体诱惑那只螃蟹 进入到他预设的陷阱当中 弹幕上有人问道 西蒙森 他的死亡率是多少 你认为他什么时候死去 民主投票认为 他会被螃蟹夹死 西蒙森嗜笑道 哥们 世界是物质的 民主投票没用 不管你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咒骂没有任何意义 他敢狩猎螃蟹 就说明他有信心 张明 确实在吊着螃蟹的胃口 故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既不跑得太远 也不敢离得太近 但游刃有余 其实也说不上 力量爆发 最高能达到百分之五千的力量增幅 被钳子加一下 可就万事皆休了 快速奔跑到巨石边缘 张明黑的一声 双腿肌肉猛然发力 高高向上跃起 这一下 直接蹦跆了四米多高 跳到了巨石之上 来啊 上来啊 张明不断挥手挑衅 甚至用长矛跃跃欲试地敲打 神情却是高度紧张 他并不确定其他的螃蟹 会不会跟过来 一旦遭受敌方大军围攻 等同于黄泉的大门 再向他开启 必须速战速决 而那横着走路的螃蟹 看到那肥肉在石头上大声叫嚣 似乎愣了一下 他或许想不通 对方明明这么普通 为何能这么自信 嘴里的声音 停了那么一秒钟 但也没多思考 螃蟹只觉得 对方只是稍稍会反抗的食物罢了 再一次鼻里的大叫一声 沿着石头快速攀爬 等螃蟹爬到一半 便看到一个巨大的椰子 从天而降 顿时梦了 他慌乱地想用钳子去加断椰子 但无奈 椰子的重量已经压了上来 三百多斤的重量压上 攀爬到一半的螃蟹支撑不住 鼻里一声大叫 与椰子一同滚落在地上 计划成功了 张明的精神高度集中 也不知道对方的状态如何 立刻推着第二个椰子 往下奋力砸去 三百斤的重量 自由落 又是听到东的一声巨响 这一次 巨大的椰子正中把星 硬翘他献下去的声音 显得分外沉闷 突然间 底下传来一阵尖锐的叫声 B 这一声显得如此不同 尖锐细长 如同哨子奸笑 一声接着一声 让张明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怎么回事 他在呼唤同伴 他一定在呼唤同伴 我只要你的一条腿 你居然想要我的命 张明额头冒汗 心脏狂跳 听到螃蟹叫得越来越响亮 目入胸光 直接从石头上高高跃下 举起巨大的椰子 就往它翻开的肚子上乱砸 力量爆发 手臂上的血管一条条凸起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大椰子被高高举起 重重砸下 啪 力量爆发 啪 每当螃蟹传出尖锐的叫声 迎面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椰子 就这样 连续砸了五六次 多次力量爆发 让张明肌肉酸痛 短短十几秒的时光 汗水浸透了衣裳 刚刚的一幕幕 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惧 反而有一股来源于荒谷时代的狂暴 充斥在胸腔当中 那是植入人类血脉深处的基因 张明不由地回想起到 刀根火中的远古时代 人类的先祖 便是凭借强大的战力 在原始世界杀出一片天 而不像现代人躺在床上 喝可乐当肥宅 俨然忘却了恐怖直立员的称号 精神 三十二分之三十二 你刚刚狂暴了 汹涌的肾上腺素 让你忘却了害怕与痛苦 张明 那螃蟹八脚朝天地躺在地上 肚子凹陷进去好几块 尖叫声荡然无存 哥 屁了 张明心中又惊又喜 却不敢大意 用随身携带的长毛戳了几下 我原本 只想要你的一条腿 谁让你呼唤同伴 欢呼一声 他终于战胜了新手村的第一个生物 数百斤的超大螃蟹 那蟹黄蟹膏 一定非常好吃吧 这么多的肉啊 张明幸福地揉了揉酸痛的胳膊 不知道能给我带来多少属性点 没有冰箱也没有冷库 如何保存螃蟹肉 是个大问题啊 虽然这个地方的螃蟹多的是 但是 浪费可耻 浪费可耻 赶紧开溜 抱着死掉了的大螃蟹 张明一溜烟地逃跑 脸上的神情 简直笑开花 发达了 当天夜里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处理了这只大螃蟹 那一片片晶莹剔透的蟹肉 厚厚地摊开 一滴滴脆 灿如星辰的汁水 裹在肉中 居然熬出了些许乳白色的脂肪 随着炭火的持续烧烤 蟹肉纤维一根根的碎裂 混着白色的鲜美雾气 令人垂涎欲滴 今日不水煮了 直接探考 张明美滋滋地想用蟹黄与蟹肉 加了一点方便面佐料 沉迷其中 不能自拔 真是人间美味啊 昨天是因为肚子太饿 只要是个能吃的东西 都会觉得好吃 但今天肚子并不饿 他才敢确定 手中的螃蟹肉 绝对是真正的极品佳肴 大块大块的螃蟹肉 省去了包的步骤 烤熟了之后 鸡肉纤维有一种粗粒的感觉 野性的风味 久久萦绕在舌尖 张明吃得两眼发光 传说中的龙肝凤髓 也不过如此吧 如果放在地球 一定能卖出天价 这一口一百万 下一口也是一百万 蟹黄蟹肉入味 给身体带来一股灼热的暖流 形成新的属性点 不过 并没有带来新的能力 想来螃蟹身上 只有一种力量爆发 不管吃哪个部位的效果都差不多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播音员李先锋 今天由我给大家带来第一首的新闻 世界地震灾难仍在继续 物流中断 全球产业链危机 将成为确定性的定局 由于经济崩溃 各地区地缘矛盾持续扩大 非洲新号新号国国防部长表示 根据总统命令 军队已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 东非大坝断裂 受洪涝灾害影响的人口 达到千万人级别 专家认为 洪涝灾害之后的旱灾 将影响明年的粮食产出 带来巨大饥荒 人生啊 张明漠然无语 他其实无法想象 外边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他的印象中 世界成平已久 虽然偶有矛盾冲突 但还是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 然而 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天 世间已然变换了模样 瘟疫 战争 饥荒 死亡 天启四骑士 重新来到世间 以无可匹敌的姿态 肆虐全球 自然界的力量 真是恐怖如斯 波音员李先锋的声音 也显得有些沙哑 听得出他心力交瘁 下一则新闻 大厦国财政部 在政府预算草案报告显示 未来将累计投入50万亿发展资金 用于地震损失修缮 与超大型地下避难所的修建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与生命安全 抵抗八级大地震 将成为未来的建筑标配 在西部高原地区 建立12座超大型避难城市 张明有些发懵地吃着蟹黄 感觉自己鼻孔一热 差点流出鼻血 超大型避难城市 接下来的新闻中不仅仅是大厦国 其余大国的政府都不约而同地 修建起超大型避难所 所谓只具来潮 空穴来风 人类高层必然是得知了某些重要信息 才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要么就是 人类战争 真的有可能到来 张明揉了揉太阳穴 内心郁闷 战争 转移矛盾的最佳方式 一战 二战 为什么爆发 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 人类种族内部的矛盾激化 现如今 发生了世界级灾难 全球经济瘫痪 蛋糕迅速减小 甚至连可居住的地盘都不太够了 于是 便带来了世界大战的可能 特别是扶桑国这类国家 被火山搞得都要活不下去了 要是没有外界援助 怎么办 当然是打仗 抢地盘 打不过大国 还打不过小国吗 可千万别觉得 人类会同心协力 共同克服困难 在灾难当中 人类唯一不会做的就是种植成城 虽然张明是个局外人 哪怕人类把狗脑子都打出来 和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内心深处却平静不下来 喂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 远在海外的我 是不是得派一艘船救一救 张明欲哭无泪 仰天长叹 别着急打仗 先把我就回去啊 我上有老小 下还没有妻女 我想回归人类世界啊 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有任何人搭理他 接下来是惯例性的荒野求生常识 听众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介绍食物的长期储存方法 众所周知 一个人不吃食物能活一个星期以上 但带来的免疫能力下降 四肢无力等问题 将严重影响野外生存 在热带地区的雨季 旱季更是会影响到食物的获取来源 故而储存充沛的食物将有效降低风险 提高生存几率 在这里介绍干燥 研制 烟熏三种长期保存食物的方法 下面我们以螃蟹为例子 该如何保存吃不下的螃蟹肉 张明严重怀疑 天上的卫星在悄悄盯着自己 每当做到某一步的时候 广播就恰当好处地播放出了自己想要的内容 既然卫星能够看到我 为啥不派遣救援队呢 再不计 用无人机运送一些物资过来也可以啊 难道 他心中泛起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我陷入了楚门的世界 眉头紧锁地思考了一阵 觉得纠结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 因为自己获得超能力是真实可靠的 随时可以用出的力量爆发 岛上的巨大椰子树 手中的螃蟹肉也是真实存在的 张明并不认为 人类有这样的技术实力 只是为了演绎出戏 收音机中的内容 很可能是天上的卫星收集资料后 专家组精心归纳整理过的 今天是全球地震的第四天 残留在神秘区的这批人 要么处于饥饿状态 不可能有闲情雅致收听广播 要么已经解决了实物危机 所以专家组们在广播中 播放幸存者们需要的内容 当然超自然现象存在的世界 一切皆有可能 指不定有什么东西能看到我 张明认真评判着当前复杂状况 得到一个恐怖的结论 以后拉屎一定要在草丛中 就算有直播也不至于走光 否则回了家之后 被当作流氓看待 实在太可怕了 听着广播收拾螃蟹的残渣 这一次吸取了教训 准备把废料丢到海滨 潮水会将所有的垃圾全部卷走 忽然听到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从不远处响来 转过头一看 草丛中露出了一个光秃秃的海龟脑袋 那双乌溜溜的眼睛 看了营地里的火光一眼 似乎发现张明察觉到了他 立刻把脑袋缩进了壳里 原来是你啊 又想吃螃蟹 对吧 张明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白天逃走的那只大海龟 不是什么危险生物就好 但你鸭长得跟汽车一样大 还装自己是小可爱呢 躲在草丛中别人就看不到了是吧 你这叫掩耳盗铃 紧接着他深吸一口气 又发现草丛中居然趴着好几只大大小小的海龟 一双双眼睛滴溜溜地望着火堆上的烟熏螃蟹 最大的海龟有汽车那么大 最小的居然只有拳头大小 他们异常想吃 但这些食物是张明好不容易狩猎到的 他到现在还没有豢养宠物的生活条件 朕给你的才是你的 朕不给你不能抢 张明觉得有趣 毫不畏惧地瞪了过去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他瞪向哪只海龟 那只龟就会立刻害怕地把脑袋缩进壳里 不看他们了 又把脑袋重新探出来 滴溜溜地望着那一堆螃蟹 又看看食物的主人 于是张明干脆左右开弓 以一对多 目光就像机关枪一样疯狂地扫射 不一会儿 这些缩头乌龟全都缩进了龟壳当中 这些龟成精了 居然真的诞生了智慧 但又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一个个缩了头之后 就觉得别人看不到了 简直蠢得有些离谱啊 张明并没有伤害他们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朝着一只海龟丢了一片螃蟹的塞叶 果然 这只缩头乌龟没有经受住食物的诱惑 探出脑袋试探了一下 闻了闻 觉得挺香 张嘴就是一口巴唧巴唧地吃了起来 它吃地好香啊 简直就是葫芦吞枣 生怕被同伴抢走 其他的缩头乌龟 闻到了那一股来源于螃蟹的香味 隐隐有所异动 它们的食谱当中自然也有螃蟹 但那些螃蟹拥有力量爆发的能力 战力不凡 一般情况下 海龟们很少能够吃到 张明黑黑怪笑了一声 心情愈发愉悦 回想起不知道是某某人说过的一句话 凡有的还要加给它 叫它有鱼 没有的连它所有的也要夺去 于是 它开始不停地喂食同一只龟 让那只龟吃得更爽 其余的龟愈发幽怨 把脑袋重新伸了出来 一脸哀愁地看着 为什么我们没得吃啊 为什么只喂它 有一只特别贪吃的 把脖子伸得老长老长 眼看着即将吃到螃蟹废渣 却发现这一块肉又丢给了另一只 它长长的脖子一直摇晃 嘴巴一张一合 被戏弄了几次后 那眼睛简直梦了 就那么傻傻地待在了那里 到最后嘴巴还张开着 阿吴 精神值加一吃吧吃吧 大家都有 看来 你们生活的也不容易 张明玩弄了一阵子成精的海龟后 端着一大箱子的螃蟹壳废料 前往海边 而那些龟则一摇一摆跟了过来 有些胆怯可又一副经不住诱惑的样子 张明将抽屉里的壳使劲一洒 这些食物残渣纷纷扬扬扬 一股脑的倒在了海滨 又用海水冲洗了金属抽屉 转过头发现 海龟们已经在大块躲移了 他们对螃蟹情有独钟 就算是坚硬无比的螃蟹壳 也吃得非常起劲 仿佛蕴含着某种宝贵的元素 能够强健他们的身体 张明并没有贸然打扰 他们进食 津津有味地欣赏着 要么我也吃一点壳 简单的幸福啊 这快乐觅食的场景 反倒让他回想起了童年时期 爷爷养过的大黄狗 名字叫做望皮 一条普通的田园犬 黄色的皮毛油光发亮 毛茸茸的尾巴 就像鸡毛胆子似的 又大又蓬松 每次吃饭的时候 望皮就会摇着尾巴 在桌子旁边乞讨食物 那尾巴摇动的幅度 连带着屁股也在一起摇摆 丰富的表情 与搭拉下来的舌头 不停地讨好着 如果他是人类 一定能成为最好的歌舞厅演员 然而 爷爷在五年前去世了 黄狗更是在七年前就隔屁了 海龟们吃完了螃蟹 有些意犹未尽 对比他们的巨大体型 这些食物顶多只是零嘴 但他们却很开心 看得出 这一点小小的零食 对他们而言 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所有的食物吃完 海龟们踏着海浪游入大海 一路阿呜阿呜叫得很欢乐 其中几只龟还回过头 看了看孤苦伶仃 老张几眼 海滩上就只有一个人了 海浪涌动着 将一切的痕迹 冲洗得干干净净 张鸣沉默着 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远方的火光 又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突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情绪 他被困在了宇宙的边缘 这里空旷寂静 连一颗星星都没有 如同墨汁般的黑暗 将他团团包围 他的未来一片模糊 他的下半辈子 可能要和这些海龟作伴 而宇宙的正中心 恒星璀璨 热闹而又繁华 那是人类的主要活动区域 生活着他的亲朋好友 同事伙伴 就连那讨厌的满脸横肉的领导 在距离的影响下 也好像亲切可爱起来了 但不管张明如何努力 都只能够徘徊于宇宙边缘之外 人类的爱恨情仇 如同一幕无声的黑白电影 在他的眼前陆续上演 凭借他个人的力量 实在难以跨越天文数字般的距离 再也没办法回到群体当中 他不停地向前爬 向前奔跑 全都无济于事 直到最后的终结 张明猛地晃了晃脑袋 暂时摆脱了这种情绪 说不定 明天就有国家救援队了呢 可是 如果救援队迟迟迟没有来临呢 如果 神秘区比想象中的 更加可怕呢 这个疑问 在他脑海中迟迟未能得到解释 在解决食物 水 火 避难所之后 他遇到了新的问题 孤独 好大的螃蟹肉啊 那一片片的蟹肉 就像牛肉一样 吃起来一定非常美味吧 只不过是运气好 遇到了一座富饶的岛屿罢了 如果把他放到七号神秘区 他早就死地 骨头都不剩了 他在沙滩上写了什么 我刚刚用谷歌翻译了 上面写着 上好的螃蟹肉 十万元美金 不可能吧 难道他知道 外边有海市蜃楼 难道他能够和人类文明联系 还是因为 过于孤独 16号神秘区中 孤独求生者的故事 有些过于普世无华了 国外吃瓜群众的热情 也在慢慢消退 大部分人想看的是血流成河 而不是快乐美食 他们想看的是 幸存者死亡后 是否会牵连到其祖国 而不是苟且偷生 天天在沙滩附近摆烂 久而久之 除了几个孜孜不倦的小黑子外 关注量大幅减少 毕竟另外14个神秘区 矛盾冲突颇多 更加吸引人的眼球 当然了 16号神秘区 在大厦国内的关注度 依旧不减 全国人民 就像追电视连续剧一样 一天不追 心里痒痒 虽然电视剧的内容有些单调 但是 真实可靠 甚至可能影响到祖国的命运啊 苹果王老师认为 螃蟹肉可能会有点腥 如果用白酒浸泡 可能更加好吃 特级厨师李老师 发明了一种调味料 不管什么肉加一点 都好吃 荒岛螃蟹 到底什么味道这一话题 冲上热搜 人们纷纷发表言论 我也想去岛上生活几天啊 得了吧 天天待在荒岛 很寂寞的 不能玩手机 不能玩电脑 没有互联网 没有社交 你会在三天之内发疯 而且 真以为你能打得过螃蟹 与网民的单纯娱乐有所不同 国内外的科研工作者们 依旧将一部分精力 集中在16号神秘区 因为这位悠闲无聊的小哥 经常会在沙滩上 用树枝写一些文字 螃蟹肉很好吃 对肌肉的发育 有特殊效果 我变强了 这里的海龟诞生了智慧 喜欢吃螃蟹壳 我猜他们是 想要补盖 椰子美食又有哪些 海市蜃楼 毕竟不是4K高清屏幕 沙滩上的文字模模糊糊的 哪怕通过AI技术还原 有很多文字 只能靠猜测 但这一现象 已然引发了大量 科研工作人员的关注 难道他意识到了 海市蜃楼的存在 用沙滩上的文字 和人类世界沟通 又或者 他实在太孤独了 只是随便写写 想要发泄一通 大厦国特殊事务处理部 例行会议 李先锋坐在圆桌会议室的中心 圆桌边上坐着30多位各行各业的专家 见到所有人来骑 李先锋清了清嗓子 说道 各位 16号神秘区 张明的生存状态暂时稳定 这么多的螃蟹肉 晒干后 应该可以安然吃上一阵子了 他本人也不是那种热爱冒险的人 只要没有突发危机 问题应该不大 就算产生了突发危机 咱这里也没办法支援 只能听天由命了 桌子上摆放着近段时间调查到的所有资料 包括张明的个人档案 从幼儿园剃了某个人的蛋 初中考了多少分 再到通过高考独木桥 成为普普通通大学生 各种细节统统都有 简单一句话 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好啊 意味着经过严密的逻辑训练 不至于做出莫名其妙的降制举动 经过高考洗礼抗压能力 也不至于太差 要知道 神秘区中幸存者的表现 可能和世界灾难有关联 万一张明突然间发疯 暴毙 导致国家发生天灾 他们这一群人 虽不至于切服谢罪 但不管是自身 还是职责层面 都有重大过错 众人的电脑中 还存放了另外15个神秘区中 个人员的资料 由于大多是海外人员 资料的收集比较困难 完整性也不高 李先锋又道 除了16号神秘区还算安稳外 1号 3号 13号神秘区也比较安全 剩下的都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1号是一艘远洋豪华游轮 有3000名乘客 携带的食物能坚持一两个月 省一点使用 坚持三个月都不成问题 超能力者 更是有300名之多 人数多了 反倒形成平衡 只要没有怪物入侵事件 不至于出现团灭 3号是一艘大型游轮 由雇佣兵随传 雇佣兵自备枪支 食物配给也在一个月左右 虽有一些内讧 在强大的武力加持下 也还算安稳 13号是北冰洋探险队 乘坐一艘破冰船 前往北极探险 由于探险队的素质较高 暂时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风险 李先锋淡淡开口 情况比较危急的是 6号神秘区 以及15号神秘区 我们重点观察 这两个神秘区中的幸存者 是否会团灭 他们的国籍 在资料中有重点介绍 时刻关注这几个国家 是否会爆发灾难 15号神秘区 是一艘中等规模的渔船 原本在北海渔场捕鱼 随着灾难的爆发 突然间深陷大西洋神秘区 不幸的是 这艘渔船 可能撞击到了一个未知的硬物 底部进了水 在渔船快要沉没前 渔民们又发现了一座岛屿 急匆匆地赶过去 更不幸的是 岛屿上生存着大量的变异植物 可能还存在着置换类的花粉 不过一个星期的功夫 一行20余人中 已有三人精神发狂 主动冲进丛林 剩下的船员精神状态也不太对劲 至于六号神秘区 就更加令人绝望了 原先是一个大型海游钻井平台 总共有一百多位石油工人 在上边工作 但现在 这个平台正在缓慢的下沉当中 预计半个月内 将彻底沉入海水当中 根据海市渗楼中的画面 钻井平台并没有遭受到损伤 而是海水莫名其妙的升高 仿佛整个世界 要把这些被困者 给彻底吞没一样 无法理解的超自然现象 比物理层面的灾难更令人感到绝望 大体的信息就是这么些了 李先锋介绍完资料后 用手指轻轻敲击桌面 大家随便补充一下吧 畅所欲言 不必顾及 超自然时代 过去的经验都不准确 反倒是想象力最重要 很快 一位戴着眼镜的专家 名叫王玉恒 抛砖引遇到 当前可以确认 张明所在的16号神秘区 能够接收到卫星广播 而其余的15个神秘区 无法接收到广播 这个事实其实蛮奇怪的 嗯 确实奇怪 可能是地理位置特殊吧 李先锋点了点头 不过咱也没办法追究 现在的未解之谜太多了 王玉恒问道 张明在沙滩上 向我们询问椰子美食的制作方式 应该是试探卫星 能否观察到它的动向 需要发送相关的信息吗 陈寅片刻 李先锋皱着眉头道 可以将椰子食物的制作方式 混搭在各种美食资料里边 一起发送过去 但不能太过明显地让他知道 外界的海市蜃楼 可以看到他的一部分动向 为什么 因为这种事情 带来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了 一个正常人 要是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受到万众瞩目 甚至自己的生死存亡 和国家命运联系到一起 那心理压力实在大得可怕 考虑到张明从小到大 都是不张扬的性格 没有太大的必要 让他知道全部的真相 就算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呢 只会让张明刻意避开海滩 人类观察到的信息 反倒会减少 遇到危险 该死的还是要死 当然了 也不是说完全隐瞒 至少要让张明知道 人类大本营这边 能够勉强知道他的情况 并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 能形成这样一个默契 就足够了 在今后 他有什么新的发现 可以写在沙滩上 而我们通过广播 发送他需要的信息 这样一来 能实现直接的沟通 就这么讨论了一阵子 确定了接下来发送的广播内容后 李先锋微微点头 松了一口气 还有下一件重要事宜 关于神秘区的探索 救援工作 准备好了吗 很难 当前的地震依旧频繁 海上风浪较大 船只无法正常航行 唯有潜艇能勉强航行 一位年纪约莫50岁的军事专家 摇了摇头 解释道 但神秘区过于危险 潜艇跑过去 恐怕是有去无回的旅行 至于无人潜艇 据我所知 美国人已经发送了无人潜艇 但一进神秘区 这些机器直接失联了 只有16号神秘区是特殊的 能够传递卫星广播 但16号神秘区在哪呢 李先锋沉音片刻 轻敲桌子 办法总比困难多 既然电子设备会失联 就用长绳子把它拴住 等它失联了 就把它捞回来 再分析里面的数据 这种办法笨了点 但总比什么都不干 要来得更好一些 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 能分析出什么来 不能再这样干等着了 总得有人实地调查 那几位专家愁眉苦脸 摇头晃脑 顿觉压力山大 领导发布了任务 但自己家的水平自己清楚 经费又不多 死了人还要承担责任 咋办吗 近些天没有爆发强地震 海洋中的波涛 确实减小了一些 但人们对神秘区的认知 仅限于海市蜃楼 面对层出不穷的超自然现象 怎么准备 都不可能完全保证安全 就在大家讨论逐渐热烈的时候 李先锋 豁然发现自己的通讯器震动了一下 连忙点开一看 瞳孔收缩 轻轻咳嗽一声 事宜大火安静 各位 15号出事了 房间内的专家团队 纷纷停止讨论 一双双眼睛看向大屏幕 房间内的气氛 慢慢变得诡异起来 刚刚还以为是16号 差点心脏病发作 15与16 可是只有一字之差啊 同样是岛屿场景 只见15号海市蜃楼中的场景 出现了重大变化 那十几位被困在岛屿 精神状态不太好的渔民 一个个排成了队伍 面朝海市蜃楼 手舞足蹈地 做出一些扭曲的动作 千辉的云层之中 这些动作就像提线木偶般 充斥着一种僵硬的感觉 由于海市蜃楼的分辨率不高 难以看清楚 这些渔民脸上的表情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这群渔民 似乎在对着天空做动作 他们 他们疯了吗 李先锋并没有说话 总感觉这些动作 令他渗得慌 不像是人类能够做出来的 更像是机器人 或者说傀儡般的东西 随着这些舞蹈动作的持续 一个诡异的声音 如同蚂蚁爬行 慢慢涌上了人们的脑海 吸 吸吸 李先锋猛地愣了一下 揉了揉耳朵 吸吸的声音越来越大 他感觉自己的血液 正在慢慢变得冰冷 即便他知道 这个世界出现了很多科学 无法理解的超自然现象 但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奇怪的事 或者说 整个人类文明 也是第一次 那笑声 居然是从海市渗楼中 传过来的 李先锋汗如雨下 脑海急转 想要重新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但无奈那吸吸的怪笑声越来越大 占据了房间内所有人的脑海 渐渐的 渐渐的 他的身体开始不听使欢 想要做出和渔民一样的舞蹈动作 房间内的所有人 也同样做出相同的动作 然而就在这时 海市渗楼突然间变得模糊 最后变成了难以看清的 如同马赛开一样的图案 随着画面无法被分辨 脑海中嬉戏的怪笑声 消失了 李先锋从恍然中恢复神志 心脏的剧烈跳动 仿佛要从胸腔中破胸而出 大滴大滴的汗水湿透了衣裳 你们 你们刚刚听到笑声了吗 他发现自己的嗓音沙哑无比 听到了 根本就控制不住身体 自己动起来了 几乎停止了思考 除了恍然与恐惧 不过随着海市渗楼的模糊 我们 似乎被保护了 这些专家 一个个喘着粗气 心惊肉跳地看着彼此 诡异的场景 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 李先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深深地忧虑着 刚刚的那一幕场面 可能被全世界上亿人口看见了 引发的恐慌 可能不计其数 人类文明 其实建立在预期之上 人类作为一个群体 存续至今都依赖现世 来世 后代终将变好的信仰中 这是人类形成组织度的基础 也是为什么有信仰的军队 能跨越千山万水 腐朽堕落的队伍 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 如果失去了乐观的预期 如果知道 在有限的将来必然毁灭 连后代和来世都不能幸免 那人类立刻就会毁灭 幸好 海市渗楼及时模糊下去了 真的 有一个冥冥中的神灵吗 海市渗楼 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为了 给人类带来启示 李先锋咽了一口唾沫 鼓起勇气 再一次看向15号海市渗楼 如同马赛克一样的图案 那十多个渔民 手舞足蹈不停地扭动着 没有敌人 也没有什么外来灾难 就这样突然间发了疯 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紧张 又或者是面对未知的茫然恐惧 房间内鸦雀无声 这些科研工作者们 只是一个个全身冒着冷汗 秉着职业态度 努力分析着刚刚的一幕幕 你们有在画面中 发现不明生命题吗 还是说有什么寄生虫 暂时没有 15区就是受到这笑声攻击的吧 他们大概率完蛋了 只是海市渗楼的风险 又应该如何规避 神秘区中这样的危机可能不少 这些渔民扭动了半个小时 终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一个个倒在地上 就像是一条条大号的蛆虫 胡乱地翻滚着 他们慢慢地 慢慢地 如动进入了丛林 无声的海市渗楼 宛若静音的恐怖片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这画面的恐怖程度 其实还算能接受 世界上有着更多的人造恐怖 但一想起 这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 再加上刚刚那诡异的笑声 躲在地球上的人类 很难接受 更何况 15号神秘区所有幸存者死亡后 可能产生的严重性后果 李先锋抹了抹额头的汗水 低声道 这些是大安国的人吧 就算死了 确实是欧洲那边的 至于有没有影响 那就不得而知了 李先锋开始一个又一个地打电话 戒备可能发生的灾难 全球各地 只要是海市渗楼出现的区域 全都被笑声给波及了 他不知道 人类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厄运 只是感觉自己的心脏 被未知的命运 给恶狠狠地揪住了 这种沉重 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从对泥土的拔弄开始 人类认识到自身 创造万物的非凡能力 出生如光明照耀 死亡如黑夜降临 从理解万物 到理解自身 人类付出了太多太多 但现在 一切 已然推倒重来 人类引以为傲的理智 在未知面前 一文不值 又过了十分钟 灾难 真的传来了 真的来源于大昂国 天上的卫星 检测到了地震数据 众专家七嘴八舌地 讨论出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一个个的脸色 都相当严肃 欧洲大部星号电地区 北海油田 遭受9.7及强烈地震袭击 地质沿层遭受严重破坏 海量石油泄露到了海洋当中 北海气田 大约6000亿立方米到 1.5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与各种有毒气体 将可能泄露到大气层中 这一次泄露的甲烷 是北溪管道泄露的 1000至2000倍 李先锋全身站立 后果呢 影响到我们这边的后果是什么 这位头发花白的专家 咽了口唾沫 不假思索地解释道 甲烷的温室效应 是二氧化碳的120倍 随着地震频发 越来越多的甲烷泄漏 全球变暖已成定局 南北极冰川加速融化 海平面在未来十年 将上升60米 办公室内的气氛 显得有些冰冷 海平面上升60米 意味着全世界 最为富饶的沿海城市 将被完全淹没 大下国 自然 没有幸免的可能 这位专家又道 这样说吧 我国东部等地区 将成为一片汪洋 山东地势存在特殊性 所以 未来的山东 将会变成两个岛屿 到了这个程度 我国的一线城市 也只有深圳能够存留下来 东部地区的大量消失 不仅会影响 我国经济的发展 同时 粮食也将受到巨大影响 米饭也将成为奢侈品 大家未来准备 吃红薯土豆吧 内陆的苏俄 会出现暴雪 并且厚度 可能超过十米 而米国东部等地区 将会受到飓风 和海啸的侵蚀 另一部分 则变成荒无人烟的沙漠 不知道谁 冷不丁问了一句 世界还养得起 这么多的人口吗 过了老半天 才有人说道 很难 很难 养不起 那就得消灭人口 李先锋一口气堵在胸中 突然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人类伟大的尊严 被这一场灾难给击败了 末日悄无声息地降临 现在 如果真的抱着依靠核武器 人类就能够高枕无忧的想法 只能说是得了幼稚病 核武器或许会用于对内战争 他只是紧紧握着双拳 除了心中咒骂着该死的时代之外 什么都没办法做到 那全身上下的力气 一下子被抽离干净了 转过头看了一眼16号海市蜃楼 张明还在沙滩上 快乐地晾晒螃蟹肉 干净十足 不知不觉 心中又出现了一丝勇气 这么悲惨的环境 都活下来了 我们 只是困难一些 不至于丧失希望 举世震惊 15号神秘区中所有幸存者的死亡 与北海地震的爆发 前后只相差了10分钟 一次巧合 可以说是巧合 两次巧合 将是必然 更何况 海市蜃楼中出现的诡异笑声 至少有10亿人口遭受袭击 那毛骨悚然的笑声 已然超过了人类科学 所能认知的范畴 一旦被笑声控制住 几乎无法挣脱 若不是海市蜃楼 主动变得模糊 这一次的死伤 可能达到10位数 大规模的群体恐惧产生了 路面上的行人大幅减少 很多工厂停滞了生产 甚至连交战地带 都临时停止了相互交火 受到强地震的袭击 欧洲地带的网络彻底瘫痪了 只有天上的卫星网络还能使用 教授 末日到来了吗 地震摧毁了这边的一切 现在还有阵感 很害怕 谁来救救我 那笑声是怪物发出的吗 人类何去何从 真的可能血流成河 并影响到自己的时候 这些乐子人 想要不恐慌都不可能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著名的超心理学家 彼得格利尔 很快发表了一条新的推文 上帝拯救了我们 没有上帝的指引 我们俨然被恶魔杀死 但我们总是习惯于 螺旋上升的历史 而从未考虑过 螺旋下降的历史 太古代21亿年 远古代的震旦记 18亿3000万年 然后是古生代 韩武记7000万年 奥陶记6000万年 滞留记4000万年 尼盆记5000万年 石碳记650万年 二叠记5500万年 然后终生代开始了 三叠记3500万年 侏罗记5800万年 白恶记7000万年 然后是新生代 第三记6450万年 第四记250万年 然后人类出现 我们所存在的时间 相当于是一天24小时的 最后一分钟 我们对这个世界置之甚少 我们就是这样的生物 为了贪图便利 解决问题时 从不考虑与问题相对的一面 永远都只是按常理出牌 不喜欢考虑其他的特殊情况 除非出现了令人悲痛的事件 否则永远固不自封 不愿改变 一旦摆脱被动 就立刻重返 暴残首屈的怪圈 末日到来了吗 不 还没有 岂是尚未结束 我们会在灾难当中 联合起来吗 不 战争的脚步临近了 他正在扣响我的家门 这一段话 让很多网友沉默了 想要当喷子 却喷不出来 移居土地不断减守 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知道 对于大夏国内部而言 国家机器 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启动 掩盖了15号 海市渗罗的大部分图片资料 以减少那笑声 再一次出现的可能 一位专家被紧急调动 探讨北海地震 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当天夜里的六点钟 胖司机王复明所在的避难所 通过高音喇叭 播放着几条重要通知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促进国际信号信号 以解决国际属于经济 社会 文化 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大夏国防部宣布 在未来五年内 信号信号 3000万 有志于入信号 18至40岁的士林青年 均可通过全国信号信号网 进行网上报名 体检工作 将在一周之内正式展开 为了爱与和平 疯狂信号信号是吧 3000万 王复明叼着干瘪的香烟 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 还能有什么 那些大人物 被白天的笑声吓坏了呗 说不定真的要打仗了 他老王 自然也被白天的那一幕吓坏了 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 谁不行惊肉跳 好在 啥都没发生 新闻中的女主持人 娓娓道来 在这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年代 有必要增强军事方面的武装力量 第二条新闻 颁布碎人计划 招聘工人数量 1.3亿 预计在未来的十年内 在西部地区 修建128个内陆工业城区 300个超大型庇护所 1600个中型避难所 新增7万大坝 11600个储水湖泊 我们要在西部地区 建设新的江南水乡 未来的主要矛盾 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 以研究超自然现象为核心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需要延续种族 在艰难的未来中存续下来 故而 该计划代号碎人 王复明脸色煞白 避难所中的很多人 听到新闻后 也三三两两地交谈了起来 碎人计划 需求的工人数量 就有1.3亿 再加上家属 各种服务人员 也就是全国需要 三至五个亿的人口 为这个大计划服务 不可谓不隆重 卢图宇盯着手机屏幕 笑着念叨着 只是很可惜 接下来国家只需要搬砖工 咱这种程序员 只能改行去搬砖了 万一遇到怪物什么的 都不用太强的 他敢攻击我 王复明从兜里 掏出那根皱巴巴的香烟 舍不得点燃 干吸了几口 看那16号神秘区的小哥 不天天都在打螃蟹过苦日子吗 一看到他那副惨样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把椰子当做老婆 我心中又好像好受一些了 说得倒也没错 有个更惨的垫底 咋就好像幸福起来了呢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卢图宇玩着手机 低声骂了一句 你那漂流瓶寄到了没 还能回来吗 小哥要是挂了 指不定咱全都得死 寄到个毛线 王复明有些怀疑 人生地看向天花板 都发送多少天了 不会真的要好几年吧 真想在信件中 多加一些内容啊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听广播说 全世界水深火热 不但出现超强地震 还受到了超自然现象的袭击 张明莫名其妙地 产生了微妙的感觉 他自认为 自己不是道德败坏之辈 也没有特别的幸灾乐祸 但这种微妙感的来源是什么呢 张明并不清楚 只能归结为看病的不嫌病大 看着火的不怕火苗子高 当然他也知道 这种奇怪的心理现象 可能是长期缺乏社交 导致的心理变态 自从生活安定下来后 孤独变成了最难熬的一件事 第一个星期 吃好吃的螃蟹 增加自己的综合属性 满脑子的胡思乱想 粉红色的APP 二次元小姐姐 三次元小姐姐 动漫 电影 小说 游戏 甚至对高跟鞋与女装 产生了某些神秘的幻想 第二个星期 吃有些吃咽了的螃蟹 想念家人 不知道家人们过得怎么样了 不知道妹妹的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 不知道那些大姑大舅阿姨叔叔 生活得如何 其实 张明和那些亲戚的来往并不多 但不知道为什么异常怀念血脉亲情 第三个星期 吃TMD螃蟹 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同时怀疑那该死的救援队 到底会不会来了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探险队根本不存在 对吧 第四个星期 吃零人做偶的螃蟹 咒骂虚无缥缈的老天爷 开始生无可恋 时间的概念变得无关紧要 因为每一天的记忆完全相同 昨天和今天记忆一致 张明躺在沙滩上 写下几行文字 螃蟹 哔哩哔哩的叫 海龟 阿乌阿乌的叫 我 哗啦哗啦的尿 像极了 一个个 文学家 写完这首诗后 张明望着璀璨太阳 深刻赞美自己的文采 当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我的文笔多么稀烂 都是大文学家 孤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会将一些看上去 缤纷灿烂 实则无关紧要的东西 排挤出去 像什么RNG今年夺冠了没有 最扑永恒新书扑了没有 詹姆斯牛逼 还是乔丹牛逼 C罗在沙特梯的怎么样 梅西 要转会了吗 LOL和Dota哪个先死 海盗王完结了吗 这些问题根本就无关紧要 最后 只剩下真正的核心 我最喜欢的那群小姐姐 哎呀呀 不对 我原本的人生 应该是什么样的 当一名社会的罗斯丁 兢兢业业打工到三十多岁 终于攒够了首付 过上富翁生活 35岁的时候 被公司干掉 成为社会人才的一员 运气好的话 能找到老婆 像正常人那样繁衍后代 运气不好 便孤独一生 这也是时代的真实写照 但随着超自然时代的降临 所有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我可能在第一波灾难中 被地震海啸给弄死 就算没死 也大概率处于失业状态 没有叱咤风云的能力 也不是风口上的猪 在云云众生当中 不起眼的存在 就连班砖都遭人嫌弃的那种 咱可没中年大叔的那种力气 一想到这一点 张明心中稍稍舒服了一些 身处这座荒岛 还有相当多的机遇与挑战 他能够不断变强 获得更多的能力 甚至能够成为真正的超人 这是时代给他的机遇 不容错过 但是 在成为超人之前 我好想吃老妈做的八宝粥啊 张明一想到 那香甜可口的八宝粥 就泪流满面 自己只能待在这里 吃那该死的螃蟹嚼嚼 内心深处 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单人横渡太平洋 你们不来接我 我就自己游回去 只要我足够强 一定能做到的 就这样 苟且偷生的一个月 悄然而是 微微弯曲手臂 攥紧拳头 攻二投机 鼓起富有力量感的弧度 充沛力量 让张明心满意足 力量爆发 黑的一声爆喝 他现在能轻松 举起一个三百斤重的椰子 像抛篮球一样投射出去 微微向上一跳 这一跳 直接跳了五米高度 这是吃了一个月螃蟹肉的修行成果 可是 当他闻到那一股螃蟹气味的时候 简直快要瘫痪 再怎么鲜美的山珍海味 一日三餐当作主食吃 也会变得痛苦万分 我就是饿死 也不想再吃螃蟹肉了 张明恶狠狠地撕咬了一口 感受着螃蟹肉带来的神秘热流 咬牙切齿 当然 除了螃蟹肉之外 还有椰子肉 椰子糖 椰奶等各种椰果制造的食物 在体魄大于五十的时候 少量吃一些椰子肉 问题不大 这玩意也会带来微微的神秘热流 但效果 只有螃蟹肉的五分之一 当然 吃多了还是会窜息的 可千万别低估便衣椰子的强大威力 如果不想让菊花 经受千刀万剐的摧残之苦 一天食用的椰子肉 不应超过五十克 而背后的大树 更是被它挖了一个树洞 里边筑藏着的螃蟹肉 大概一百来斤 包括风干的 晒干的 烟熏的 腌制的 统统都有 至于风干椰子肉 椰油 椰子糖 也有一百来斤 装了好几个箱子 除了食物充沛之外 它的生存环境大幅改观 一个月的时间 张明从沙滩上飞机残骸 拆下更多的金属板 做了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铁皮屋 外围区域还安装上了篱笆 将螃蟹的尖尖角 竖着向上制作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播音员李先锋 由我给大家带来每日新闻 国际地质研究局 发布最新公告 本次大规模的板块运动 由地盒中的未知互动引发 短时间不会消失 我们必须适应随时可能产生中小型地震的生活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紧急动员 大城市中 60%以上的人口 已被疏散到附近的乡村中 降低城市人口密度 保证民众的生活需求 是政府当前的重点工作 碎人计划的 《玄址新鲜出炉》 分别位于 每天下午6点30分的广播 是张明与人类唯一的沟通方式 灵气复苏的浪潮下 人类文明的变化之大 超出想象 张明在地上画了一个地球的图像 他的地理常识一般般 折腾了半天 才勉强描述出 七大洲四大洋的轮廓 过去的我 永远不会明白 新闻联播的美妙 今天的我 一天到晚都在关注世界局势 恨不得新闻联播能播一整天 由于地震频繁 高层建筑不再安全 超大城市 正以极快的速度消亡 房地产行业 在一个月内彻底崩盘了 留下一大群道歉银行 一大笔债的苦主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无力偿还房贷 也不可能去偿还房贷 老子房子都塌了 谁特么离你银行催债啊 滚 没钱 就算当老赖也没钱 大规模的毁约 导致大面积的银行坏账 储户的钱自然也无了 进一步引发挤兑 金融 一个虚拟的概念 却影响到人类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 当金融瘫痪 经济也随之瘫痪 未稳定货币信用 银行业金融机构 成立以黄金为基本单位的内部交易体系 为应对银行挤兑浪潮 大下国公民 每月限额取出的货币为1万元 又开始搞金本位了吗 又好像是历史的必然 伴随着时不时爆发的地震 海啸 全国的生产力大幅下降 通货膨胀持续飙升 不管是食物 衣物 汽车 还是尖端的电子产品 像什么 iPhone999 华为888手机 4090显卡 各种芯片 价格大幅飙升 甚至有部分商品 譬如说黄金 一个月内暴涨了30倍 白银 一个月上涨了20倍 各种电子产品 也上涨了2-5倍有余 很多普民百姓都认为 这些高科技产品 已经是人类能够生产出的最高科技结晶 未来20年 乃至100年 再也不可能 有更加先进的电子产品了 张明 收音机 我国当前的粮食储备充沛 足以在没有任何粮食产出的情况下 满足全体人民一年的食用需求 专家认为 地震并不影响粮食生产 甚至因为气候因素的影响 某些地区的粮食 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国家成立特殊治理部门 严厉打击粮食 衣物等生活用品 期货可居 高价买卖等违法犯罪行为 张明坐在椅子上 听着广播 他很难想象 当前世界的混乱程度 穷人们正在挨饿 富人们还在抢购手机汽车 城市无了 乡村吃香 全世界的国家瘫痪了一半 大国苦苦增长 大下国已经是蓝星中 组织能力极好的了 能够保障民众不被饿死 已经是极限 其中还不排除广播中的内容 略带美化 毕竟播音员李先锋 也是体制内的人 他不可能说体制的坏话 大自然的力量 真是恐怖如斯 不知道爸妈那边 受到的影响多大 待在老家 一座小县城当中 吃饱饭应该没问题吧 对了 老妈的金项链 金戒指 应该值好多钱 又突然想到了什么 取出一个公文包 里边装着整整27万美元 一个三线城市 首付的钱 轻飘飘 却又沉甸甸 我的钱还没用出去 就已经变成一堆废纸了 手中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美钞表示 有本事你把我们烧了呀 有本事你烧啊 想了半天 还是没舍得烧 虽然变毛了 还是有价值的 只要太平洋对岸的米国 没有彻底垮塌 美元依旧有使用价值 27万美元 指不定可以买下好几餐KFC 这样一想 还是挺香的 老张感觉自己口腔中的唾沫 都分泌出来了 李先锋用自己固有的嗓音 继续说道 今日国内新闻播报完毕 下面是国际新闻 扶桑国宣布执行全国移民计划 预计在未来十年内 将全国人口分散到南美 北美 亚洲 澳洲 非洲等各个地区 在国际联合组织的斡旋下 第一批百万移民已乘坐远洋文船 正式前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首相巴里森 对这百万移民 表示热烈而又诚挚的欢迎 澳大利亚这么好 不会是引渡过去当奴隶吧 全都是小姐姐 张明心中胡思乱想着 东非大坝在强地震中决堤 洪涝区灾民达到5000万 国际联合组织发出募捐呼吁 以避免接下来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北美地区最大的化工厂 而海俄集团发生严重泄漏 大约340吨氯乙烯 泄漏到空气当中 国际新闻比国内新闻更惨 幸福感是对比出来的 只要国外更惨 国内就好像不那么惨了 就连张明本人 都有些莫名的恍然之感 仿佛现在的生活能够接受一样 但人类会灭亡吗 显然不会 现代国家的灾难承受能力 远高于封建时代的农业国家 全球80亿人现在 也就消失了5个亿 在广播当中 5个亿听起来 也只是一个数字罢了 就像是游戏中 死了5个亿的平民 没有亲眼见证 一点概念都没有 甚至 每天听到这些东西 你会慢慢地麻木 一开始听到各种灾难 脑海中 还会浮现出 倒在沙滩上的男孩 被石油污染的海鸟 在爆炸中奔跑的小女孩 但现在 一切念头转化为 千灰色的虚无 随着海风消散而去 就如同史书当中的形容灾难 大鸡 人相识 只有轻飘飘的一句话 张明不由地回想起一句春艳归 潮于林木 没有描写人类如何如何 唯有残酷罢了 富士山火山大爆发 将周边化为焦土 扶桑国的人口死亡 其实只有一个小一点的八位数 毕竟是一个工业大国 只要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 还是有地区愿意接受高质量国民 更多的死亡人口 出现在穷国 小国 他们连被新闻报道的机会都没有 那些小国平民到底怎么样了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在乎 世界主流舆论也没有足够的精力 将焦点集中在他们身上 所谓我不在乎大国崛起 只在乎小民尊严 放在这个时代 真是一句屁话 地球放了一个屁 人就没了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又有谁来搭理你的死活 被抢劫 被嘎了一个肾 被自杀 被活活饿死 你呼吁救援 但是谁理你啊 白痴 李先锋巴拉巴拉地念叨了 一连串世界惨状 紧接着话风一转 下面播报一条重大科研成果 有关超自然学科的研究 获得重大突破 清北大学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 对变异生命 进行大量的研究 发表了重要论文 阿尔法生物初步解析 该论文在 《自然》 《科学》 杂志中登上封面页 科学家发现 变异生物的血肉当中 蕴含着多种特殊的生物酶 专家团队将其称作为阿尔法酶 以该物质为核心 能构成一种特殊的活性酶 大幅改善细胞的生命强度 从而产生一系列特殊的超能力 但人类与变异生物体内 为何会诞生阿尔法酶 这一关键性问题 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当前没有任何仪器 能够检测到所谓的灵气 落后版本了呀 人类 张明心中有点小得意 咱都吃了一个月的大螃蟹了 你们还在那里研究什么 阿尔法元素能不能吃的问题 吃就完事了呀 不过科学研究嘛 一个月匆匆忙忙出成果 也算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了 可以想象出那些科学家熬夜爆肝 为了抢先发表科研成果 通宵写作的场景 李先锋继续道 研究团队发现 除蕴含阿尔法酶的变异生物外 还有更多性质未知的生物酶 贝塔酶 伽玛酶 德尔塔酶等等 贸然使用不明类别的变异生物 轻则呕吐腹泻 头痛欲裂 重则基因崩溃 细胞变异 产生严重激变 张明愣了一下 这倒是挺重要的一则信息 东西不能乱吃 李先锋 那么 各位听众朋友 如何分辨变异生物 是否可以食用呢 专家组认为 第一是观察器外表 如果该生物只是单纯的体积增大 大概率是阿尔法类别的生物 如果它们原先能吃 变异后大概率也能吃 对人体带来的损害较小 但出现了更离奇的变异 请谨慎食用 例如长出了一个脑袋的眼睛 身体干瘪如同僵尸 出现腐烂气息 多了好几只触手 多出好几只脚 全身散发毒气等等 遇到这些物种 请谨慎食用 张明被说的心里毛毛的 他隐隐怀疑 岛屿中心的那个巨大黑影 是高等变异怪物 幸运的是 那巨大黑影 似乎不怎么活动 一直待在岛屿的正中心 第二种分辨方式 观察其特殊能力 越是超越物理常识的能力 意味着该生物的复杂性越高 能够安全食用的概率更小 例如 反重力悬浮 操控天气 眼睛喷射激光 短距离空间跃迁 施加人体诅咒等等 居然还有这些能力 张明大为震撼 又听到收音机播报了下一句 当然了 神秘元素摄入带来的特殊效应 也是因人而定 该论文指出 体质越好的人类 能顺利消化的概率越大 第一次吞食变异生物的血肉 有十分之一左右的概率 觉醒超能力 在这之后的第二次 第三次吞食 除了填饱肚子之外 并无明显的好处 有必要指出的是 这些血肉中蕴含的能量 明显高于常规的食物 大量食用会带来消化不良 腹泻风险 张明皱着眉头 没有明显的好处吗 看样子 其他人没办法从变异生物血肉中 汲取到属性点 我的个人能力很独特啊 听了一大堆广播 孤岛求生者老张认为 自己有必要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了 一方面 螃蟹实在是吃咽了 一想到该死的螃蟹肉 它的精神值就飙降 胃部反酸 隐隐作呕 螃蟹加上椰子 食材还是太单调了 营养也不够全面 另一方面 螃蟹肉的潜力 基本上被榨干 第一个星期 每天吃螃蟹肉 能提升三至四点的属性 每天都在快速进步当中 第二个星期 只有二至三点了 第三个星期 更是每天只能增加一点属性 第四个星期 吃两天才增加一点属性 这也证明了 只是一种变异生物的血肉 当十里坡健神 是不能无限变强的 即便如此 光是螃蟹这种生物 还是给它增加了整整五十点属性 故而当前的属性面板为 体魄 70703.5倍的普通人体魄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强壮了 感知五十分之五十 你耳目清明 敏锐如同猫泪 精神四十二分之三十 你实在厌恶了和螃蟹为伍的生活 寿命三十分之二十四 你是个短命鬼 活不了几年了 赶紧想想办法吧 总属性192 你真是菜鸟中的战斗机呀 能力力量爆发 以激活 虽然只是一个菜鸟中的战斗机评价 但张明觉得自己有一点点能打 打了一个月的螃蟹 也算是积累了一些战斗经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类 谦虚一点 加上之一好了 因为广播中 偶尔也会播报地球上的超能力者 其实都蛮菜的 不知道是否是张明的心理错觉 就这样想着 外边的草丛中 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张明耳朵一动 分辨出了他们的脚步声 脸上微微一笑 原来是大海龟呀 晚上好 夜幕降临了 黑压压的云层遮天蔽日 下起了懵懵细雨 三三两两的海龟 聚在铁皮房屋附近 阿呜阿呜地叫唤着 由于张明始终没有伤害他们 反倒时不时喂点垃圾 这些家伙的胆子越来越大 每天晚上都跑过来看看 有没有好吃的 顺带着听一听广播 他们对人类的科技造物相当好奇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发出声音呢 实在是令海龟疑惑不解呀 今天更是来了一只龟背 有两层楼房子高的巨大海龟 一张血盆大口张开 一来就像吃篱笆上的螃蟹尖尖嚼 新来的 别吃我的篱笆 你敢吃我就敢砍掉你的龟尾吧 阿呜 被张明喝止后 这只超大海龟受到了惊吓 一脸无辜地将自己的脑袋缩了进去 两只圆圆的眼睛瞪着 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干 张明看着那一群海龟 一个个狡猾狡猾的样子 唉声叹气 这群龟不但成了精 而且还是群居的 哥们什么时候能吃到龟肉啊 也不用太多 一条尾巴就成 收音机继续播报着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 远在天边的你们 是否感到孤独 是否对世界的变化感到惊讶 是否会产生人类会毁灭的焦躁情绪 各国秩序正在崩溃 至少有80个国家彻底瘫痪了 处于无政府状态 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现象频发 在海洋当中 更是遇到了难以言喻的外来风险 根据路透社最新消息 一艘远洋货轮 成功穿越大西洋神秘区返回地球 但上面的所有船员已全部失踪 军方人员调查了邮轮上的监控设备 发现是一只漆黑的六爪生物 以极快的速度杀光了轮船上的船员 它能够轻易扭断人的脖子 后时的灵甲可抵抗枪击 百米移动时间只要两秒 百米两秒吗 张明皱了皱眉头 觉得这怪物可能比自己强一些 对比起变异生命的强大战力 像树苗一样脆弱 在北非金字塔地区 出现未知的恐怖黑雾 人类一接近黑雾 便会身体脱水 变成行走的丧尸 黑雾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当局请求国际联合组织的紧急救援 俄国的潜艇 在北冰洋神秘区边缘 发现了一种超级生命体 它们体长万米 体型如同水母 吨位远超地球上最大的生命体 只是因为前海区的水太浅 这些超级生命 暂时没有干涉到人类的生存领域 在大下国昆仑山地区 发现神秘佛光 目睹佛光的人将陷入昏迷 苏醒之后 描述出世界末日的景象 地球的生存环境正在变得恶劣 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着 推动着 身不由矣 来不及停歇和喘息 人类在时代的夹缝中求生存 个体的悲欢离合在时代大目不下 既大又小 我们总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剁手 但到头来却发现 整个人类文明也只不过是泥沙巨下中的一颗雷乱 朋友们 远在天边的你们 能够想象到超自然时代的到来吗 李先锋在广播中发出了由衷的疑问 张鸣张了张嘴 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出 只是感受到来源于时代的风沙 吹在自己的脸上带来刮沙般的疼痛 回过头发现海龟们也在听广播 在那里啊呜啊呜的张嘴 质疑这玩意为啥能够发出声音 到底在说些什么 好像还有一点感情的样子 海龟有那么点智慧 但暂时还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只是听个热闹 顺便讨要一点螃蟹壳吃吃 反正 他们就是贪吃罢了 张鸣其实蛮好奇 螃蟹壳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作用 这么值得海龟讨要 还特地研磨了一些粉末 吃了半个月 最后发现 屁用没有 身体热流 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张鸣猜测 这些海龟很可能是因为缺乏 某种矿物元素 才热衷于吃螃蟹壳 它们的体型太大了 龟壳的成长 需要大量的矿物质 而螃蟹壳中恰好含有大量 它们所需的矿物元素 其中 那只新来的超大型海龟 似乎和一只超小型乌龟交谈着什么 阿牙的猴得震天响 那庞大的气流 简直快要把火堆给吹灭了 然后 超小龟一溜烟地爬了出来 它通体白色 就像白玉石般 龟背上点缀着复杂而又精致的花纹 两只乌黑的眼睛 仿若黑珍珠 从体型上看 这就是一只出生一两年的龟宝宝 只比拳头大一点 但却是这一群海龟中最最聪明的一只 阿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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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龟气势汹汹的张嘴 想要表达些什么 听起来有点萌凶 咱可听不懂龟宇 说清楚点 张鸣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瘫痪在椅子上 阿牙阿牙 小白龟的身体摇摆个不停 就像扭扬个似的 把自己的脑袋用力地往前伸 又把爪子抬起来 做出一个脑痒痒的动作 这模样 有点像条狗 张鸣伸出一根手指 嘿嘿嘿怪笑着 想要夹住他探出来的头 小白龟连忙把脑袋缩回去 叫得愈发凶狠 阿牙 你还来劲了是吧 难道你是龟中王者 想要统治这座岛屿 有没有问过我老张的同意 不过大致上 倒是听懂了一些 张鸣从椅子上站起来 看向那只新来的大型海龟 借着忽明忽暗的火光 发现他的脖子 以及龟壳上 长了一些藤壶 全都只有田螺那么大 其他的龟 一直在用嘴蹭这些坚硬的藤壶 只不过他们的嘴巴太笨拙 咬不到这么小的东西 你想让我去掉这些藤壶 新的食物和属性点来了 张鸣又惊又喜 回想起爆炒田螺的美好口感 不停地吞咽唾沫 阿呜 小白龟激动地跳了起来 张鸣摸了摸超大海龟 冰凉光滑的皮肤 发觉对方还算配合 一动不动 你别动 我就能帮你搞定 阿呜阿呜 超大龟 还有一点不情愿 扭扭捏捏的 看起来像是一种植物 实际上是一种贝壳类的寄生生物 它们通过网状触角分泌的粘液 附着在海龟身上 影响海龟游泳 有时候还会钻入皮肤 给海龟带来痛苦 在网络视频上 经常能看到 人类在大海上救助海龟的场面 现在居然让自己遇到了 这种体验还挺兴起有趣的 张鸣掏出一把 用螃蟹尖角制作的骨刀 实际上是不舍得用金属刀 在火上烤了烤 进行消毒 那只超大型海龟 乌溜溜的眼睛盯着骨刀看 又想要缩头逃跑 但那只小白龟吼了一下 超大龟只能强行忍着恐惧 把脖子伸出来 张鸣骂道 长这么大个 胆子这么小 看看你那健壮的体型 体重可能有数十上百吨吧 一下就能压死我 你怕个屁 咔嚓一声轻响 这个田螺大小的藤壶 被连根拔起 带着一丝烟红的鲜血 超大龟赶到脖子上一阵刺痛 嘴巴张得老大 但身体却很老实 一动不动地匍匐着在那里 他的嘴巴一直张着 乌溜溜的眼睛 看到了张鸣手中的藤壶 龟群顿时大为吃惊 他们的天敌 居然被如此简单地战胜了 一个个无比震撼的张嘴 看向那只最小的龟中王者 小白龟得意地叫嚣 在地上销魂地滚动了一下 尾巴差点翘到天上去了 他似乎在表达 我就说 这个奇怪的家伙 有办法取出藤壶 你们还不相信 要不是我 他还得经受藤壶折磨 你们全都得感激我 阿呜阿呜 龟群纷纷认同他天才 而又伟大的智慧 坐实了小白龟龟中王者的身份 你们看他干什么 不应该感谢我吗 干活的 难道不是我吗 张鸣脆了一句 将手上的藤壶一丢 准备搞下一个 又发现有海龟探头探脑的 想要偷走他的战利品 连忙飞起一脚 将那小偷的脑袋踢歪 我的 我的 他指手画脚的对着那海龟大叫道 震不给你 你不能抢 海龟听不懂 但被踢了一脚 立刻缩头 然而又出现了另外的小偷龟 探头探脑的 于是 咱干脆不干了 守着自己的战利品 用佛山无影脚一个个踢过去 然而这些小偷皮操肉厚 防御能力惊人 张鸣又不可能动用权力 一时半会间 居然变成了拉锯战 最后 那只被藤壶寄生的超大海龟急了 他还被藤壶折磨着呢 啊 超大龟大吼一声 才停止了乱战 规矩很重要 明白 无规矩不成方圆 张鸣尊尊善诱地叫导着 拿了个旅行箱 把踢出的藤壶 一个个丢到了箱子当中 这些海龟 真的是一个智慧物种 他们可能形成了自己的语言 也知道同伴的性命 比自己的口腹之欲更加重要 一个个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原地 眼巴巴地望着箱子里的藤壶 积攒得越来越多 最后堆成了一座小山 亡活了半个小时 天色彻底黑了 广播也停止了播放 超大龟脖子上的藤壶 被踢得干干净净 无病一身轻 巨大的体型快活地扭动着 感激地叫唤起来 那巨大的体型 差点把火堆给压塌了 而张鸣也收获了十来斤藤壶 心满意足地咬了点海水 把他们养在行李箱中 不知道这玩意味道怎么样 会不会带来属性点 以及新的能力 用炭火烤了一个 小心翼翼地塞进嘴里 讲句实话 缺少了各种调味料 光这样烧烤不怎么好吃 海水的腥味很重 还吃到了一些泥巴 枣泪等杂质 有些恶心 但带来的身体热流非常明显 比螃蟹肉明显多了 至于新的能力 暂时没有 可能是摄入数量不够的关系 张鸣心中一喜 明天的火石有着落了 不过得浸泡个一天 让他们把肚子里的东西拉出来 你们知道岛上的怪物吗 那家伙对我的威胁很大 你们有相应的情报吗 张鸣拿出纸笔 绘画了一个漆黑 若影子般的生物 又做了几个手势 表示它长得很大很大 比超大龟还要大一些 从广播中得知 神秘区很危险 怪物纵横 有很多同样被困在 神秘区的人类队伍 已经亡了 这些人类团队亡了之后 地球上往往会爆发灾难 搞得张鸣压力很大 躲在这里吃了一个月螃蟹肉 憋得快要发疯 但这座荒岛 却平静得有些离谱 它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月了 除了岛屿中央的神秘未知 也没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 不用想也知道 这里可能隐藏着 某种巨大的风险 巨大 如果用动物理论来形容 那就是 领地 某个极度强大的存在 占据了这一座荒岛 荒岛上所有的生物 都在它的领地范围内 是它随意猎杀的对象 所以就没有其他怪物 来到这里了 这个想法一产生 实在令人寝食难安 如果这些聪明海龟 能透露一些信息 或许能带来规避的可能 其他的海龟 又眼巴巴地望着那些藤壶 不太聪明的亚子 也就只有那一只 最小的小白龟冲过来 雕筑张明的鞋带 哦 你知道一些东西吗 那小白龟 用两只前掌握住笔 因为爪子不甚灵活 歪歪扭扭地 画了一些鬼画符 大概意思应该是 荒岛的正中心 有一些方块 什么意思 方块 小白龟摊了它脑袋 又瞄了一眼铁皮屋 和我这个铁皮屋一样的方块 张明惊了 感觉有些莫名 岛屿中央有房子 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自己是否理解错了意思 这个消息有点重大 紧接着 小白龟发现了绘画的妙处 快活地乱图乱画起来 他画了一个龟 两个龟 三个龟 张明带着一丝疑惑 将这个信息记在心中 看着白龟画画 这就是变异带来的智慧吗 他们已经有了粗糙的语言 只要一点小小的契机 他们就能学会绘画与文字 再不远的将来 进化成一个真正的智慧文明 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 这群龟还是稍稍笨了点 作为生活在海里的物种 很难掌控火焰的使用 也没办法冶炼金属 这可能是天生的局限性 但除了龟之外 世界上还有没有更聪明的物种 譬如变异的猴子 变异的猩猩 如果这些聪明的物种 和人类文明相遇 又会发生什么 如果神秘区中 存在比人类更强的种族呢 张明漠然无语 骑到一只龟身上 充分享受奴役原始文明的神奇快感 趁着你们还没发育起来 先欺负了再说 那被骑的龟也是兴奋异常 围绕着火堆乱蹦乱跳 阿屋 阿屋 这生活如同野人 如同隐居者 远离了城市 远离了乡村 什么都远离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样闹腾了一阵子后 张明把珍贵的圆珠笔抢了回来 你要画画找根树枝就能画 别用我的笔 散了散了 睡觉时间 看着海龟们向着沙滩的方向走去 张明挥了挥手 返回自己的铁皮屋 他的作息非常健康 在没有电的日子里 日戳作 日若息 如同古代人 在一个没有小姐姐 没有电子游戏 没有动漫 没有小说 没有RNG 没有斯逼 没有争锋 什么都没有的年代 只能早点睡觉 张明终于明白 为什么小区里的老大爷老阿姨 会对着自己家的狗子碎碎念 小白啊 妈妈教过你了 不能在地上拉屎啊 过马路要走人行道 否则会撞死的 小黑 快到妈妈身边来 是不是冷了 天见衣服 小黑 你怎么能吃屎呢 妈妈教过你的 不能吃屎 原本还以为这些阿姨大爷 脑壳有病 现在才明白 那是深深的 寂寞啊 睡了睡了 张明敲了敲自己的脑壳 进入睡眠状态 太平洋边缘 与神秘区的交界地带 一次规模浩大的 科学考察行动 正式开始 明日天气预报 北到东北风六级 阵风七级 最低气温17摄氏度 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浪高3.5米 能见度10千米 李先锋站在一艘 10万吨级别 巨型军事轮船的瞭望室中 拿着一副望远镜 眺望远方 周边的军舰与科考船 总共有26艘 承载了1万名军人 调查对象太平洋神秘区 这几次的调查都不太顺利 李先锋阅读完报告后 浴了一口气 不过也没什么 万事开头难 神秘区的海水颜色 和太平洋的海水 有着极大差异 神秘区的海水 是栏中带着黑色 给人带来一种 压抑沉闷的心理感觉 在李先锋手头的报告上 白纸黑字的 写着一进入神秘区 望见如同地狱般的黑色 深渊般的不安感 离开故乡的失落 莫名的想要回归地球 就像志同离开了父母 这些心理学报告 全都是万里挑一的 特种军人成地上来的 而太平洋的海水 是一片蔚蓝 偶尔还有鱼泪跳出水面 充斥着熟悉的生命气息 在30公里开外的交界处 黑蓝与蔚蓝两种颜色 如象棋中介和金卫分明 那由龙般的分界线 绵延万里 点缀长空 一直引入晦涩的迷雾当中 神秘区 近在咫尺 调查部队一进入 那蓝黑色的海水领域 将会以极快的速度 迷失方向 他们的这些心理感觉 不是无地放食 特殊事务部门 王玉恒解释道 好几个批次的无人机 与无人潜艇 已经失踪了 我们这边的特种部队 也冒着风险 进入了几个批次 但都通过绳索联系的方式 潜尝折止 不敢过于深入 这些队员 或多或少 出现了一些应激反应 就像报告成地的那样 李先锋不动声色地问道 当前探索到的神秘区域 除了海水 与一些海洋生物 几乎什么都没有 王玉恒道 嗯 没有小岛 也没有大陆 倒是发现了少量的鱼类 是地球上 从未发现过的类型 说明神秘区中 也有海洋生物出没 神秘区有多大 有发现风险吗 危险倒是没有发现 至于到底有多大 我们无法断言 李先锋坐在位置上 皱着眉头 对当前的调查结果 不怎么满意 这么多天 就只有这 一位头发花白的专家 连忙解释 因为星球的曲率问题 再加上各种 难以动穿的灰色迷雾 雷达搜索的半径 相当有限 所以我们打算 发射一颗卫星上去 只要卫星能发射成功 张明所在的那座岛屿 必然无所遁形 而且有了卫星定位 很多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原就被困的张明同志 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万一张明挂在神秘区 牵连到大下国爆发天灾 那损失真的是令人头皮发麻 原先的16个神秘区中的幸存团队 短短一个月内挂掉了13个 死亡率惊人 场景更是千奇百怪 有被怪物杀死的 有突然发了风 跳进海里的 还有一夜之间 突然间沉了船的 但相同的一点是 这些人死亡后 其母国立刻爆发天灾 8到9级地震 算是基本标配 只不定还来一发火山爆发 再来一发大龙卷风 现在决赛圈的海市蜃楼 只剩下三个 1号 也禁那一艘承载了 3000位乘客的豪华邮轮 由于人数众多 勉强还算稳定 奇迹般的 没有遇到太大风险 第二是13号 北冰洋探险队 第三是16号 单挑孤岛的张明同志 16号 全现在都没死 放在一个月前 这个结果 可能会令人惊掉大牙 但现在 已经没什么乐子人 在网络上激情兑现了 世界各地都被天灾给离了一遍 能安全上网的地方越来越少 也就只有极少数的极端喷子 再滋滋不倦地当复毒机 不管怎么样 火箭的发射 务必成功 他们这艘船 经过一个月的改造 勉强能够发射一枚小型火箭 当然 机会只有一次 老李 太平洋对岸打来的卫星电话 说是有事情 想要和你谈谈 我知道了 李先锋没什么意外地接过电话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来 居然是流利的汉语 你好 李先生 近段时间身体可好 彼得教授 你好 李先锋开口道 身体倒是还可以 就是接二连三 遭受到地球母亲的残酷打击 都快被弄得脑死亡了 哎 谁不是呢 不过 只要16号的那一位没死 大厦国总归不会遭受严重损害 不是吗 超新理学的彼得 格里尔教授 是业内相当有名的研究人员 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拜访东南亚 大厦 福桑 印度 南美等地区的明山古迹 寻求超自然迹象的踪迹 并驻有百万字的大作 地球超自然历史 超自然现象 并不是平白无故突然出现的 它似乎遵循着某些特殊的历史规律 在人类的数千年历史中 有高潮也有低谷 但在过去的时代 哪怕在高潮阶段 一个世纪诞生的超能力者 可能也就那么十来个 在低潮阶段 一个世纪 一个超能力都没有 顾尔 彼得 格里尔的学术研究 在超自然时代爆发后 显得格外有价值 您的意思是 李先锋皱着眉头 问道 当然是合作 您那边应该会发送 一颗人造卫星吧 信息是可以共享的 合作并不会给我们双方带来损失 重复造轮子的行为 只会浪费我们的成本 现在大家的日子都很艰难 何不彼此联合起来 共同研究神秘区 拯救那三个团队的幸存者 明日的卫星调查 我们这边也想得到相应的数据资料 李先锋沉默不语 李德教授继续说道 如果您同意合作 为了表示我们这边的诚意 您那边将可以得到一些 我方提供的研究资料 如果您不愿意 也不勉强 愿我们的友谊长存 李先锋沉音片刻 您那边的敌对势力可不小啊 压得住反对派吗 李先生 此一时 彼一时了 过去的敌意 不代表现在 彼得教授在电话中 不紧不慢地说道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双方隔了一个太平洋 都不可能直接开战不是吗 我们彼此的生存空间都足够 没有开战的意义 李先锋将合作建议 上报给了上一集 过了片刻 一位老者的声音传来 可以合作 当今世界局势风云变幻 抓紧一切机会 壮大自我 才是硬道理 达成协议后 太平洋对岸赠送的情报 通过卫星 发送到了电脑中 关于夏威夷地区 超自然现象的跟踪调查 李先锋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份档案 光是看了个标题 便知道它很有分量 距离神秘区越近 诞生变异生物 获得超能力的概率就越大 夏威夷地区 虽然被海啸给离了一遍 作为最接近太平洋神秘区的地点 自然成为了最优秀的研究场所 众多专家翻阅了一阵子 一个个目光惊喜地讨论着 房间内热闹一片 这份档案总共得到了三个结论 第一 米国人的专家团经过考察后认为 人类拥有超能力的概率不低 至少有10% 只不过 有的人难以激活 有的人激活却很容易 通过大数据分析 肉体能力占据了各种能力的95%以上 其余稀奇古怪的能力 包括隐身 喷火 放电 入梦等等 占据剩下的5% 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差不多 只不过 他们的数据更加详实 数据量更多 但超能力者的出现 除了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也没太大的意义吧 力气再大 难道比得过挖掘机 难道超能力者 愿意去当班砖工人 这些专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也不尽然 一些头脑特别聪明地 适合科学研究 手脚机灵地 更加适合拿枪 更何况 随着灾难频发 人类的生产力 正在大幅度降低 到时候 枪炮的成本过于高昂 为了节省成本 也就只能派遣士兵肉搏了 警察 士兵等职业 让超能力者担当 也更加合适 聊到这个话题 众人不约而同的微微一探 现如今经济瘫痪 产业链崩溃 大厦国这边 遵循严格的长平仓制度 储备粮食充沛 还饿不死人 外边的世界 到底死了多少人 已经没办法统计了 只能认他们自生自灭 马尔萨斯陷阱 在这一刻让人类深刻认知到 来自自然界的严酷 更让人绝望的是 现在还算是好的了 在未来的每一天 都会变得更加糟糕 他们这一代人 还经历过盛世 即便这个盛世并不完美 那依旧是人类历史上 最为平和的一段时日 但下一代人一征延起 看到的只会是庞大的废墟 旧时代的电子产品 在他们眼中是奢侈品 旧时代的小说 动画 电视是他们的珍藏 他们的一生 都需要和贫困 战争与疾病做斗争 或许没有下一代人了 根本没有人生小孩 现在的状况 谁还生小孩 生育率会有千分之一吗 一位年轻的研究员 无奈地摇了摇头 大下国原本的生育率就不高 现在灾难来临 生育率难道会上升吗 当然不可能了 即便没房贷 但生活的不好 又有谁愿意生 头发花白的葛院士冷笑道 即什么 冰河时代只有两千人 人类不照样延续下来了 再说了 生育是种群需求 是社会需求 过去的社会 有着巨大的冗余 才允许少部分人的丁克行为 倘若大部分人丁克 人口数量少到影响社会运转 那么 人类社会将会自发演 变成出相应的道德体系 去惩罚那些丁克的人 你以为 人类真的是真善美 这一番话 倒也是事实 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扶桑国 解决老龄化的最好方式 是让老人切腹 老人工作到七十岁 这意味着社会道德并非一成不变 道德的存在只是为了社会的稳定 倘若社会不稳定 那就改变道德 好了好了 大家都知道前途黯淡 但重要的是 路在脚下 悲观者永远是正确的 乐观者才能赢得未来 十六区的张明同志 还坚强活着 你们又有什么好感叹的 至于生育问题 我建议大家至少生一个 李先锋清了清嗓子 继续看档案吧 这份报告的第二个结论 食用变异生物的血肉 有概率激活普通人的超能力 当然了 这个事情 大夏国的专家团队也已经知道了 甚至做了一些小小的实验 为什么呢 因为十六号神秘区的张明小哥 曾经在沙滩上写下一行文字 吃螃蟹肉会变强 其中的前台词便是这个意思 哪怕变异生物的数量相对稀少 即全国之力 做一些实验还是够的 激活超能力的概率不算太高 职业运动员稍高 十分之一左右 普通人稍低 在二十分之一的概率 对比起变异生物的珍惜性 这种实验蛮亏本的 张明给出的信息 还是要加以重视啊 李先锋揉了揉太阳穴 又笑着向周边的专家承诺 会拿着美国人发来的报告 向着上级多要一点经费 多做几次实验 至少不能比美国人的实验次数少 对吧 房间内的成员都哄笑起来 在这份报告中 还有第三个结论 超能力者可以通过某种 特别的修行的方式来变强 但这个结论 是美国的专家团队 从古代文献中推测出来的 假设古代确实存在一些超能力者 难道他们仅仅只能通过 食用变异生物的血肉变强吗 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很小 因为古代可能没什么变异生物 至少古代不存在神秘区 故而 彼得教授坚信 有一种只可领会 无法言传 也难以被书写的古老方式 能够让自身的能力得到不断增强 然而 迄今为止 无人这种修行方式到底是什么 哎 吃变异生物的肉 只能激活超能力 却没办法不断增强 而且价格太贵了 现在一千克变异生物血肉的价格 动辄上亿 甚至十亿 除非组织大型船队 去神秘区捕鱼 才能把价格降下来 可神秘区是想去就去的地方吗 说得倒也是 能够修行的办法确实非常重要 超能力时代的到来 令人期待的同时 又心生迷茫 人类仿佛回到了那充满迷雾 刀跟火中的年代 四周是漆黑如墨的迷雾 每一步的探索 都充满了危机与挑战 一步走错了方向 就会迎来真正的灭亡 甚至 整个种族都会迎来巨大危机 然而 在那迷雾中 又有着无数的机密与宝藏 等待着人类挖掘 他们是时代的先行者 就连第一步都尚未走出的先行者 他们的任务 很艰巨 众人讨论了一阵子 很多专家都认为 这份档案相当有诚意 补缺了大夏国当前研究的不足 填充了大量的数据 李先锋下令道 既然如此 卫星收集到的数据 发送给他们一份也无妨 大家最后做一下准备工作 确保明日的发射工作 万无一失 是 一觉醒来 神清气爽 大海龟们已经离开了 他们白天喜欢在海洋当中觅食 唯有傍晚时分 才会跑过来听广播 乞讨一些零食 这座岛上的陆地动物非常洗手 除了张明本人之外 也就只有一些凶悍无比的海鸟了 张明拿着螃蟹干 胡乱砍了两口 顺便吃了一点椰子肉 算是解决了早餐问题 检查了昨天晚上收集到的藤壶 果然吐出了相当多的泥巴 这点藤壶也就只能吃一两天 螃蟹肉很难给我增加属性了 得寻找新的变异生物 最好能找到调味料 没有调味料的日子 太煎熬了 望着金灿灿的太阳 蔚蓝的大海 张明迫切想要吃一顿好的 长期的孤独 寂寞与不安 萦绕在他的脑海 他迫切渴望 回归文明世界 特别是那该死的救援队 不知道存不存在 有没有出发的时候 剩下的只有无奈等待 他必须得通过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 来提升自己那蠢蠢欲动的理智 而吃一顿好的 自然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 琢磨了一阵子 张明决定稍稍探索一下荒岛 当然 只是沿着沙滩找一圈 要是能够寻找到新的食材 也算是解决了燃眉至极 至于恐怖的岛屿中心 现在还是井水不犯河水 别去送人头了 想到这里 张明便操起螃蟹长矛 背上一个大背包 来到沙滩 坠落飞机的骨架 经过风吹日晒 出现了些许铁锈的痕迹 这才短短的一个月而已 时光的侵蚀改变了很多 其中很大一部分金属 都被张明拆回去 制作铁皮小屋了 能拆的都被拆得差不多 包括内部积电之类的东西 也被拆下后搬回去了 在沙滩上仔细搜寻 捡到一只小螃蟹 放了它吧 捡到几个小贝壳 蚊子肉也是肉 收下 捡到一块鳞片 可能是某种鱼鳞 居然有巴掌那么大 在阳光下 泛着有黑的光泽 收下 准备煮一煮吃 万一能收获属性点呢 捡到两颗水草 细细品鉴了一番 无毒 收下 发现几个果冻一样的东西 在缓慢蠕动 可能水母 高概率有毒 撤退 捡到一块坚硬的石头 捡到 捡垃圾的生活 真是朴实无华啊 沿着沙滩 一直向西两公里 便是大螃蟹生存的滩涂 作为当地最大的霸主 螃蟹的生活蛮惬意的 老远就能听到一阵 哔哩哔哩的尖锐叫声 张明并不想招惹他们 因为想起螃蟹肉 便精神值 一一一 他只是随便捞了一些水草 准备带回去煮熟了吃 在向前走十公里 有一片岩石坡 由于背着太阳光 植物稀稀拉拉 不算茂密 高坡之下 有着相当多的溶洞与珊瑚 栖息着种类充沛的水生物种 这座岛屿的地形 瑰丽奇特 又不太像是火山爆发生成的 因为火山爆发 大多生成玄武岩 光岩与板岩居多 故而 这座岛的形成方式 是一个未解之谜 他也没有探索海湾的能力 这里的海水太深了 他不擅长游泳 任何一个变异生命的出现 就有可能要了他的命 再继续向前六至七公里 距离营地二十公里左右 是一片红树林 也是他从未深入探险的未知领域 浓厚的白雾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渐渐散去 蔚蓝的天空 偶尔有巨型鸟泪飞过 今天的视野还不错 适合探险 红树林中的植物 更具原始风貌 大部分树木高大异常 七弯八拐的枝条到处蔓延 也有一些矮小的灌木丛 在夹缝中生存 整个世界 仿佛只剩下清脆的绿色 与枯黄的黄色 这里的地势较低 经常会被海水淹没 故而 植物会从根部长出长条的气生根 露出于海滩地面 满足对空气的需求 张明拿着长矛 紧绷着神经 沿着植物根须缓慢地移动着 蚊子和绿头苍蝇耳边嗡嗡嗡地叫着 哪怕人类灭绝了 这些讨厌的生物 依旧能够在世界生存下去 昆虫变异的概率果然很低 但也不排除 有几只是变异的 一口就能要了我的命 我只是来这里收集一些调味料 如果能找到西米树 那就更好了 西米树 一种热带地区 特殊的棕榈树 它的树芯 能够提取大量的可食用淀粉 俗称西米粉 在珍珠奶茶中广泛应用 有了淀粉 食物便可以烹饪了 来一棵西米树吧 求求了 张明想吃故乡的梅干菜大饼 想得唾沫横飞 将泥巴涂在身上 以避免蚊虫叮咬 默默采集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植物 同时提防四周的动向 陆生动物 依然没有 海蛇看到了几条 海里的鱼儿 更是发现了不少 当中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它并不敢随意地受炼 豁然间 心脏重重地一跳 它发现了 一只火红色的蛤蟆 蹲坐在树根上 呱 鲜艳的火红皮肤 与吐出来的两只巨大眼球 都昭示着 它并非是容易招惹的生物 别来惹我这四个字 就差点写在脸上了 特别是 这蛤蟆的体积 一如既往地巨大 比它本人 还要更高大一些 呱 火红的舌头 延伸出去几十米 轻易地刺穿了一条海里的鱼儿 当一只蛤蟆比人类还要巨大 吐出的舌头 可能有二十来米的时候 地球霸主恐怖直立员表示压力山大 两腿站站 只想逃跑 还好我比较谨慎 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 张鸣平住了呼吸 钻紧手中的长矛 他不确定 对方是否发现了自己 更不敢后背对着敌人 一步一步 悄悄向后移动 而那蛤蟆 似乎也感知到了 周边出现威胁 隐隐有些烦躁 巨大的腮帮时不时鼓出 后退的肌肉崩直 不再狩猎于泪 别着急 理论上 蛤蟆没有静态视觉 别着急 张鸣缓慢后退 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开始出汗了 和蛤蟆对峙了十几分钟 蛤蟆终于忍耐不住 砰的一声高高跳起 这一跳 居然有四十米的高度 十层楼那么高 不过 蛤蟆并没有跳向张鸣的方向 他似乎想要急匆匆地逃走 就在这电光火时的一刹那 一道金色闪电 从另一个方向窜出 滑开空气 恶狠狠地劈到红色蛤蟆身上 死了 空气中弥漫起了一股热辣的焦臭味 游离的等离子 让张鸣的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 他瞳孔放大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远方 红蛤蟆被闪电劈重后 其表皮已然是焦炭的形状 半空中跌落 一条巨大的蛮鱼跳出水面 层层鳞片在阳光下折射出金色的光泽 庞大的野性身躯在空中狂舞 伴随着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金色蛮鱼叼住了半空中坠落的红蛤蟆 最终哗啦一声重新潜入水底 红树鳞重新平静下来 谁也不曾想到 这里出现过变异生命之间的战斗 用时一秒钟 张鸣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战斗 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过了好几分钟才缓过神 苦笑一声 原来红蛤蟆是在和金色蛮鱼对质 我只是在自作多情啊 张鸣深刻感受到了 什么叫菜鸡中的战斗机 这一片红树鳞才是高级副本 这些变异生命之间的战斗 简直就是神仙打架 一蹦就是几十米 什么闪电 掌蛇之类的超能力战斗 令人眼花缭乱 奋出胜负也只是瞬息之间 但是 但是 他好想吃那一只蛤蟆 以及那条鰻鱼啊 高压电的能力 真的 太强悍了 我要是拥有了这样的能力 生存几率将会大幅度提升 张鸣从红树林悄悄退了出来 满头大汗 却又跃跃欲试 亢奋不已 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的眼前打开了 他现在不想要西米树了 心心念念琢磨着 如何杀死金色鰻鱼 获得其能力 人类之所以跃居于地球食物链的顶层 是因为拥有高其他生物一等智慧 学会了使用工具 依靠蛮力 并不可取 张鸣很快就想到了几个有趣的点子 不过生命只有一次 他必须谨慎一些 不可冒进 回去再想想办法 临走前 还刮了点树皮树根 采集了不少未知的植物 说不定其中有调味料呢 16号海市蜃楼的小哥 进入丛林了 全国人民鸡飞狗跳 狗了一个月的16区小哥 再一次做出了 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举动 就连原本要发射卫星的李先锋等人 也暂缓了节奏 一个个盯着16号海市蜃楼 他 他怎么进红树林了 难道是 遭受到了某种怪物的诱惑 不可能吧 16个海市蜃楼中的团队 已经挂了13个 在这种情况下 由不得李先锋他们不担心 甚至连头发都竖起来了 怎么回事 他的食物储备 应该很充沛才对 一个个电话不停地接通 挂断 大量的心理学家 通过各种蛛丝马迹 分析张明的行为动作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孤独 人类的需求是层层推进的 食物有了 水源充沛 庇护所造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 难道一天到晚 躲在庇护所当中 无所事事 一点娱乐都没有 吃饱了就睡觉吗 当然不可能 故而 他可能是想要寻找一些食材 过上更加文明 舒适的生活吧 分析出这个结果的时候 李先锋勉强算是松了一口气 心中能够理解张明的做法 却又有些焦躁 最终 只能勉强安慰自己 没发疯 已经不错了 海市蜃楼 并非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 就像是一个固定的摄像头 远远的眺望 有很多细节 是没办法看到的 至于丛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在是无从知晓 一直过了三个小时 人们看到张明满脸泥巴 全身湿透 重新出现在视野当中 沿路还不停地采摘各种植物 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至于国内的关注者 也在网络上发起了一小波议论 原来是采集植物去了 吃螃蟹和椰子不好吗 可能是吃地要吐了吧 天天吃谁吃得笑 但现在的螃蟹好贵 一斤几百块 根本吃不起 拜托 他吃的可是便衣生命 黑市当中一亿元一斤 有价无市 全国人民看到十六区小哥生龙火虎 没受什么伤 顿时失去兴趣 各回各家 各找个妈 吃货们甚至狂热议论起来了 搞得十六区变成了吃播 我倒是想看看 岛上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天天看他在那里制作椰糖 还挺有成就感的 我也想看他吃一眼 吃虫子也行啊 部长 火箭的发射 还要继续吗 张明进入红树林 应该不至于延缓发射吧 李先锋查看了大屏幕上的天气指标 微微点头 继续吧 神秘区和我们这里 都不是同一个空间 只要当前的风力不大 可以发射 各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就如此 十万吨的大型军舰开启引擎 运载着小型火箭 缓慢地驶入了神秘区 在军舰屁股后边 还系着一根粗大的钢铁绳索 连接着外界的几艘大船 这样一来 可以保证进入的这一艘船 不在神秘区中迷失方向 这艘大船进入神秘区的过程 仿佛穿越了一层薄薄的肥皂炮 使得空间中震荡起 一阵又一阵的水波涟漪 阳光发射了奇特的折射现象 就连气温也降低了两三度 入目之处 借为飞中带蓝的死寂大海 空旷 寂寥 好似面对着一个磅礴无边的洪荒世界 浓浓的不安感 观察报告中所描述的心理学现象 出现了 每个人都产生了一种 有子离开家园的落寞感 它是如此浓郁 令人伤神 倘若意志不够坚定 可能会当场失声痛哭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类可能会习惯这种落寞 但这种失落的感情不会消失 只会愈发的积累 一种特殊的空间现象吗 如果没有那条绳子 还真的容易迷失方向 找不回原来的道路 李先锋深深吸了一口气 压抑住心中的忐忑情绪 沿着钢铁绳索的方向看去 这条长长的绳子 悬挂在空气中 另一端看上去 直接消失了 在神秘区 居然无法观察到地球的存在 当然 地球并非失踪 绳索的另一端 依然系在地球那边 如果沿着绳子原路返回 确实能够重新穿透那一层空间连衣 返回地球 这种奇怪的空间机制 又是什么原理 李先锋不由地问道 一位教授解释道 暂且还不明朗 当前的物理知识无法解释 如果按照某些违心的说法 地球可能在刻意地隐藏自己 我们是地球的孩子 离开了世界 自然会产生落寞的思乡之情 地球隐藏自己 只是一种说法罢了 搞不清楚的事情 李先锋也不纠结太多 在耳机中的通讯频道说了几句 各位同志 按照米国人的调查报告 来到了神秘区之后 有十分之一左右的概率 觉醒超能力 大家也应该知道 觉醒超能力的名额很珍贵 倘若发现体温升高 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胸闷气短 可能是觉醒超能力的迹象 请立刻前往卧室休息 同时汇报自己获得的能力 时刻观察周边的动向 一旦出现问题 我们随时返回地球 倘若没有出现意外 准备发射火箭 倒计时 半个小时 在安静的等待中 30分钟显得有些煎熬 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来到神秘区 心中好奇异常 更想知道张明小哥到底被困在哪个嘎啦角落 但手中的工作却一刻也不敢马虎 临时改造的指挥部中 唯有键盘的敲击声 人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时间一到 李先锋大声下达点火指令 轰的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的白灼热焰 喷射到甲板冷却池中 激发起大量的白雾 火箭不断向上窜声 整个苍穹都响起巨大的轰鸣声 程序转弯 飞船双向捕获 遥测信号正常 光学USB雷达跟踪正常 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看着空中那一点明亮的白光 渐渐远去 李先锋的心脏跳动速度也随之加快 现在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大幅度降低 如果这枚火箭发射失败 想要短时间内搞出下一枚 可就难上加难了 他不由地问向一位白发老者 葛院士 火箭状况怎么样 能否打入神秘区的大气层上空 这位工程院士盯着屏幕 脸色不太美妙 一言不发 突然间嘴里蹦出一句 火箭飞行速度低于预期 李先锋额头上的冷汗 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上升过程中的摩擦阻力超过预期 周边的大量工作人员 也同样忙碌了起来 房间内响起霹雳啪啦的键盘敲击声 葛老师 李先锋又问了一句 脾气不太好的葛院士 阴沉着一张脸 秦实话跟你说 矿不太好 地球大气压 随高度的升高降低 但这里大气层的厚度很奇怪 似乎是均匀分布的 摩擦力太大了 火箭升不上去 而且 上空似乎有巨大的狂风 葛院士皱着眉头 一连计算了好几遍 你的意思是 火箭穿上了数百千米 还没脱离大气层 李先锋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是的 这种可能性很大 天知道这个地方的大气层有多厚 只不定几万千米 这枚火箭只是小型运载火箭 本来就只能发送低轨道卫星 现在火箭连大气层都没有出去 燃料耗尽后 很快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了 李先锋额头上的冷汗 掉在了地上 真是 怕什么来什么啊 卫星发射失败了 葛院士抚了抚并脚的白发 现在的情况 只有一种选择 尽快启动卫星的各项功能 能收集多少信息是多少 别想着发射成功了 卫星必然坠毁 也没什么功夫迟疑 李先锋咬了咬牙 就按葛院士说的做吧 开启卫星的各项检测功能 准备抛整流罩 尽可能收集数据 整流罩是位于运在火箭顶部 保护飞船在大气层里飞行时 整流 隔热的装置 火箭一旦冲出大气层 没有了空气 也就没有空气摩擦 就不需要整流隔热了 但现在 出现了异常状况 抛掉整流罩后 与空气之间摩擦生热 卫星能够坚持的 时间不会太长 几秒钟 或者几十秒之后 这颗卫星就会燃烧坠毁 火箭还能飞多久 李先锋看了一眼大屏幕 各种异常数据 已经快要溢出来了 十秒钟后 燃料将会耗尽 没时间了 立刻抛射整流罩 整流罩被抛掉后 卫星探测设备全开 神秘区的面貌 尽收眼底 一颗小小的流星 出现在神秘区上空 即便它的生命相当短暂 却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在这一刻 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仿佛化身 为了一颗卫星 在高空之上极力眺望 居高临下的惊鸿一瞥 勾勒出神秘区的 巍峨浩瀚与诡异的一个角落 蓝中带黑的巨大海洋之上 远方厚重围漫般的云层 仿佛被无形之手 拨开了这个世界 金黄色的太阳俯视众生 却依旧无法照亮 晦涩如深渊的黑暗大海 那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一片寂静的目的 一切都沉浸远古洪荒的宁静里 就连来连绵不绝的波涛 也在这悄然凝动 墓地中埋葬的并非生物 而是世界 是历史 是文明 太古代21亿年 埋藏于大海的最底层 震旦季18亿3000万年 古生代3亿年 中生代1.6亿年 埋藏于深海的中层 最后是新生代7000万年 当人类终于姗姗来迟 在人类还在把弄泥土的时候 时代已然像烟火般风云变幻 无数的故事开启了 无数的故事结束了 但现在 短暂的新生代也要结束了 也将埋藏于此 李先锋的心脏猛地跳动了几下 忽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悲痛 但到底是什么又完全说不上来 这股悲伤弥漫着整个控制室 以至于一些年轻人 忍不住开始流下泪水 他苦苦坚持 咬紧了牙关 不让自己情绪失去控制 卫星图像依旧在继续 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弧度 或者说 这个世界的弧度太小了 小到肉眼难以分辨 即便火箭上升高度没有达到预期 也有一百多千米了 如果在地球上空俯视 能清晰地看到地球大气层 与宇宙的分界线 在这里 几乎没有弧度 地图仿佛是平的 太阳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东升西落 仿佛有无穷的光运 从太阳中流淌出来 挥洒向这一个濒临死亡的世界 在光流交织的背景下 让人回想起一个古老的名词 地心说 曾几何时 人类认为 地球是宇宙的最中心 世间万物围绕着地球旋转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类意识到这种说法的错误 地球只不过是一颗平平无奇的星球 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但不知为何 身处神秘区的这一群人 再一次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这里或许是万物的中心 是历史的终结 在更加遥远的区域 缭绕着几乎无穷的灰黑色云雾 居高临下的这一眼 除了他们所在的这艘轮船外 只看到了这一片蓝中带飞的海洋 向外无穷延伸 没有岛屿 也没有生命 大海是死的 没有波涛 没有洋流 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情绪 在心头萦绕 或许 这里存在着更多 更多的 平行世界 地球的最终归宿 也将是这个世界 如果身后没有一个人类大本营 孤零零的一艘大船 在漫无边际的禁忌之海中航行 也显得太寂寞了 还没等众人分析太多内容 卫星图像突兀的消失 卫星烧毁了 正以抛物线的形式 从上空快速坠落 李先锋回过神 立刻下达命令 各位 醒一醒 我知道 大家可能产生了一些莫名的感悟 但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 全体注意 即刻返航 回归地球 回归 我们的 世界 16号神秘区 从红树林满载而归的张鸣 脑子里胡思乱想 他的背包中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奇植物 可能有三四十斤的重量 金色鸣鱼 红蛤蟆 和广播当中提过的黑色六族怪物相比 不知道哪个强一些 熟悉的环境 令他充满了安全感 作为一名纯正的强度党 张鸣无所事事地 幻想着怪物们打架的场面 处理党的热爱是短暂的 容易移情别恋 而且偏好开后宫 他们只看重颜值 强度党的热爱才是永恒的 只要你是世界最强者 那么强度党将一直关注着你 热爱着你 讨论着你 想来想去 他还是觉得 不管是蛤蟆 还是六族怪物 都比不过红树林中的金色鸣鱼 除了岛屿正中心的巨大生物 以及体长万米的超级生命体 金色鸣鱼算是T1级别 它身上的超能力 也是T1级别 然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到 脚上踢到了一个光滑的东西 只听到咣当一声轻响 这个小东西一连滚出去好几米 又叮叮当当地 在地上弹跳了好几下 定睛一看 张明有些发猛地将它捡了起来 越打量 越是感到惊奇 甚至一双眼睛 猛得更加厉害了 是一个 陶瓷片 用粘土烧制而成 张明敢确定 这是一块陶瓷片 可能是一个碗 或者是茶壶的一部分 它绝对绝对 不可能是大自然天然形成的 如果大自然真的能形成这玩意 他愿意把头给拧下来 当一名无头骑士 翻来覆去的研究者 这玩意的年代过于久远 上面的花纹已经被环境侵蚀了 看得不太清晰 难道岛屿上存在着人类 土著人 或者说 人类曾经来过这个岛屿 我不是孤单一人 这个惊奇的发现 让张明的肾上限速上涌 心脏狂跳 全身上下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它脑洞大开 越想越觉得起劲 又或者 这里存在着另外的智慧文明 我他妈穿越到平行世界了 它不知道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只是太阳学突突乱跳 神秘区 超自然现象 未知的岛屿 变异生命 智慧文明等一系列的关键词 在脑海中来回闪烁 酝酿出一个个难以理解的复杂谜团 陈夏兴 在桃片附近 耐心搜寻了一阵子 又寻找到一块大青石 这块大青石的形状太平整了 显然是 人工打磨过的 在过去 或许是一条青石路 只不过随着时光流逝 路面被周边的草木给掩盖了 所以经过了好几次 依旧没有被张明发现 在强烈的好奇下 张明鼓起勇气 沿着大青石的方向 慢慢搜索着 我就只随便捡一点垃圾 然后把土著文明的垃圾 放在沙滩上 勾引国家派遣救援队 岂不美哉 张明很有把握 他在沙滩上写的文字 能够被祖国一定程度知晓 虽然不知道所谓的知晓 能达到什么程度 但在过去的实验中 他提出的大部分要求 广播都会有回应 我一个人的救援价值 实在是太低了 多了个土著文明 则完全不同 他走得很小心 一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 右手紧紧握着长矛 心脏的跳动愈发快速 越是深入那一条青石小路 植物愈发稀少 灌木从大片大片的枯萎下来 到最后 干脆一点植物都没有了 变成了光秃秃的黄土地 似有野兽的嚎叫 从远方隐隐传来 等声音逐渐变大 才听清楚 那是风的声音 攀上一座高坡 张鸣全身站立地 看到了震撼的一幕 漫山遍野的均落 赤城黄绿洒遍这一片土地 那雨伞一样的峻盖 就像动物呼吸一张一合 缓慢地蠕动着 最大的峻盖 居然有房子那么大 好似一条条爬虫 随处可见的断壁残垣 诉说着曾经爆发过的惨烈战争 而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地带 屹立着一座高塔状建筑物 高耸入云 约磨600米的高度 墙壁满是裂系 其中的一半已然破败倒塌 密密麻麻长满了包子均落 这一栋建筑表面 更净染着一道巨大的血痕 呈现出诡异的暗红色 即便血痕已然风干 却依然透露出 一股隐晦的精神波动 逃 快逃 哪怕身处山谷的边缘 张鸣依旧产生了一股致命的危机感 这可能是他一个月里 遇到的最大危机 那一道血痕 居然透露出快逃的意思 他想要逃跑 却发现已经晚了 那鲜艳的军群 如同黄泉边缘的彼岸花 散发着魔鬼般的诱惑力 又使他不断地深入 张鸣的心跳开始不断加快 耳边产生了莫名的抑郁 仿若一只只的蚂蚁 钻入他的脑袋 操控着他的身体 让他迈开脚步 一步步向前走去 他感觉自己正在发生畸变 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 都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意志 紧张 忐忑 恐慌 我的肉一定很好吃 不如吃了我自己 疯狂的想法深入脑水 张鸣咧着锋利的牙齿 朝着手臂恶狠狠咬了一口 剧烈的疼痛 让他猛地哆嗦了一下 心中一阵清醒 那癫狂的幻觉 短暂消失了 快逃 快逃啊 他满头大汗地挣脱这种诱惑 再也不敢看那漫山遍野的军落 原路跑了回来 今日的奇幻之旅 已然超出了张鸣的承受能力 如果红树林中的红蛤蟆 金色电蛮还算是可以理解的变异生物范畴 那漫山遍野的军落 人工建筑的痕迹 以及那一抹烟红的会说话的鲜血 已然是魔幻领域 这世界太疯狂了 不过 我居然好喜欢 张鸣自暴自弃地奔跑着 脑子里乱想 筋疲力尽地回到了椰子林 熟悉的环境 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安全感 因为自己的营地 距离那片疯狂的山谷 也就十来公里的样子 危机一旦波及过来 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 他又无路可逃 这座岛就只有这么点大 总不能到海里安家吧 反倒是在营地周围摇头晃脑 等待着听广播的海龟群 给他带来一种 了以未见的安全感 毕竟 这些家伙是正常的生命 能够理解 能够想象 也能够沟通 啊呜啊呜啊呜 为首的小白龟 很不高兴地咆哮着 似乎在表达 你这次这么晚才回来 莫不是在外边偷偷吃了鸡 连收音机都不听了 你必然去做那下贱的事情了 张明平缓了狂跳的心脏 双眼通红 模仿海龟讲话 啊呜啊呜啊呜 龟龟 我遇到大麻烦了 差点挂掉 群龟一脸猛逼 打开收音机 播音员李先锋同志 那熟悉的声音传到耳边 全球地震将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油气填圈壁条件遭受地震破坏 储油层物理性质出现变化 石油的开采难度将会大幅增加 我国专家认为 当前以石油为核心的化工路线 将走向尽头 取而代之的将是煤化工路线 我国煤炭储备丰富 其中资源量13223亿吨 基础储量2440亿吨 煤炭并不会随着地质运动而消失 煤化工路线的开启 将大幅延缓工业衰退 提高人口就业 来自人类文明的消息 不管好的坏的 都让张明稍稍恢复理智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片冰冷 不自觉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精神值 精神42分之12 你疯了 疯了 连忙转移属性点到精神值上面 过了一阵子 精神值变成了50分之20 缓慢的上升当中 你现在不那么疯了 张明常常松了一口气 拥有一群海归朋友 果然是好事 再怎么样也算是陪伴 岛屿中心的存在 已然超出了我能够理解的范畴 神秘区和地球完全不一样 看上去平和 实际上杀鸡四亿 这里曾经存在着智慧文明 但它们高概率已经灭绝 难怪这个岛屿这么安全 原来是 强大的怪物都不敢靠近啊 皎洁浩月挂在高空当头 椰子树肆意地生长 棕榈叶彼此之间繁杂交错 点点月华在缝隙中播撒下 带来沁谷的海风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奇妙的可能 那一片遗迹 必然蕴藏着丰富的宝藏 足以让人类在超自然时代崛起的宝藏 就算危机残留 随着时间的流逝 应该也会变淡 现在时间过去了 不知道多少年 可能会有一些可乘之机 危机之中 必有收获 一个在超自然时代生存过的文明 再怎么样 也有一些底蕴吧 但想来想去 一个人的力量都太渺小 容错率也太低 应当由国家级别的探险队去探索 而不是他这个小鳖三 活出性命乱搞 探险队又没来 真是搞得人异形阑珊啊 我既然这里安然生活了一个月 再生活几个月也未尝不可 只要不再靠近那一片山谷 危机应当可控 我得尽快猎杀那金色电蛮 增强自己 噼里啪啦的火堆附近 精神值不停地转移 一直上涨 5080率的时候 张明已然没有太大的恐慌 他停止了属性转移的举动 轻轻叹了一口气 如果没有金手指 我可能已经疯了吧 精神 最为悬傲复杂的属性 也是波动值最大的 较高的精神 能够带来勇气 积极与乐观的心态 唯一不能驱散的 便是那该死的孤独 他老张 毕竟不是机器人 哪怕精神值再高 夜深人静的时候 偶尔也会独自一人想静静 收音机 北方七田在地震中 发生严重泄漏 大量甲烷进入大气层 甲烷的温室效应 是二氧化碳的120倍 专家估计 全球温室效应将大幅增强 南北级冰川加速融化 倘若冰川完全融化 海平面将上升66米 届时 全球大部分的海滨城市 将会被淹没 周边的海龟兴致勃勃地 听着广播 其实他们完全听不懂 人类的语言 也就是觉得 那几里呱啦 发出声音的东西很有趣 听个热闹 变强的办法只有一个 吃 我现在就开吃 海龟们忽然看到 张明从背包中 丢出了一大堆的植物 一个个伸长脖子 哗啦啦地围了过来 哪些植物是能吃的 你们能告诉我吗 张明问道 结果大部分的植物 海龟都不愿意吃 作为海洋中生活的动物 陆地植物 并非它们的食谱范畴 那一双双乌溜溜的眼睛 瞪过来 仿佛在表达 你这次以前还喂点螃蟹壳 今日居然只喂树皮草根 也推消窃 你的良心去哪里了 大大的坏了 龟肠百草的计划 貌似失败了 张明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 反倒臭着一张脸 大骂道 我养你们又有何用 要是我自己吃了这些草 中毒了咋办 你们照顾我吗 今日我心情不佳 一中毒 必然心里崩溃 一崩溃 就宰杀一只海龟尝尝线 当然 只是开个玩笑 他知道这群海龟 其实只会看表情 听不懂人话 但至少 精神值加一 如果要让他自己来尝摆草 得要把体魄 杆汁 以及精神三个属性 全都拉到一百点以上 那才足够保险 当前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属性点 张明又做出了几个拉肚子 口吐白沫的动作 还在笔记本上 画了几幅吃了草之后死掉的图像 看得这些笨龟一愣一愣的 到最后 那只最聪明的小白龟 似乎反应过来 这家伙在表达些什么了 只有拳头那么大的白玉小龟 兴高采烈地爬上前 将其中几根鲜艳的叶片挪到一边 然后做出一个四角朝天 口吐白沫的动作 张明心中一动 兴奋了起来 你是说 只有这几根草是有毒的 其他的都没有毒 小白龟欢快地做着呕吐的动作 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 你能够分辨食物是否有毒 只要没有毒 我自己倒也可以尝一尝味道 小白龟愈发欢快 不断挑选 很快便把其中可能有毒的物品 挑选了出来 在剩下一大堆无毒植物中 张明用小刀削了一小片树根 塞进嘴里 干嚼几下 闭上眼睛 用舌尖充沛的神经元 感受着味觉变化 只觉得这树根又苦又色 不像是能吃的东西 连忙呸的一口土了出来 没有毒性 但也没啥特殊作用 其实 大部分的植物都是如此 没毒 不过也不能吃 又削了一小片树叶 含进嘴里 味道怎么说呢 臭臭的 就像一坨臭虫鼻子嗡的一下 涌入一股臭气 又呸的一口土了出来 精神值 老张挠了挠头皮 心中MMP 把那张臭叶子丢进火堆当中烧了 就这样一件件尝试过去 还真的发现了几样好东西 一种是树皮 就像茴香一样散发着淡淡的药香 还能给身体带来神秘热流 张明最看重的是它的调味功能 可去除海鲜腥味 用来炒菜再好不过 另一种是青涩的果子 辣的 其辣无比 用小刀切开它的一瞬间 那刺鼻的辣味直冲天灵盖 把眼泪都呛出来了 用舌尖舔了舔刀尖的清澈液体 顿时 张明发现自己的舌头消失了 最为劲道的辣椒 一开始是吃不出辣味的 因为神经系统在极端状态下 会直接猛逼 你吃了啥玩意 我晕了 你自得玩去吧 然后 罢工那么几秒钟 紧接着 辣味沿着舌头 慢慢向喉咙延伸 一浪接着一浪 排山倒海 连绵不绝 此刻的张明 便处于这种极端的热辣状态 他伸出舌头不停的哈气 眼泪鼻涕齐齐涌了出来 真的是超级辣椒啊 整个人都骂了 不会是当地的土著人 种植的辣椒吧 但这种青色辣椒的出现 却他心中狂喜 甚至忍不住喜上眉梢 精神值 加一加一加一 他终于 终于有了做菜的佐料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不知道是辣的 还是心中狂喜 一拨三折 值得纪念的一天 不忘我冒了一趟险 更何况 只是一点的辣椒汁液 便让他体内 产生了一股巨大的热流 这玩意儿 绝对是比螃蟹肉 更加滋补的天才地宝 意味着大量的属性点 一个多月的荒野求生 实在受够了 那该死的清汤寡水 嘴里快淡出鸟来 有了树皮 辣椒 再加上海盐 天下美食 尽在我手 高精神状态 莫名其妙的乐观 老张深刻感慨道 自己可能不太正常了 如果是普通人 隔壁就有一个魔鬼山谷 可能会坠坠不安 又有可能好奇异常 激动万分 但他不仅 接受了这个事实 而且即刻躺平 在营地享受着自己的美食 和这些龟 好像 也没什么两样 那些擅长察言观色的海龟 发现张明热泪盈眶的样子 还以为他在吃毒时 纷纷啊呜啊呜的大叫着 他们表示 我们想要 吃那个青色的果子 你这丝可不能一个人独吞啊 分给我们海龟一点啊呜 我们海龟可是很贪吃的 人为财死龟为食王的道理 你不会不懂吗 特别是那只小白龟 直接咬住了他的裤脚 毫不客气地叫嚣了起来 蒙凶蒙凶的 阿妩 懂事一点 小伙子 做事情讲规矩 张明也不吝啬 用小刀切了一点点青色的果子 又害怕他真的辣着了 将这一小片丢进清水当中 稀释了一番 然后 为了小白龟一点稀释后辣椒水 龟中王者 来吧 第一个享受美食 一口辣椒水下毒 咕噜噜 小白龟顿时露出了极其丰富的表情 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双黑珍珠般的眼睛 不知所措地看向张明 绝世美食 如何 要不要再来一口 张明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猛了 凌乱了 四肢不断地向外伸展 就像鲜花一样绽放了开来 这是美食吗 是吗 不是吗 这只一向以来非常活泼的龟 慢慢地 慢慢地 将自己的脑袋缩了回去 突然间 双腿一蹬 开始急跑 砰的一声 销魂一跳 冲进一个装满清水的椰子壳当中 阿巴巴巴巴巴 小白龟高声叫唤着 因为麻辣的缘故 导致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在座的各位 还有谁敢挑战 张明端着稀释的辣椒水 憋住大笑欲望 脸色通红大吼一声 看着小白在盆子里奋力挣扎 极端快活的样子 这大大小小的龟裙 纷纷表示自己也要来一口 然后 不约而同的热泪盈眶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双双乌黑硕大的眼睛 渗透出了雾气 迈开一条条粗壮的大长腿 疯狂地冲向海里 那地动山摇的场面 简直就是一只只发飙的大象 哈哈哈哈 爸爸 你这次也推坏 明明吃到辣椒 却故意装作一副很好吃的样子 让其他龟效仿 张明义正言辞地教育了 在水盆当中 幸灾乐祸的小白龟 小白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是他们自己贪吃 关我屁事 他真的很聪明 虽然年龄应该不大 但智力层面 真的比其他的龟聪明太多了 发现张明在骂他 脸皮很厚地直接缩咳 这个辣椒算是天才地宝级别了 因为它太辣了 反倒没什么生物去吃它 明天再想办法采摘一些 晒干了保存 玩弄了这些海龟后 张明发现自己的精神值 大幅飙升到了7080 算是缓和了下来 不再那么崩溃了 于是 又将属性重新转移到均衡状态 诗性大发 崩溃艺术家 海龟爱好者老张 兴致勃勃地在地上写下几行文字 海龟喊 咱在营地里等你回家吃饭 却不想 今日的我被蘑菇吓出了屎 但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像急了一个归来的天使 好试 好试 不愧是我张大文学家 拿出藤壶 椰油 再加上刚刚搜集到的茴香树皮 辣椒 开始爆炒藤壶 又小心翼翼地 煮了一小锅米饭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米饭了 毕竟只有五斤米 吃不了几餐 平时节省得很 但今天受到了惊吓 精神波动过大 属师应该奖励自己一番 在炒菜的时候 张明对着小白龟说 你应该知道 荒岛中心有一个土著文明吧 不知道是否还有土著人存活 那些五颜六色的均落 散发着腐烂气息的巨大黑影 还有一些尚未被探明的地方 这一座岛屿 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你们知道吗 小白 啊哇哇哇 算了 你真是个白痴啊 收音机 神秘区蕴含着充沛的超自然宝藏 专家认为 神秘区中 可能存在可供人类生存繁衍的 大片陆地 对神秘区的探索与开发 将是新世纪地理大发现 也是未来经济发展 最大的蛋糕之一 张明在锅里爆炒藤壶 依然碎碎念着 蛋糕个锤子 你们倒是派遣探险队啊 别在那里理论分析了 有本事派人 收音机 最新消息 著名短跑运动员博尔林 刷新了百米赛跑的吉尼斯记录 将百米成绩 大幅提高到8.99秒 举重运动员李大军 通过肾上限速的爆发 将停举成绩 刷新到了500.5千克 超自然时代的降临 提高了人类的体能极限 在当前的统计中 专业的体育运动员 有更高的概率诞生 属于自己的超自然能力 清北大学 浙福大学 云海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 联合成立新世界超自然实验室 重点研究超自然现象 任何自愿参与实验的超能力者 将得到300至1000万元的报酬 发现任何变异生物的线索 均有重大奖励 最高可达1000万元 人类这边还是太弱了 张明总感觉自己可能 或许大概是最强大的人类 如果用上力量爆发的能力 百米能够跑进8秒 分配一下属性点 举重800千克 不是难事 但即便如此 它依旧是荒岛上食物链的底层 当然了 人类的强大不在于自身 而是在于智慧 工业 以及强大的组织能力 单枪匹马凭借打不过 还不能用导弹 机枪 甚至轻弹吗 如果轻弹也打不过怪物呢 那就别想了 消灭人类暴政 世界属于变异生物 在油锅中洒了一点水 哗啦一声 响声清脆 爆炒藤壶做好了 那些贪吃龟 重新围了过来 一双双眼睛 滴溜溜地望着 一大锅的藤壶辣香四溢 令龟望而生味的同时 又有些欲罢不能 一个个张开嘴 就像狗子一样期盼着 张明尝了一个 吸溜一声 热辣的味道 像烈火中的火炭 直逼喉咙 刺激着舌根 却又忍不住嚼了起来 其肉质吃起来 有点像田螺 非常劲道 富有嚼劲 一块藤壶肉下肚 很快便由热流 在体内迸射开来 滋养着体内的 每一寸血肉 再搭配一口米饭 简直人间美味 好吃 张明完全停不下来 因为一停下来 那辣味就涌上来了 但如果不停地吃 反倒没那么辣 果然是好东西 属性点比螃蟹肉更多 给你一个壳 随手一丢 将藤壶壳 丢进一只贪吃龟的嘴里 那龟顿时呆愣住了 他原本以为 自己又要经受辛辣之苦 但没想到这辣味 还能够承受 然后露出无比震惊的神情 干 哪怕只是一个壳 居然如此美味 其他海龟也纷纷聚拢过来 特别是那只小白龟 已经开始咆哮了 阿呜阿呜 张明喂食了一个 可给龟中王者 郑重说道 各位海龟朋友 我想要和你们达成合作关系 你们平时在海里吃的食物 分我一点 我就可以帮你们干活 不管是剔除身上的藤壶 或者是烧饭做菜 都可以 张明 不想努力了 海龟群体 并不弱 从每天在岸边 悠哉悠哉地玩耍这一层面 这一群海龟 其实不弱 要是肚子饿得扁扁 谁还愿意爬上来玩耍 唯有解决了生存问题 才会产生精神需求 不管是人类 还是海龟 都一样 再看看他们的体型 那超大龟 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比大象还要强壮得多 小白龟 拥有比猴子更聪明的智慧 在分工合作的情况下 还能潜入海底寻找食物 他们的生活 怎么都比张明惬意了一万倍 这群海龟 随便赠送或者交易一些食物 便能给张明 带来巨大的助力 咱相处了一个月 也应该 让我抱一下大腿了呀 当然了 最困难的 其实是交流问题 如何让他们知道 交易的概念 对于张明来说 是一件麻烦事 哪怕最聪明的龟中王者小白龟 其实也听不懂人类的言语 只是会察言观色而已 怎么让他们理解交易呢 张明心中琢磨着 不过也不急 其他龟身上也有藤壶 可以再吃上一段时间 吃完了所有的零食 海龟们兴高采烈 回归大海 对他们来说 这种独特的口味 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不过 他们从来不在陆地上过夜 阿呜阿呜地叫了几句 表示 下次还来光顾生意 今天先回家了 你们倒是惬意得很 张明躺在营地中休息 今日的一顿晚餐 获得了两个属性点 满足了 再一看 属性面板上出现了一个 如同藤壶样的神秘标记 唯妙唯肖 画风与螃蟹标记类似 心中顿时一喜 新的能力吗 使用变异生物 其实 不一定获得新的能力 像巨大椰子 超级辣椒 还有各种小贝壳 各种植物 便只带来属性点 张明猜测 某些变异生物 根本就没有能力 它们只是单纯变异了而已 又或者 某些超能力 需要硬件的支撑 譬如说叶绿素细胞壁之类的结构 它作为人类 没有这种器官 自然无法获得相应的能力 按照这个道理 从动物身上提取到新能力的概率 比植物 孤类更高一些 闭上眼睛 观想藤壶图标 一股明明的意念 涌上心头 能力 毒素抵抗 该能力可清除体内的一部分有毒因子 维持机体健康 需八属性点激活 好能力啊 张明倒吸一口凉气 藤壶虽小 却蕴含宝藏 八点属性的价格也不贵 今天夜里吃藤壶 就赚了两点 当下里 便拍了八点属性到藤壶的图标上 一种神奇的感悟 涌上心头 令人困意上涌 颇有一种昏昏欲睡之感 由于已经有过一次经验 倒也没那么惊奇 在这个神奇的梦境中 张明感觉自己化身为了一只藤壶 寄生在其他海洋生物身上 海龟 鲸鱼 鲨鱼 海豚 礁石 均为他们的宿主 藤壶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却能够借助宿主的力量 遨游这一片庞大的深海 而在这一份模糊的记忆中 他们寄生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 此兽身体坚如磐石 体型堪比山岳 庞大的身躯微微移动 周边的海水泛起惊涛海浪 这恐怖的场景 不禁让张明回想起了一句话 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姑且将此巨兽称之为鲲好了 在鲲身上 一个幽暗黑深的洞口附近 时不时有大量的污秽物向外喷出 经不住这秽物之毒的生物 全都亡了 久而久之 只剩下一些能够清除毒素的藤壶 通过自我净化能力 坚持了下来 这便是毒素抵抗能力的由来 张明从恍然状态 渐渐醒悟 那记忆中的庞然大物 模模糊糊记得不清楚了 唯有幽暗黑深的洞口 令人记忆犹深 至于那喷射有毒会物的洞口 似乎是个 刚 张明顿时不知道 应该说什么了 原来藤壶的祖先是个吃屎的 吃着吃着 还牛逼起来了 如果刚刚的记忆真实存在 这神秘区也太恐怖了 三百米高度的哥斯拉 对比这种深海怪兽 就是个宝宝 地球不可能容得下这种生物 地球最深的海沟也就一万多米 这种巨兽来到地球 会直接搁浅吧 神秘区其实比地球大得多 是一个更大 更加宏伟的超自然世界 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 张明心中茫然而又震撼 他有些担忧人类文明 对上超级巨兽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什么 清淡的威慑力 似乎没那么大了 而且 回家的难度 似乎又增加了 不过很快就回过神 自嘲地笑道 你一个小憋三 担心人类这个种族做什么 真是杞人忧天 能力好用就行 管他怎么得来的呢 当下里 他激活了毒素抵抗的能力 和属性转换 力量爆发激活时候的场景类似 一股神秘的热流 在身体内 以独有的回路流淌着 张明不知道这股热流是什么 干脆给他取了个名字 将其称作为灵 由于灵在身体中的流动 才产生了各种超能力 但张明总觉得灵的流动 不仅仅是血液循环这么简单 可能还涉及到灵魂之类虚无缥缈 人类难以理解的存在 灵甚至和精神状态息息相关 如果他状态太差 超能力的运用 同样会变差 就这么运转着 豁然间 他感觉肺部一阵刺痛 有什么东西 被硬生生地拔除 被神秘热流顶着 沿着气管慢慢向上 在这一瞬间 剧烈的疼痛下 他啊的一声惨叫 这个东西 居然会动 咳嗨嗨 一阵剧烈的咳嗽后 张明悚然发现 几个豆芽一样大的蘑菇 从自己的鼻孔中咳了出来 它们就像一只只蛆虫般跳动着 脱离了人体之后 这些蘑菇迅速脱了力 在地上缓慢地蠕动起来 借着忽明忽暗的火光 张明的脸色并不好看 有一股寒意沿着尾锥骨 脊柱直愣愣地冲到了天灵盖 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孤岛 一步踏错 万念成灰 张明情绪紧绷 绞尽脑汁地思考着 这是什么东西 身体没有任何异样 头脑应该还算清醒 看了看属性面板 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寿命降低了一点 变成了二十九分之二十四 也就是 就在刚刚 他掉了一年的寿命 阴暗潮湿的海岛之上 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火光下的两个 沾染了人体血液的蘑菇 依旧在缓慢地蠕动 寻找着寄生对象 张明盯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不停地使用毒液抵抗能力 回想起自己在山谷中 看到的那一幕 漫山遍野的均落 如彼岸花般盛开 又若翘无声息的地狱 我可能在那个时刻 无意间吸入了一些真菌包子 然后被寄生了 如果没有毒素抵抗能力 我指不定很快就会完蛋 就像当地的土著人一样 这包子的毒性如此强大 短短半天时间 就扣了我一年的寿命 当地的土著 土著大概率 无了 在这一刻 张明愤怒了 咱向来只是增加属性 这一次 居然被寄生蘑菇夺走一点 一想起丢失的一点寿命 简直就像格朗台 丢了一麻袋钱那样 令人痛彻心扉 整个人的心情都不美妙了 毒素抵抗带来热流 在身体内不停地循环 没有更多的发现了 但张明 依然止不住地焦虑 那灭绝了一个文明的蘑菇 就像马黄一样 在脚边跳动着 他怎么可能不焦虑 他知道焦躁的来源 在这座岛上长期活动 难免被包子寄生 要是隔三差五的掉点寿命 谁受得了啊 月冬的焰火照得脸庞通红一片 坐立不安中 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心中涌了出来 我把这几个蘑菇烤着吃了 会怎么样 它既然长在我的肺部 与我共生 应当不至于有致命毒性 否则 我早就被毒死了 干脆把它给吃了 反正都是蛋白质 指不定还能补回那一点寿命 就算有毒 也能用毒素抵抗清除 人死心好朝天 不死万万年 想到这里 张明欲发的坐立不安 跃跃欲试 未知的东西 是最令人恐惧的 但只要寄生蘑菇能吃 便把未知转化成了已知 深深吸了一口气 拿了根树枝 把地上蠕动的蘑菇插起来 放在火焰上烧烤 在火焰的灼烧下 很快 蘑菇颤抖了几下 停止了蠕动 用小刀将其切成碎片 又烧烤了一阵子 硬着头皮 把奇怪的焦炭塞进嘴里 吃起来 味道像金针菇 除了有一点淡淡的血腥味 其实味道还可以 嚼了两口直接吞下 一股浓郁的暖流 从胃部产生 还没等他喜悦 剧烈的疼痛从体内爆发 张明感觉自己 吃了一个高爆炸弹 整个肚子被炸了的天翻地覆 五脏六腑被完全炸穿了 黄豆大的汗水 从额头上滴落 这并不是毒素 而是一种特殊的灵 涌进了身体 这种一浪又一浪的疼痛 持续了半个小时 张明满头大汗 睁开眼睛 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感知 属性上升了一点 这才半个蘑菇 虽然增加的过程 有一点点痛苦 但变强的快乐 又让人欲罢不能 烤得焦一点 鸡肉味 嘎嘣脆 烤得那一点 蛋白质是牛肉的六倍 再来 没人能夺走我的属性 花了三个多小时 吃掉这两个寄生蘑菇 感知 属性 硬生生地拔高了四点 张明本人 却是大汗淋漓 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衣服完全被汗水给浸透了 脑海更是翻江倒海 仿佛有无数只蚂蚁 在里边乱爬 钻心的疼痛感 这些蘑菇 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 毒素抵抗 也并非万能 只不过 这两个蘑菇 是从我的身体当中寄生出来的 相当于是我吃我自己 故而副作用勉强能够承受 张明总感觉 自己发现了某一bug 成为了涌动机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赚的 感知提升四点 寿命降低一点 净赚三点 今日 一波三折 巨大丰收 张明躺在椅子上 看着天空中的小雨 他并不惧怕寿命的降低 因为他可以通过 属性转移的方式 将寿命重新升回去 甚至 接下来的属性点 又着落了 地球 神秘区附近 远洋调查舰队 进入神秘区的三千人团队 大约三百一十三人 陷入了昏迷状态 普遍表现为 心律不齐 高烧不退 心悸 冷汗 上土下泄 具体的原因无法查明 一般情况下 这些人会在一到两天内苏醒 同时有较高概率 获得一项超能力 这和美国人提供的数据 几乎一致 特殊事务部门 李先锋躺在病床上 聆听专家报告 他们一传人从神秘区中回归后 昏迷了差不多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口 也包括他本人 这一次的昏迷 大概持续了两天两夜 情况才有所好转 卫星监测到的数据怎么样 分析出什么了吗 李先锋喝了一口床头柜上的温开水 有些疲乏地说道 发现张明所在的岛屿了吗 有几个重要专家昏迷过去了 再加上船上的计算机并非超算 算力有限 故而数据分析进度比较缓慢 不过 张明所在的岛屿 大概率找不到 李先锋问 既然找不到岛屿 他怎么听到卫星广播的 众人纷纷沉默不已 理论上 地球上空与神秘区上空 是两个不同的平行事件 结果张明的收音机 居然能听到地球广播 搞得专家们 都有些怀疑人生了 李先锋苦笑道 哎 指不定他的收音机 是一件奇物 既然地球上出现了超自然物品 神秘区 应该也有一些吧 有这样的可能 对了 您本人有觉醒什么超能力吗 按照惯例 这些信息 需要登记在数据库当中 我 李先锋沉默了几秒钟 皱眉道 我感觉整个世界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可以看到很远很远处的一些东西 嗅觉 听觉也强化了 这是 超感知者 这位负责登记的小姑娘 面带笑容 倒也没什么太大的惊讶 肉体能力从数量上是最多的 超感知者的数量 比例相当之高 最大的好处是 不用戴眼镜了 不会得老化眼 也不会近视 每天睡眠的时间 只需要四个小时 在这里 我需要测试一下您的视力 嗅觉以及听觉 测试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李先锋的感知能力 确实比普通人类 高了好几个档次 但在超感知者群体中 只是稀松平常级别 那么 请你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医务室的门被关上后 房间内陷入了静默状态 李先锋看着头顶的天花板 微微叹了一口气 他隐瞒了 自己得到的能力 表面上是平平无奇的超感知者 实际上却另有能力 而且 这个能力 很奇怪 奇怪到了某个极点 让他下意识地选择了说谎 轮回者 允许你在死亡的时候 带着记忆重新投胎转世 仅限于人类文明 李先锋在苏醒的一瞬间便得知自己拥有了这一能力 仿佛呼吸般是一种先天天赋 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不管怎么想 轮回者的能力实在过于耸人听闻 只要他愿意 只要人类文明还存在 还有人生孩子 他便能够无限地转世重生 成为一名 永生者 就算触犯了法律 被枪毙也无所谓 因为他永远有下一个轮回 他可以去做监犯科 可以为所欲为 可以无惧死亡 换句话说说 他与人类文明 同一个寿命 这种逆转阴阳 颠倒生死的能力 突破了人类的伦理道德 所以 在各方面的思考下 他选择了隐瞒 当一位平平无奇超感知者 想到这里 李先锋又想到了一个奇怪的可能 就连他这个大项目的领导人 都选择了群众隐瞒 更何况其他人呢 像我这样极其特殊的能力者 应该不多 否则 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胡思乱想了一阵子 李先锋摇了摇头 决心忽略这个轮回者能力 好好地过完自己这辈子 他父母健在 年纪也就四十多岁 莫名其妙地追求下一世干什么 但来源于超能力 时代的巨大阴霾 还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仿佛一个个记忆泡沫 一处击碎 数十亿人中 到底会出现几个 像他这样 拥有极其特殊的 超越认知的能力者 未来的时代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 我不选择坐监饭科 会不会有人去选择坐监饭科 有没有更加强大的 足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能力 清晨的苍穹 是晦涩阴暗的 太阳躲在云层当中不再露面 天空中反而下起了蒙蒙细雨 张明沿着昨天的路线 去红树林中 采集了超级辣椒 茴香树皮 又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大BOSS金色电蛮的动向 那大蛮鱼 栖息在一处庞大的树根附近 金色鳞片随着呼吸开合起落 强有力的肌肉缓慢发力 在海洋中游动 乍一看 就像是一条缩小版的金色蛟龙 作为这片红树林的一大霸主 它的生活无比滋润 可能是因为昨天吃撑了 这大蛮鱼一直趴着 偶尔尾巴甩伤那么几下 在海面上滑出浪浪波涛 一时半会间 张明没有足够的战斗力对付它 只是躲在树木丛 远远观察周边的地形 并记在心底 又到山谷的边缘 搜寻关于土著文明的痕迹 大部分的建筑 都被包子蘑菇给寄生了 并不敢贸然深入 它只能在边缘地带 几乎相同的位置 小心翼翼地吸收一些包子 将感知属性拉到一百 毒素抵抗 淡淡的热流在身体内部流淌 这一次 张明模糊地感知到了 有几个黑色的微生物 在空气中不断飘浮 随着呼吸寄生在了它的肺部 它并没有阻挡 这些黑色物质的寄生 立刻返回营地 借助毒素抵抗的能力 将刚刚生长出的蘑菇包子 从肺部排出 寿命 哥们一高人胆大 给你们表演个小魔术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当那群海龟发现 张明鼻孔中冒出蘑菇的时候 一个个大为震撼 那乌溜溜的眼睛 简直要从眼眶中瞪出来了 阿巫 怎么回事 阿巫 快逃啊 阿巫 此人要死 有事烧直 他们似乎极为害怕这些东西 撒开脚丫子 疯狂地逃窜 连广播都不听了 一个个全都逃进海洋当中 怎么肥事啊 小老爹 张明抓住那只小白龟 嘿嘿嘿奸笑起来 你跑啥呀 小老爹 有这么害怕吗 吃点蘑菇 大捕之物啊 小白龟发出阿巫的一声尖叫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将四肢缩了回去 变成一块白玉石头 这是小白的固有能力 实话 耐冷耐热 比钢铁还要坚硬 没办法 张明只能把他给放了 毕竟也没想着伤害他来着 这家伙立刻从白玉石头 恢复正常 迈开胳膊短腿 一溜烟地逃跑 还特意回头看了几眼 张明干笑一声 我也知道现在这种举动很变态 但是没办法呀 这些蘑菇是属性点 说是灵丹妙药也不过分 等哥们变成超人了 再带你横渡神秘区 去领略人类的花花世界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每一天有两个小时 在盼望着救援队的到来 一个小时在咒骂老天爷 十个小时倒过蘑菇包子 顺带着熟悉高级副本 红树林的地形 之所以不咒骂救援队 是害怕骂了之后 这群人真的不来了 这一点素质 张明还是有的 当喷子一定要喷到点子上 咒骂自己的救命恩人 那不是杀笔吗 总而言之 就在这一天 愈发强壮的张明 拿着装载蘑菇的玻璃瓶出发了 这几个蘑菇 是昨天剩下来的 他并没有烤着吃掉 进一步产生了一个 更加大大大胆的想法 既然蘑菇才是这里的最大boss 我为何不借用他的力量 狐假虎威呢 当他用蘑菇瓶 靠近螃蟹群的时候 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螃蟹 居然齐齐退缩了 逼里啊 逼里 一个个无比惊恐地挥舞着钳子 齐齐发出逼里一声尖笑 以最快的速度逃离 我的猜想没错 今日是我老张大丰收的时间 张明心中大喜 带着蘑菇瓶 开始攀爬一棵巨型椰子树 他产鸟窝当中的鸟蛋 很久很久了 只不过这里的海鸟异常凶猛 几十厘米长的鸟会 轻轻一啄 就能啄穿人的脑袋 放在过去 他并不想冒太大的风险 和这群傻鸟殊死搏动 但现在 有了这些蘑菇 便有了狐家虎威的奇迹 一百多米高度的椰子树 哼哧哼哧爬了将近十分钟 等明攀上椰子树顶端的时候 那两只巨型海鸥 已然眼神不善 张扬着翅膀 在巢穴中等待着什么了 看上去是一熊一词 正在孵蛋 啊 那熊型海鸥尖叫一声 探出脑袋 两只小眼睛 极为不善地盯着张明 你他妈是谁 快说 谁派你上来的 再不说 老子啄死你 张明面对如此巨大 几乎有两米高度的鸟 也是有点紧张 特别是挂在半空中 不太好发力的情况下 一不小心 他真的会死 不过现如今有了杀手锏 张明提防的同时 嘴上黑黑一笑 你这蛋饱熟吗 熊型海鸥嘎的一声尖叫 那眼神仿佛在黑社会中 历练过黑暗的十年 凶狠地啄了过来 面对海鸥的凶狠一击 张明猛的脑袋一缩 将装着蘑菇的玻璃瓶 恶狠狠丢了过去 大声咆哮 看看这是什么 玻璃瓶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射出金色的光芒 那优雅的弧线 刚好飞到了海鸥的会上 发出光东的一声 啊 熊型海鸥 发出极为惊恐的表情 那恶狠狠啄过来的奸惠 直接尬住了 是向前啄好呢 还是不啄好呢 他真的 不敢不敢啄啊 大海鸥扑腾着翅膀嘎嘎大叫起来 鸟粪扬起的尘埃铺天盖地 嘎 嘎 孩子他妈 强敌来袭 快撤 快撤啊 正在那里复旦的孩子他妈 也嘎的一声尖叫 手足无措的看着玻璃瓶 两只眼睛瞪得浑圆 一脸猛逼 他看到瓶子中的物品后 更加惊慌了 看向孩子他爹 嘎 但呢 但不要了 孩子他爹 嘎 嘎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快逃 孩子他妈 嘎 舍不得呀 孵了这么久的蛋 这就不要了 孩子他爹 嘎 孩子他妈 嘎 两只鸟一边嘎嘎乱叫 一边拍打着翅膀 朝着外边疯狂逃窜 它们真的被吓坏了 差点忘记自己是鸟类 居然从椰子树顶端 直愣愣地摔了下来 一直摔到半空中 才回想起自己会飞 扑腾着翅膀 飞到天空上 只剩下三颗白花花的蛋 留在鸟巢当中 好家伙 咱只是吃你一个蛋 至于这么害怕吗 张明来到巢穴附近 心中一喜 每一颗蛋的体积 均有拳头大小 两三斤的重量 那黄褐色的蛋壳上 点缀黑色斑纹 看上去像一颗颗大号的鸵唇蛋 拿着三枚鸟蛋 在阳光下照了一阵子 发现其中一颗 已经长出了胚胎 毛细血管分明 有雏鸟的痕迹 另外两颗似乎是白蛋 没有任何生长发育的迹象 变异生物的繁殖能力 会降低吗 难怪幼年期的变异生物很少 就连螃蟹这种繁殖能力旺盛的 也显见小螃蟹 张明心中若有所思 转身将那枚已经生长出胚胎的鸟蛋 重新放到鸟巢当中 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一枚就还给你们吧 我也不差这么点 将两枚鸟蛋 以及装着蘑菇的玻璃瓶 返回背包当中 满怀喜悦递下了树 一开始还装模作样 后来忍不住洗上煤烧 回到大本营 迫不及待地 用开水煮了其中的一枚 伴随着那咕噜噜的开水声 柴火散发出油脂香气 蛋壳上覆盖了一个又一个的气泡 那是蛋 令人向往的生命源泉 蛋 这么大的蛋 煮得久一点吧 甚至 为了缓解等待带来焦虑 张明还拿了一本高等数学 津津有味地学习起 抛弃已久的知识 现在的日子 怎么说呢 很充实 却也很枯燥无聊 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 可以用来挥霍 没有信息大爆炸 带来的多巴胺刺激 没有可以说话聊天的对象 没有任何娱乐 也只能追求一些 田径而又单调的乐趣 更何况 除了那位考研党同志 留下的一大堆书籍 他根本就无书可看 原来如此 这道题不能用落臂打法则 直接泰勒展开即可 妙啊 格林公事 还是不太能理解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从草丛中传来 张明抬起头 原来是一群海龟 飞溜溜的眼睛 打亮着玻璃瓶中的奇异蘑菇 以及散发出热气的锅 他们大为震撼 此人居然还活着 你们也要来一口吗 鉴于你们上一次的叛逃行径 这一次 一点鸟蛋都不给 龟们阿巫大叫起来 表示他们不是故意逃跑的 只是身体控制不住 那四条腿 忍不住就逃了 还有的龟在高声质疑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你这丝 体内长满蘑菇了吧 还有一只龟 探头探脑地 打亮玻璃瓶中的蘑菇 突然间受到了惊吓 掉头就跑 结果引发了羊群效应 一大堆的龟 跟随着一起跑 张明懒地搭理他们的戏剧表演 呼吃呼吃 拿起水煮蛋 包了颗自己享用 那属于生命之源的清香 迎面来 这一枚蛋尝起来的感觉 和鹅蛋差不多 蛋白的数量不多 橙色的蛋黄 占据了整体的70%有余 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喷香 稍稍带着一点腥味 但又是这一点腥味 带来一股奇妙的野性气息 海风不停流动 世间万物各自独立 又相互联系 共同构成完整的命运 一股蛋蛋的暖流 从体内流转了起来 鸟蛋带来的灵 似乎不算太多 但不管怎么样 都是第一次吃 增加属性的效果 还是蛮不错的 至于有没有新技能 那就不得而知了 张明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远古时期的第一只母鸡 到底 是怎么被人类驯服的 原始人拿走母鸡 辛辛苦苦孵孵化的蛋 难道母鸡就不会感到心痛吗 原始人应该解决了温饱问题 才会驯养母鸡 否则早就把母鸡给吃掉了吧 他总觉得 从零到一的这一步很奇妙 刚好有个吃饱了的人 抓住一只瑟瑟发抖的母鸡 这只鸡的逃跑能力 还不能太强 还愿意贡献出自己的蛋 多么神奇的场面 别看现代化的养鸡场 一年能捣鼓出几亿颗蛋 但在刀根火中的原始时代 找到一只符合条件的鸡 很难啊 感谢那只鸡 张明猛地摇晃了一下脑袋 心中唾了一句 吃个鸟蛋 还吃出感慨来了 他 太寂寞了 脑海中的一个个杂念 就像是一戳就破的肥皂泡 或者说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人类 没有过社交了 必须要随便找点东西做做 否则排山倒海般的孤独 将会把它彻底淹没 如果做成咸鸭蛋 就更加不错了 也不能说是咸鸭蛋吧 而是 咸鸟蛋 咸鸭蛋怎么做来着 在沙滩上问一下 一个鸟蛋两斤重 刚好能吃到饱 属性加三 还不错呀 再回过头 看了一眼那一群龟 它们正在惊疑 而又贪吃地望着地上的一堆蛋壳 又看了看瓶子里的蘑菇 阿巫 其中一个叫了起来 其他的龟也大叫起来 人为财死龟为食亡 蘑菇我们是真的不敢吃 但鸟蛋 我们海龟可是继于很久很久了呀 求您了 给一点吧 求您了 张明没好气的 老规矩 吃点蛋壳吧 阿巫阿巫 这群大大小小的龟 幸福地叫了起来 一双双眼睛露出感激的表情 蛋壳 我们也是要吃的 我们龟类 除了不吃蘑菇 其他的啥都吃 特别是鸟蛋 我们一百年也吃不到一颗呀 真是简单的幸福 吃点碎渣 也这么快活 几分钟后 张明发现自己的属性面板上 多出了一个海鸥的图标 将注意力集中到图标上 模糊的感应 顿时从心中浮现 能力 超凡视力 大幅增加你的动态视力 同时允许 你看到紫外光与红外光 为激活 需十二点属性激活 心中顿时一喜 这个能力相当实用 就是十二点属性的价格 稍稍有些昂贵 几天前 他刚刚获得了一个毒素清除 才刚刚把那几点属性补回来呢 现在又多了一个动态视力 再这样下去 属性点的获得速度 有点比不上超能力的获得速度了 张明产生了幸福的烦恼 斟酌再三 张明选择激活超凡视力 这一次的感悟 倒也稀松平常 他仿佛化身为一只海鸥 翱翔于天际之间 可能是为了捕食鱼类 又有可能是为了规避天敌 在长期的进化中 获得了超凡视力 等张明回过神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那些海归还算有良心 临走前帮他添了些柴火 超凡视力 大量的灵汇集到了眼眶附近 形成一个复杂的能量回路 在超凡视力的作用下 视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能够看见红外光与紫外光了 就像是夜视镜中的场景 夜晚由红外线主导 整个世界红彤彤的一片 铁皮屋 椰子树 椰子水缸 螃蟹长矛 在火光的照射下 呈现出鲜艳的红色 视觉认知的改变 让张明相当的不适应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更加怪异 却又更加真实的世界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恍惚感 好在这一能力 并非被动能力 只要将眼眶附近的 零散去 超凡视力随之失效 随着视觉恢复常态 张明看着明晃晃的火焰 陷入深思 刚刚的场景 让他想起了一个哲学问题 假设有一个人 他有一种奇怪的色盲症 他看到的两种颜色 和别人不一样 比如他把蓝色看成绿色 把绿色看成蓝色 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 他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 他自己和别人都不知道 他和别人的不同 这个疑问 叫做色盲悖论 色盲悖论 给人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没有人能感同身受 又或许 所有人看到 听到的 尝到的都不一样 只是叫法统一罢了 算了 我去纠结这些问题干什么 张明总感觉自己 有魔障化的倾向 一个人在荒岛上待得久了 遇到一点小事情 总想着去钻牛脚尖 不过另一方面 张明发现 自己好像没办法 同时使用两种能力 除了先天自带的 属性转换之外 他现在还兼顾 力量爆发 毒素抵抗 动态视力 三种超自然能力 这三种能力的使用 都是需要技巧的 得将体内的灵 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流转 他必须要集中注意力 才能成功激活 然而他发现 自己没办法一心二用 作为单进程生物 他没办法左右互搏 举个形象的例子 超能力的应用 就像是做数学题 他没办法同时 做两道数学题 只能一道一道来 或许有人 可以做到一心二用 但目前的张明 没办法做到 这可怎么办 张明的眉头皱了起来 坐在火堆旁边 不停地尝试 倘若力量爆发 和动态视力 不能同时激活 在战斗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 切换层面的小麻烦 两三的能力 倒是还能应付 但如果超能力越来越多 麻烦可就大了 难道只能通过熟能生巧 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张明孜孜不倦地切换 力量爆发 与动态视力 想要让他们共存 但不管如何尝试 两个能力的切换 还是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但是 为什么属性转换 又能和其他能力 同时激活呢 张明用出了属性转换 将自己的属性点 分配来分配去 灵的流动 复杂到了 他根本无法清晰感知 也无法理解的地步 更不需要集中注意力 故而 属性转换 能够和其他的能力 同时使用 琢磨了半天 张明只能将 属性转换 归结为是 自己的先天能力 就像呼吸一样 轻松血液 刻露在了身体的本能当中 而其余的 都是后天能力 得用脑子思考 先天是一种本能 后天是学习来的 总归会有一些不同 算了 不想了 大不了 孰能生巧 接下来的几天 张明一直在利用 狐家虎卫的手段 收集鸟蛋 平静的江湖 再起波澜 神秘的蘑菇怪人 横空出世 意图一统武林 小小的岛屿 掀起腥风血雨 对于江湖人士而言 这是一场 难以抗争的浩劫 曾经有豪侠挺身而出 意图抗争蘑菇怪人 但怪人凝笑着 使出一招成名绝技 天女散花 那豪侠顿时下的肝胆欲裂 四处逃窜 甚至有一豪侠 不小心从高空栽了下去 忘却了一身豪武艺 摔成了肉泥 此事传出 江湖群结 再无一人敢反抗蘑菇怪人 沉寂已久的江湖 终于出现 一位真正的武林霸主 嘿嘿 不就吃了你们几个鸟蛋吗 都是白蛋 没有胚胎的 不可能孵化得出小鸟蛋 别围着我转了 在拉鸟时 我真的生气了啊 武林霸主 鸟类厌恶者 张明同志 不管走到哪里 都享受着 众鸟捧月的伟大成就 好几只鸟 在天空中不停地旋转 悲惨地叫着 这些傻鸟不敢招惹它 于是干脆当起了 高空轰炸机 时不时有鸟屎 从高空中轰炸下来 好在张明耳目清明 动作灵敏 从来都没有被鸟屎砸中过 老张弯下身子 恐吓道 再来 我用石头打你们了呀 随着蘑菇怪人 掏出恐怖如斯的玻璃瓶 鸟类轰炸机们 不但没有坐鸟受散 反倒飞得更高 叫得更凶 嘎 嘎 哇哇 如果能用吼叫杀人 张明可能已经死了一百次 当然了 但毕竟只是个蛋 并非真正孵化出来的小鸟 再加上张明为了可持续发展 不会一次性全部掏完 总是会留上那么几枚在他们窝里 所以轰炸机们徘徊的那么一两天 发现没什么效果 也就掩气息鼓 乖乖回去继续孵蛋了 轰隆隆 一道闪电从空中划过 鲜灰色的云层 不知不觉间遮挡住太阳 冰冷的雨水从天而降 浸透了衣裳 近段时间气候不怎么好 晴天稀少 以阴雨天居多 但张明的心情就像嚼了血脉口香糖 完全停不下来 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干劲 又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 张明心底里猜测 属于这片海岛的雨季 马上就要到来了 他可不想顶着大雨 出去寻找食物 加快脚步 赶回自己的铁皮屋 小心翼翼地将背包中的鸟蛋取出 放进一个大号的旅行箱当中 一二三 箱子里装了一箱子的木屑 以及花花绿绿的鸟蛋 35 36 张明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快乐 脸上的笑意愈发浓郁 即便他心中对有多少鸟蛋一清二楚 但又有谁能拒绝丰收的喜悦呢 总共101枚 突破100了 食物储备前所未有的充沛 除了蟹肉干 椰子肉 这两种常规食物 又多了鸟蛋 食材进一步充沛 哦 再加上蘑菇 属性的提升速度飙升 一天吃三枚鸟蛋 能坚持一个多月了 一个月之后 只不定它们又能产出新的蛋 嗯 可持续发展 才是最好的 紧接着 它又产生了新苦恼 因为鸟蛋的种类实在有点多 除了海鸥外 还有海雀 白鹿 信天翁 还有一些不怎么认识的海鸟 这些鸟蛋 又带来新的能力 新的超能力 又需要更多的属性点激活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超能力太多了 属性点不够用 可怎么办 躺在椅子上 张明纠结地思考着 地球 各位同志 大家早上好 16号神秘区 可能进入了雨季 对于张明未来的生存 是一个重大考验 在新一天的早间会议上 李先锋揉了揉太阳穴 点击了几下鼠标 将最新的海市渗楼图像 传送到大屏幕上 这场景灰蒙蒙地 下着绵绵细雨 看得不太清晰 众多专家纷纷讨论道 我觉得短时间内问题不大 他储备了足够多的粮食 以及充沛的柴火 这些我们都在广播中提醒过了 雨季最好还是不要出去淋雨 哪怕他体魄强大 万一生病发烧了呢 李先锋摇了摇头道 不是问题大不大的问题 我们的小张同志不仅活着 还在兴致勃勃地掏鸟蛋 他通过什么方式 恐吓了岛上的鸟类 他甚至在用树叶在沙滩上 铺写了一些文字 我们把它想象得太简单了 有很多东西 已经不需要 我们特地去提醒了 截取其中一个画面 将其放大 其中沙滩上一行 用叶子铺盖的文字是 咸鸭蛋 啥意思啊 当然是要求他们 在广播中播放咸鸭蛋的制作方式 众多专家漠然无语 相顾无言 这家伙天天在孤岛上大鱼大肉的 现在还玩起生活来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在热带雨林度假 亏得他们绞尽脑汁 呕心沥血 生怕这家伙突然暴毙 颇有一种 皇帝不及太见急的感觉了 当然 海滩上还有另外两行文字 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求教法拉帝龙的原理 与制作方式 有土著 素来 这两行文字的信息量有点大 搞得专家团队们 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要法拉帝龙的制作原理干什么 难道害怕被闪电批中 又或者 岛上有喷射闪电的怪物 李先锋咒问道 法拉帝龙 一种防护高压电的装置 其龙体与大地联通 当高压电命中金属笼子时 强电流会被引入地下 而躲在笼子里的人类 却毫发无损 这一物理现象 在电压防护 直击雷防护层面的应用相当之多 甚至在魔术领域也会应用到 就譬如 大卫 布莱恩 穿着12.2千克重的金属盔甲 挑战百万伏特电机 利用的便是这一原理 但张明 需要法拉帝龙的具体原理做什么 至于有土著这一行文字的信息量 就更大了 专家团队甚至没办法确定 这句话是真实可靠的 还是在炸糊 说实话 张明这些天的举动 有些鬼鬼祟祟 海市蜃楼没办法跟踪 众人有些担心他的精神状态 特地延长了广播时间 从原先的半个小时 延长到现在的一个小时 荒野求生的知识 翻来覆去说了好多遍 让他在原地等待 学习得业修建避难所 别像贝爷那样跑来跑去的 但是 没用啊 沉默片刻 李先锋清了清嗓子 有些无奈地说道 他想要法拉帝龙的知识 尽可能满足他 通过卫星广播发送过去 至于土著之类的消息 并非没有可能 但我们这边实在爱莫能助啊 就算那岛上真的有土著文明 咱又能咋办吗 他人在哪里 我们都搞不清楚 关于神秘区中 可能存在智慧文明的相关事宜 大家私底下讨论了很多次 人造卫星的惊鸿一瞥 勾勒出一个广阔无边 深邃浩瀚的平行世界 神秘区的面积 比地球大了很多很多 甚至 有可能是地球的千倍 万倍 量变带来质变 如此巨大的海洋面积 诞生另外的智慧文明 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张明耀的信息 整理一下 下午发送过去 李先锋又道 各位同志 接下来还得讨论两件事 第一是关于神秘区中 幸存者的营救方案 这也是当代 为数不多的国际合作了 葛院士 你简单介绍一下 近些天分析到的卫星数据 前几天发送的人造卫星 虽然只工作了十几秒的时间 但就是短时间得到的电波数据 已然能够分析出一些基本内容了 头发花白的葛院士 拿着一叠厚厚的资料 脸上的两个黑眼圈 有些疲惫地说到 第一个结论 卫星接收到了国际合作者们 发送的长播通讯 意味着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北冰洋 这四大神秘区 本质上是相连的是同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认为 神秘区是一个庞大浩瀚的平行世界 我们当前生活的地球 通过某一未知的形式 镶嵌进了这一庞大的平行世界当中 而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北冰洋 其实是进入神秘区的入口 一位年轻的博士举手示意道 您的意思是 我们所处的地球 正在变成神秘区的一部分 没错 你们也知道的 进入神秘区后 很容易迷失方向 如果不通过绳索 进行内外联系 哪怕近在咫尺 也难以发现地球的方位 葛院士淡淡地开口道 这是一种特殊的空间现象 以我们当前的科技体系 暂时无法理解这种空间现象 如果用一些违心的说法解释 地球正在刻意地避免 被神秘区同化的命运 它在隐藏自身 以规避神秘区中的风险 就像西方人说的那样 上帝庇护着人类 否则世界末日早就发生了 当然 我们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我们更认同 有一个盖亚意识一样的存在 在这场大灾难中 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 盖亚意识 李先锋不由地挺直了腰板 盖亚假说的提出 是当前超自然学科的 一大研究热点 该假说认为 海事渗楼的出现 是地球盖亚意识的 本能性自救行为 就好比人体生病了 会自发的激活免疫系统 现在地球 有被神秘区吞噬的可能 会产生强烈的自救倾向 该假说进一步推断 各大地区灾难的爆发 是人类群体意识的共鸣 盖亚意识 作为地球的群体意识 与世界万物相勾连 小到真菌细菌包子 大到森林草原 湖泊大海 但不可否认 其中最大的变量 其实是人类 当海事渗楼中 某一团体被团灭时 全人类群体会自发的出现 该种族不适合在末日中 生存这一观点 这种观点如此强烈 强烈到产生了群体共鸣 从而影响到盖亚意识 让该地区产生巨大灾难 也就是 是人类自发的群体意识 让盖亚摧毁了该国家 而不是所谓上帝的惩罚 这个假说 其实蛮玄学的 一些证据链依然有待收集 信职者与不信者的争执也颇多 但不管怎么样 也算是给出了一个 逻辑勉强完整的说法了 所谓科学就是如此 它并不排斥未知现象的出现 也不是刻板的框框条条 当出现未知现象时 科学家们反倒会尝试着 建立更加完善的体系 将未知现象纳入其中 进行解释 东拉西扯了半天 隔院士发现 扯得有点远了 轻轻咳嗽一声 重新拉回话题 让我们把时间 推回到一个月多前 当初全球地震的爆发 本质上是地球镶嵌 进入神秘区后 引发的全球震荡 在地球卫面与神秘区的交界线上 空间产生大幅度的位移 故而那些不幸者们 可能误打误撞地 被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这种远距离空间位移 只有在那一瞬间才发生 我们现在进入神秘区 已经不会产生 这种空间位移现象了 李先锋微微点头 隔院士继续道 在基于以上假说的基础上 我国在先前发射的人造卫星 监听到了两个电磁波信号 第一是一号海市渗楼的大型邮轮 那艘承载了3000名乘客的船只 大约在西南方向 1.2万公里处 信号源很简单 用无线电发送的的SOS 第二是北冰洋团队 在东北方向 距离1.7万公里 信号源很简单 用无线电发送的的Mayday 以上两个数据并不算完全准确 至少需要两颗卫星 才能够更加准确的定位 不过 总体可信度还是较高的 这个消息实在是令人振奋不已 进入决赛圈的三支队伍 居然被一颗卫星寻找到了两支 其中确实有一部分国民 是大下国人 只要知道 这两支团队的大概方位 便有原旧的可能 房间内产生了一片嗡嗡的讨论声 他们那些轮船上的能源储备 足够跨越一万多公里吗 没有可能 他们现在能源紧缺 食物也不多了 所以我们得派遣军舰 飞机 去接应他们 所以说 这是为数不多的国际联合工作 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营救国际队伍 可不是大发圣母心 一方面 确实是为了减少地理灾难的发生 另一方面 能够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外交环境 是一种外交筹码 由于生存环境的极具恶劣 战争的阴云 笼罩在人类文明的头顶 有部分地区 已经在打仗了 地球再也养不活这么多的人口 谁去死 谁能活下来 谁和谁是朋友 谁与谁是敌人 这些问题 必须要想清楚 暗潮汹涌的世界 螺旋下降的人类文明 每个国家都在大幅扩军 昨天永远比今天更好 明天永远比今天更糟糕 就算是大国 也得小心谨慎 步步为营 以避免群狼围猎的可能 李先锋甚至有些庆幸 自己生活在一个工业能力强劲的大国 从事的工作 又相对偏向于学术 稍稍远离 那隐隐狗狗 勾心斗角的政治 有很多事情 实在是令人心力焦脆 等众人讨论完毕 李先锋再一次开口道 各位 除了原旧幸存者之外 还有第二项工作 我们需要在太平洋与神秘区的交界线附近 部署一个大型的科研基地 关于超能力者的培训计划与研究计划 将在一个月内正式开启 进入神秘区的人类 大约十分之一激活了超能力 这个数字让上层很是心动 这成本可比吃怪物肉 低廉太多了 地球上的变异生物依然是稀少的 即便大多数的能力都是肉体能力 但又有谁会拒绝更优秀的身体素质 更多的人才呢 甚至更高的寿命呢 聊到科研基地的选址 与超能力者的培训 众人倒是热情十足地探讨了起来 一个又一个的观点 接连不断地提出 但李先锋开了个头之后 反倒沉默着没有发言 他自己觉醒了轮回者的能力 实际上对那些特异能力者 暗中警惕着 他不知道各种乱七八糟的未知超能力 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就连他自己都有所隐瞒 更何况其他人呢 万一出了个尤里 洛基 傲创 万次王这样的大反派呢 然而 时代的步伐不以人的意志而扭转 你不去适应时代 反倒会落后 国家不可能放弃这样的机会 全世界也不可能放弃 想到这里 李先锋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悲哀 他能够跳出时代吗 他不能 世间之人 又有几人是真正的弄潮 你以为你是舵手 是先锋 是骑手 实际上只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 时代为人类选择了方向 那么 这一艘大船是没办法掉头的 讨论完毕后 李先锋压抑住各种情绪 各位 我们需要在神秘区附近 寻找到合适的地点 建设五个横架式超大型海上浮动平台 利用这些辅导 作为后勤基地 每一个月 可以运载三万至五万名士兵 进入神秘区 觉醒超能力 这些名额 还可以当作交易筹码 团结周边的诸多国家 每个月分给他们几千名额 算是很大的利益了 现在的外交压力 确实很大 南高和北高 可能会爆发核战争 聊到这个话题 不由得让人心生忧虑 其中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问道 真的有可能打核战吗 战争很遥远 却好像近在咫尺 然而 随着超自然时代的到来 一切都变化了 李先锋叹了一口气 过去的地球 理论上能养活120亿人 却还是饥荒频发 现在海平面上涨 陆地面积大幅缩小 只能养活60亿了 未来再出一点变故 说不定只能养活30亿人了 我就假设未来的地球 能养活30亿人吧 这个养活是所有人 都在温饱县附近 刚好不至于饿死的状态 你愿意勤勤恳恳工作一天 只是为了吃饱饭 恩格尔系数接近100% 工作了一天 除了吃饱之外 什么都买不起 你不愿意 对吧 那位研究员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 年轻的脸庞 一下子就暗淡下来了 你肯定想生活的更好一些 总归更多的人 想生活的好一点 这个想法很自然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底层基石 如果大家都想着躺平 人类就不会发展 正因为欲望与竞争 促进了人类世界的发展 但生活的好一点 就得消耗更多的资源 地球能养活的总人口 就会减少 于是便出现了 所谓的中产阶级 除了所谓的中产阶级 还有一群人 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他们占有着绝大多数的资源 也掌控着世间的权利 新时代的到来 或许只是改变一部分塔顶的人罢了 塔顶之人 百分之一的人口 掌控百分之八十的资源 不成问题吧 那么你说 地球还能养活多少人口 房间内鸦雀无声 年纪最大的葛院士 也轻轻摇了摇头 李先锋用手指 轻轻敲击着桌子 闲话就说到这里 生活在大国 是一种幸运 辅导的具体选址 大家先参谋一下 做出几个预案 我去和美国人那边 沟通神秘区的援旧工作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李先锋端着一叠资料 前往通讯室 小李 近些天压力很大 总感觉你心不在焉的样子 葛院士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李先锋苦笑着打开联络器 拨通一个号码 不把张明找回来 哪里睡得着觉 倘若另外两个团队 都被接回了地球 天空中只有 十六区一个海市蜃楼 全世界人民都盯着看 这又算什么 举世瞩目吗 葛院士无奈地摊了摊手 当初张明坐的飞机在天上飞 其他人都是乘坐轮船在海里游 产生的位移幅度 有着很大的差异 其他人挪移的幅度是一 他可能挪移了一百 一千 甚至一万 另一方面 另外两支队伍 都有一艘设备完整的大船 能源源不断发送求救信号 他张明 又没电子设备 你让人怎么找吗 这个我也知道 李先锋道 葛院士揉了揉并脚的白发 说道 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被困团队也得尽可能的研究 不仅仅是为了减少地球灾难的爆发 还因为那两个团队中也有咱大下国的人 至于张明 以后再想想办法吧 天天大鱼大肉的 还在那里当科学家 研究什么法拉底龙 一时半会死不掉的 李先锋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屏幕很快就亮了起来 卫星信号接通之后 彼得 格里尔教授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中 除开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 几人的私交 还是相当不错的 哦 哦 你们在谈论张 十六区的张明 一个神奇的人 彼得教授兴致勃勃地说道 其实 他很厉害 他的每一天都在变强 飞跃性地变强 对比一开始打个螃蟹都很吃力 现在简直轻松拿捏 他绝对是人类当中最强的 他可能掌握了某种特殊能力 否则他消化不了这么多变异生物的血肉 普通人吃了这么多怪物肉 会死的 倒也是 李先锋苦笑道 他现在都不怎么打螃蟹了 可能吃咽了吧 真是 我们这里变异生物齐缺 他那边吃到要吐 彼得教授拍了拍手 兴奋说道 不不不 李先锋 你低估了张得强大 我曾经问过国外的一名老友 他曾经徒步穿越亚马逊 在荒岛独自待过六十天 你猜他怎么评论 李先锋的耳朵竖了起来 确实 国外做死的荒野求生者 比国内多多了 彼得教授 也不卖关子 抄着流利的汉语 我的那位朋友说 荒岛六十天 比徒步亚马逊 更加煎熬 他再也不想来一遍 徒步穿越亚马逊的时候 他有向导 有队友 乐观是可以分享的 荒岛六十天 他独自一人 缺乏社交 一旦有负面情绪 很难发现 现在 张的处境更加困难 独自一人面对超自然世界 却如鱼得水 我猜 他的能力很复杂 能全方位强化自己的体魄与精神状态 甚至有可能是理论当中的多能力者 张明自然不知道 地球人正在想办法拯救神秘区中的被困者 就算知道了 他可能会更加烦躁 因为救援行动和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枯燥乏味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铺天盖地的乌云笼罩了整个天空 在稀稀利利的雨水下个不停 仿佛每一天都是一模一样的 转眼间已经是来到荒岛的第九十一天 第四个月来临了 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那捡来的高档手表 还能显示月份与日期 他已经不太记得现在的年月日了 他的头发又长又乱 落腮胡也长出来了 好的衣服不舍得穿 只能裸露上身 找了片叶子随便一批 看上去和野人没什么俩样 收音机 扶桑国毫无征兆的攻击澳大利亚 国际联合组织秘书长 以最强烈的措辞 强烈谴责扶桑国的战争罪行 世界的演变形势 总归比想象中更加迅猛一些 狗链子松开了 狗与狗之间打起来了 但是 为什么狗与狗之间会打起来呢 扶桑国的远洋舰队哪里来的 军火又是哪里来的 区区三个月 也制造不出太多的军事力量吧 这件事从头到脚 都透露着一种阴谋论的错觉 巴尔干边界出现小规模交火 巴以地区局势紧张 世界大战真的要爆发了吗 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 外界的风起云涌 张明只是觉得他们过躁 当昨天的记忆和今天几乎一致时 大脑会逐渐丧失时间观念 从而导致神经功能的退化 人会慢慢变得愚钝 主观能动性降低 心情抑郁 这也是人类这个物种 没办法天天007 重复工作的生理性原因 老张 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觉得自己已然成佛 叔叔我啊 这辈子得困在这个鬼地方了 那些狗东西忙着打仗 指不定把我给忘了 他正在用飞机残骸 制造一个金属笼子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持续了一个多月 终于快迎来了最终尾声 一开始 那些有智慧的海龟 还好奇地跑过来围观 为什么这家伙会在这里敲东西 到后来 他们完全失去了兴趣 我有那只聪明的小白龟 偶尔跑过来看看 老张到底在捣过些什么 阿呜阿呜阿呜 他张嘴询问着 你在造一个很大的锅 这可不是锅 而是法拉蒂龙 能够有效抵抗百万福特的仪器 用来对抗黄金电蛮的 张明快活解释 各种原理各种理论 唾沫横飞 他太渴望社交了 但对于吃货龟而言 顶多听得懂 电蛮这个食物名词 什么法拉蒂龙的原理 能吃吗 阿呜阿呜 张明不太懂小白龟在说些什么 可能是电蛮很强大 不好招惹的意思吧 这两个月的时间 他变得更加强大了 各种鸟蛋 再加上蘑菇 带来了整整292点属性 当前的属性面板为 体魄 148 160 你强壮的如同一头强壮 狗熊 强壮 狗熊是什么物种啊 感知 130 134 你比超级 山猫还要敏感 精神 62 110 你的心智更加坚定了 但空虚与孤独 萦绕在你的心头 让你时不时发颠一阵子 寿命 2460 终于轮到家寿命了 习大普奔地摆脱了短命 总属性 464 看上去有点普通了 超能力 力量爆发 以激活 独速抵抗 以激活 超凡势力 以激活 阴眼 未激活 腐烂爱好者 未激活 动态之眼 未激活 110点精神强度上限 居然还是敌不过空虚寂寞 两个尚未激活的超能力 是从不同类别的鸟蛋上提取出来的 阴眼 动态势力和超凡势力是同个类型 需要10点属性 张明觉得 当前的超凡势力 差不多够用了 所以就没有花费属性激活 至于腐烂爱好者 让它能够消化一些腐烂物质 这一能力居然需要22点属性才能激活 自己一时半会不需要食腐 所以便先放走了 一个月的鸟蛋已经蘑菇吃下来 倒不是说吃咽了 而是带来的属性点正在减少 更何况周边大大小小的鸟类就只有这么些 鸟窝几乎都被掏了一遍 为了可持续发展 长出了胚胎的鸟蛋 张明是不吃的 至于寄生蘑菇带来的铃也在缓慢减少 蘑菇这玩意带来的属性点远远高于鸟蛋 但要命的是被蘑菇寄生后会倒扣寿命 如果蘑菇带来的属性点少于扣掉的寿命 那就得不偿失了 法拉第牢笼已经制作完毕 下一目标金色鰻鱼 张明拍了拍身边的铁龙 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等待一个晴天决战真正的未来 在焦虑的等待中 一直等到第四个月第十天 在和高等数学奋战的过程中 张明突然抬起头 厚重的黑云突兀地开出一条裂隙 露出背后碧蓝如洗的天空 阳光如金箔般洒下 雨季结束了吗 或许结束了 或许还没有 只是大自然偶然地峰回路转 我要走了 我必须要走了 一群海龟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要走 走去哪 我要走了 去挑战更强大的怪物 张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野人服装 背起一箩筐的螃蟹长矛 我知道神秘区大地可怕 国家发了一颗卫星 也没把我找到 也知道神秘区无比凶险 比我强大的怪物比比皆是 但越是如此 越说明 没什么救援队会来到这里了 我得自强 我已经快疯了 我需要胜利 需要精神刺激 我需要 自己游回去啊 张明高举三百多斤重的巨大铁龙 前往红树林 为了这一次的狩猎 他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他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菜鸟了 小白龟 阿呜阿呜 龟们从未见过如此严肃的张明 一个个有些不知所措的跟着 除了法拉第龙 还有一件厚厚的绝缘衣服 从头包裹到脚 大概裁剪了八件高档女装 花费四天的时间精心改制 绝对不含任何一点金属物质 百分百与异性绝缘 至于猎杀金色电蛮的方式 也很简单 现今一击 毒液 为了猎杀金色电蛮 张明准备了一大块新鲜的螃蟹肉 内部插入了金属匕首 以及海量的辣椒 辣的本质是一种痛绝 猛烈程度到一定程度 和毒药没什么两样 只要他敢吃螃蟹肉 匕首将卡在喉咙中刺出伤口 同时 猛烈的辣味瞬间释放 这些辣味刺激到伤口 更是带来难以想象的剧痛 他一定会剧烈挣扎 张明心中演绎出整个战斗过程 但越挣扎 内部大出血 生命力的流逝速度越快 我便能把它消耗而死 与此同时 辣椒并没有毒性 我也不用担心 鰻鱼肉被污染的问题 阿巫 海龟们齐森森地大叫起来 停在红树林之外 让张明不要再向前进发了 别担心我 我有准备的 他们倒是一个个鬼机灵 那滴溜溜的眼神 一直看着 慢慢地 慢慢地 他们感受到了张明的决心 这不是游戏 而是 战争 全世界的人类 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 16号海市蜃楼 16号海市蜃楼中的绵绵细雨 下了将近40天 几乎什么都看不清 但随着天空放晴 张明高举法拉帝龙出征 后边还跟着一大群龟的神奇景象 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这还是龟群 第一次如此清晰的集体出镜 放在过去 他们在镜头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 这一次 却不一样了 优雅而又庞大的身躯 走起路来一摇一摆 长长的脖子 点缀斑点状的花纹 头颅上的双眼 更是仿若漂亮的黑珍珠 所谓三观跟着五观走 即便这些海龟是危险的变异生物 立刻赢得了一大票网友的好感 他举着笼子做什么 这是什么品种的龟 看上去不像是海龟啊 他们能把头缩进去 龟背也好圆滑啊 两三层楼那么高的龟 可能得几十上百吨的重量吧 地位最高的那一只 应该是白色的那个 好小的一只龟啊 好想把它抓起来 养在水缸里 得了吧 变异生物发起狂来 一口咬断你的喉咙 当初的十六个神秘区 现在只剩下三个 大部分都是被变异生物给团灭的 在心宽体盘的人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 也意识到 世界和原先不太一样了 但这一次 海龟的出现 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变异生物 居然能和人类当好朋友 看着关系 可不是一般的好啊 国外国内的很多科研工作者 都开始重新审视起 其中蕴含的巨大信息量 小道消息 当前的三个被困团队 已有两个正在救援当中 救回来的概率比较大 其中大概有五十个大厦国人 也就只有十六区的这一位小哥 实在没办法救援 其实 另外四五十个大厦国人 关注度并不高 谁愿意放着单挑荒也不看 去看什么集体生活 但不管怎么样 救回来总归是好事 还是能够振奋人心的 不是不想救 是真没那个实力 又有人问到 那这些幸存者就回来了 是不是不会爆发天灾了 我的一位朋友在政府工作 据他所说 天灾爆发 其实是人类的群体意识作祟 如果世界上大部分人 都不把幸存者与国运相关联 那就没有爆发天灾的说法 不知不觉间 网络上出现了各种 盖亚意识的观点 官方态度暧昧 不辟谣也不删帖 任其自由传播 云海避难所 人们排着队伍 在餐车上领取盒饭 避难所中的人口规模 只有两个月前的一半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 都被疏散到了乡下 还有一些参与到 各种超级工程的建设当中 剩下的这些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吹牛打屁 讨论最近爆发的战争 讨论海市蜃楼 最近兴起的盖亚学说 似乎有些习惯 这种吃大锅饭的生活了 时代风云变化 又有谁能够想到 数个月之前的人类文明 与数月之后 已然完全不一样 石油危机在线 燃油车价格堪比废铁 电动车价格飙升 当前比亚迪价格 二百万一辆 得了吧 银行不让取钱 哪来的两百万 天上掉下来 政府大量收购 锂电电瓶 无限量收购 大夏正 信号最擅长的一招 叫做以托待变 大家一窝蜂的去银行挤兑 引发金融危机 怎么办 不让取钱就成 银行也不倒闭 反正就是拖着 大不了 一个月让你取几千块 多了不给 就这样 拖到天昏地暗 拖到天荒地老 拖到通胀 把人民存款给吞没了 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现在的金融运转 依靠新成立的银行来实现 只要没有房贷之类的历史遗留问题 新的银行 还是能够完成运作的 最近的盖亚意识学说 你看了没 难道操控人类的群体一时 就能够操控盖亚 操控地球 想得美 世界上最大的共识 便是人和人之间没有共识 不得不说 人是一种接受能力很强的生物 半年以前 大部分人还在忧愁房贷 关注什么三座大山的问题 结果现在有一口吃的 不至于饿死 能聚在一起聊聊天 反倒成了人生一大乐事 就在这时 广场上的大广播 恰逢其会响了起来 下面播报一则通知 将任意的超自然奇物 上缴给当地政府 将获得一千万至两千万元的奖金 免除全家人的兵役 安排六至十位 优先挑选超大型避难城市的名额 以及六位有限前往神秘区的名额 私自收藏超自然奇物 反受其害 云海省 受害人负料一 捡到一块散发绿色光芒的石头 误以为是宝贝而珍藏 三天后 长出第二个脑袋 被送往医院治疗 不治身亡 后鉴定该石头散发神秘元素 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变异 北溪省 受害人钟惠敏 捡到一瓶神秘的可乐 误以为是仙丹妙药而服用 该受害人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 一直狂笑了一天一夜 窒息至死 后鉴定 喝下该可乐会让人疯狂发笑 任何手段无法停止